大言国,渐行三年 阿南,阿南,你醒醒 迷糊中,林一南听到有个声音在喊自己 林一南脑海还停留在爆炸那一瞬间的空白里 阿南,快醒醒是于小家吗 记得昏迷前,他和于小家执行任务 被丧尸围困在一幢居民楼 于小家用炸弹在围墙炸出一个缺口 准备突围出去 谁料随着爆炸声响起,居民楼突然塌了 意识在一声声呼喊声中逐渐清醒 林一南缓缓睁开眼睛 一张苍白憔悴的脸映入眼帘 却是个年轻女子,不适于小家 见林一南清醒过来 女子急切的脸上带着欣喜 眉心依旧拧成一团 阿南,听娘说,赶紧找地方躲起来 胡人马上要来了 你出城就往南走,去建城找你哥哥 娘 林一南环顾四周,远处是复古低矮的房屋 街道躺着身上插着箭矢的人 没死地发出痛苦的爱好声 地上到处流淌着鲜血 鲜血在街道低窝处汇集成一条小溪流 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腥臭味 她32岁,未婚未育 大学未毕业就丧失爆发 自幼习武的她加入到国家组织的特别行动小队 脑海中一片空白 这女子看起来跟她差不多大 是这具身体的母亲 她,这是穿越了 林一南京的差点从地上跳起来 也是,炸弹将整栋居民楼都炸塌了 她和于小家哪里还能活下来 胡人 难道女子说的是历史书上烧杀抢夺的胡人 正想着,剑雨从半空飞来 林一南眼疾手快 抓起地上一根板棍挡下着剑雨 场面堪比丧尸围困 真是太危险了 她伸手,去拉地上的夫人 我带你走 脑袋传来阵阵眩晕 她身形晃了晃,勉强站稳 伸手往额头上一摸 好家伙,老大一个包,幸好没破皮 李淑兰拉住她的手,摇摇头,一脸坚决 阿南,娘的乖男 娘还要去陪你爹爹,就不和你走了 说完便松开了自己的手 将身边一个大大的包裹 塞到林一南怀里 林一南一手抱着包裹 低头看向李淑兰 发现她有胸口靠近肩膀位置 插着根箭矢 衣服被鲜血染红 脸色嘴唇一片惨白 远处不断有哭喊声 惨叫声传来 还有许多沉重的脚步声 正往这边而来 林一南在丧尸末日苟活12年 强大的求生本能 使她迅速锁定一个可以藏身的地方 将包裹甩在后背绑住 回头看了李淑兰一眼 她深吸口气 两步跃上不远处的屋顶 借着屋脊躲藏其中 林一南躲在高处 看见隔着两条街 胡人正在屠杀幸存的人 男人和年老的当场斩杀 孩子用绳子绑起来 扔在板车上 年轻妇女被几个胡人摁在地上 撕扯着身上的衣服 有胡人从屋内出来 应该是将里面的物资扫荡完了 开始放火烧屋子 胡人真的屠城了 场面十分血腥残暴 便转过头不忍再看 视线重新回望街上 这具身体的母亲身上 就见她手握一柄簪子 脑中突然一阵刺痛 一些原生的记忆 猛地灌进脑海 原生跟她同名同姓 今年十五岁 出生书香世家 但林一南自幼利大 喜欢习武 且天赋极高 父母又是宠爱儿女 便请了师父 在家里教导三个孩子练武 林一南父亲林征 今年三十六岁 十二岁中秀才 十八岁中举后 放弃继续科考 娶了启蒙恩师的女儿为妻 是平城外清廉书院的院长 昨日胡人围城之时 便将书院内所有人屠戮殆尽 学院也被烧毁 原主父亲估计凶多吉少 跟随原生父亲 一起在书院念书的 六岁弟弟林一安 极大可能已成为 那帮胡蛮人的口粮 哥哥林一衡 今年十八岁 在建城书院读书 母亲李书兰 性格温婉 今年也才三十四岁 自嫁与林征为妻后 夫妻恩爱 二人育有三个儿女 李书兰对儿女细心照顾 极尽疼爱 胡人昨夜围城 城内众人原想趁天未亮逃命 谁料胡人丧心病狂 进城之前 直接射出几波箭雨 杀死许多手无寸铁的老百姓 林一南此时 脑海里不断浮现出 往日一家五口温馨的画面 这是原生的记忆 李书兰对着屋顶上的林一南 欺然一笑 拔下头上的簪子 就要往胸口插去 林一南脑海浮现一个片段 那是过年时 父亲送给母亲的簪子 他眼急手快 心口突然被刺了下 连忙抓起屋顶上的碎瓦片 射向李书兰握簪的手 李书兰手中簪子被打落在地 林一南从屋顶一跃而下 跑回李书兰身边 捡起地上簪子塞入怀中 飞快将他肩膀上的箭矢 快速折断 父亲送给你的簪子 不准你用它来伤自己 阿南 快走 你不要管我 李书兰失血过多 心里想的 却是让女儿快点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 林一南二话不说 半拖半拉 把她拖入旁边巷子 李书兰不知哪来的力气 一把甩开林一南的手 靠在墙上喘着粗气 有些气恼道 我不走 带着我 咱们娘俩都得死 林一南想起那个世界 自己死去多年的父母 为了让他活下去 毅然决然推开他 转身引开丧尸群 脸上湿漉漉的 不知是汗水还是泪水 林一南飞快地抹了一把 声音沙哑开口 你不走 我就留下来陪你 我 嗯 李书兰还想再说话 林一南眼急手快 捂住他的嘴 他们刚离开的主街上 出现一支胡人小队 对他做了个噤声的动作 一把将他背起 转身拔足 狂奔往巷子深处 林一南在巷子尽头的一间 破烂倒塌的屋子里 停了下来 这里远离主街 巷子狭窄 且位置仅靠城墙边 听声音 胡人士兵一时半会 还缩不到 将人放在地上 失血过多的李书兰 脸色煞白 已陷入半昏迷状态 嘴里不断呢喃着 阿南 快跑 林一南的头像 是被锤子一下下地敲击着 胸口更是闷闷的 他微微皱眉 努力压下心中不适 低头去检查李书兰伤口 伤口上还插着箭头 鼓鼓流着血 要止血 就必须取出箭头 然后上咬包扎 拥有多年战斗 受过大大小小伤的林一南 处理外伤十分熟练 箭头很普通 很庆幸没有道次 可以直接拔出 他撕下一截干净的李一 在伤口周围穴道摁压几下 迅速拔出箭头 然后用布条压住伤口 剧痛之下 李书兰忍不住低声痛呼 阿 林一南连忙将另一块布塞进他嘴里 左手在他脖梗后一拍 李书兰两眼一翻 便彻底昏死过去 不多时 伤口的血止住了 解开李书兰的外衣 伤口血肉模糊 哪怕止住了血 伤口还是要消毒的 要是有消毒水就好了 林一南正想着 手中突然出现一瓶消毒水 这是 他空间的消毒水 空间是组织挑选出能力强的战士 让实验室将芯片植入体内 能存各种物品 除了活物 空间具有保鲜功能 放进空间的东西 放进去什么样 拿出来还是什么样 难道空间随着灵魂一块穿越过来了 林一南查看了下 发现他储存的药品 粮食 种子 武器 以及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都在 因为 他要经常带出任务 药品都是些外伤药 伤口愈合针 消炎药 消毒水 纱布绷带酒精棉 和一些基础药品 几箱能量棒 还有他用任务积分对话来 为数不多的大米面粉 以及路上收集的粮食种子 武器弹药充足 可惜他们出师为截身先死 刚到达任务地点 就被丧尸包围 不小心打了 有三把冲锋枪 两把是于小佳和另一个队友的 几十个手榴弹 弓箭 匕首 上百个燃烧弹 替李舒兰清洗完伤口包扎好 林一南给他打了一支伤口愈合针 为了颗消炎药 胡人在城内大肆烧杀强弩 四处响起求饶声 惨叫声 妇女孩童的哭泣声 和胡人肆无忌惮的嘲笑声 整个平城上空被烟雾笼罩 林一南光听就知道 这是一幅凄惨的人间炼狱画面 突然 巷子里一阵嬉嬉琐琐的脚步声 游远寂静传来 林一南手中紧握匕首 本紧脸 死死盯着巷子口 带头是一对老年夫妻 后面跟着四个年轻人 其中两个男人 手里各抱着个五六岁的孩子 他们每人身后 都背着一个大包裹 看起来像是一家人 见林一南手中握着刀 满脸煞气 站在倒塌的墙边 皆被吓得停住脚步 姑娘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 带头老汉身形微胖 看样子像是个伤人 脸上惶恐不安 金明的眼中闪过警惕 林一南眼睛微眯 眸光锐利 快速打量来人 你们是谁 来这里做什么 大街上的湖人 四处搜寻着躲藏在暗处的人们 这家人迅速逼到 倒塌的一侧围墙内 老汉擦了把额头的汉 说道 这里有条地道通往城外 我们现在就出城 城里到处是湖人 太危险了 爹 图上标注的入口 就在这里 年长一些的男人 拿出地图看了看 对老汉道 赶紧找 老汉忙道 两个年轻男子 将孩子放进妇人怀里 很快找到压着入口的 一块完整大石头 于是 两人转身弯下腰去抬 老汉身边的妇人眼间 东张西望之鱼 瞥见地上昏迷的李淑兰 那有个人 那是我娘 她受伤了 林一南瞥了她一眼 抿着唇道 此时 两个年轻男子 已经将大石板挪开 露出一个黑漆漆的洞口 较为年长的男子 从怀中掏出火折子吹着 率先跳了进去 接着是两个抱孩子的妇人 老汉将婆子扶了进去后 转头对林一南道 姑娘 留在城里太危险了 你跟我们一块走吧 林一南二话不说 背起地上 还在昏迷李淑兰 走到洞口边 小心翼翼地钻了进去 负责断后的男子 将洞口周围的痕迹清理干净 拉过大石板 重新盖住洞口 洞口是倾斜向下的 有股凉风从里面吹出来 林一南跟在几人身后 大概走了十几分钟 隐约能见到光线 出口设计巧妙 在一块大石下面 石头旁边是茂盛的灌木丛 离城墙有一百米距离 任谁都想不到 城墙这里会有条地道直通地道 老汉见林一南看着地道沉思 沉声道 这条地道 是我家太爷们自搬来平城 花了十几年功夫挖出来的 想不到关键时候拍上用场了 年长男子上前催促道 爹 时辰不早了 我们走吧 姑娘 你们娘俩孤儿寡母的 跟我们一块上路 也好有个照应 老婆子见林一南背着李淑兰这么久 也不见气喘 眼里闪过一丝算计 不了 路上我留了记号 我的两个哥哥会寻着记号找过来的 你们先走吧 林一南看出老婆子眼里的算计 眸光微闪 冷漠地扫了他一眼 你 老婆子试图想去拉他胳膊 却被林一南巧妙避开 老汉看出林一南是个恋家子 大家又是萍水相逢 不想跟他撕破脸 扯出自家婆子 罢了 姑娘既然要等人 我们就先走了 他说完朝两个儿子使了个眼色 拉着老婆子 带着一家人匆匆走入山林 老头子 你干嘛拉着我 我们走得匆忙 家里许多银钱细软都没收拾 那小姑娘长相不差 有孤身一人 咱们带到建成转手 说不定能卖个好价钱 你这是掉前眼里了 那小姑娘不是我们能招惹的 老汉说道 为何 看样子 他也不过十四五岁的年纪 后面还背着个人 走路四平八稳 气都不喘 可见是个恋家子的 林一南是个恋武之人 耳聪慕明 自然听到了老汉一家的话 他收回视线 眸底冰冷 背着李书兰 转身钻进半坡上更茂密的荆棘丛 在荆棘丛里 找了个宽敞的地方 放下李书兰 这地方一眼 能看到城门口的关道 肚子咕噜咕噜地想着 快一天没吃东西 林一南早就饿得前胸贴后背的 他从空间拿了一根能量棒出来 这东西最顶饿 吃一根顶一天 他们出任务 十分方便携带 林一南一边梳理着原生的记忆 一边警惕地听着四周动静 给李书兰注射得要起笑了 嘴里不断呢喃着 林一南上前摸了摸她的额头 没有发烧 看样子应该没大碍了 刚手回手 就见李书兰悠悠转醒 正泪眼朦胧地看着她 林一南那生娘梗在喉咙 怎么也喊不出来 最后干嘛八道 你觉得怎么样了 娘以为差一点就要见不到你了 李书兰眼泪扑速速往下掉 林一南握着她的手 像是要给她注入无穷的力量 林一南安慰道 没事了 你会好起来的 李书兰环顾四周 不见有房屋 她神清紧张道 阿南 我们现在哪里 这里是城外 你昏迷的时候 我跟着一家商人 顺着他们祖上挖的地道出了城 一听出了城 李书兰挣扎着站起来 往清廉书院方向看去 神色黯然 眼泪流得更是汹涌 你爹和阿儿 只怕是 他悲伤地靠在自家女儿身上 哽咽难言 左手死死捂住嘴 生怕下一秒会痛哭出声 林一南没有说话 搂着她瘦弱的肩膀 望向依旧浓烟滚滚的清廉书院 门方向驶来 林一南定睛望去 二十几个胡人走在前面 后面跟着无皮拉着板车的马 前面四辆板车上 是落得高高的粮食 最后一辆车上 坐着七八个绑着的孩子 胡人行进的速度很快 他连忙拉着李书兰 赶紧躲进荆棘丛 路上有胡人 李书兰探出头往下看 随着车队越行越近 他掠过前面的胡人 眼睛盯着最后一辆车上的孩子 阿儿 林一南的目光 也看向那辆板车 那些被绑着的孩子们 身上穿着清廉书院的学子服 一个个脸色惨白 双眼无神 神情呆滞 原身的弟弟林一安 就坐在众多孩子中间 胡人边走边大声说笑着 装粮食的车 在泥地上压出深深的痕迹 林一南眸子眯起来 心中顿时有了主意 转头对李书兰道 你在这里等我 我去去救回 李书兰知道 女儿一向胆大 明白她要去干什么 一把拉住她手臂 焦急道 不许去 胡人就是豺狼虎豹 已去了如羊入狼窝 从再见到林一安 李书兰就努力地 在克制自己的情绪 哪怕很想要小儿子活下来 但她不愿用女儿的命去换 在重男轻女的时代 李书兰是在封建教条下 成长的女人 她没有牺牲女儿 为儿子的思想 是个真心爱护自己的好母亲 林一南很感动 那生娘自然而然喊了出来 娘 我从地道悄悄进去 不会让人发现的 不行 不准去 我们马上走 去建成找你大哥 李书兰言辞立色 她深知一个女孩子 她已经失去丈夫和小儿子了 不能再失去女儿 林一南双手抱着她 轻声安抚 不管能不能就回儿 我天亮前一定回来 李书兰眉头紧皱 还想继续说什么 见她目光坚定 便扭过头鸣紧唇 女儿素来是个主意正的 一旦决定的是 旁人怎么劝都没用 林一南将枕在她肩膀上 继续道 娘 你要相信我 我怕 李书兰话未说完 大颗眼泪便从脸上滚落 林一南不再说话 过了一会儿 她从怀中掏出帕子 擦去李书兰脸上的眼泪 别怕 无论如何 我都会在天亮前回来 说完 她起身走到稍远的地方 捡了些干草 又用刀砍下两株手臂粗的荆棘 将李书兰藏身的地方围起来 林一南留下饼子和水囊 又将手中匕首递给她 娘 你拿着防身 不管谁路过 你都不要出来 李书兰点头 娘等你回来 你快去快回 情况不对 赶紧跑 路上那条胡人 已经走到城门口 林一南再次回到那条地道 移开遮挡的大石头 她跳进洞口 再将石头移回原位 她从空间拿出手电筒 将黑暗中的地道 照得清清楚楚 地道挖得十分平整 快到出口时 林一南脱下身上 不便行动的衣裙 穿上空间放着的一套黑衣裤 把头发全部拢在头顶 盘成一个G 戴上黑色的N95口罩 将衣服和包裹放入空间 手上拿着弓箭 林一南跃出洞口 天空被烟雾绕遮蔽 云层厚的 没口气带着一股浓浓的血腥味 和烧焦味 屠杀还在继续着 街上不时有扛着 大包小包的胡人 也有拉着衣衫不整的女子 他们以胜利者的姿态 肆意张狂地笑着 拉着他们的战利品 走向筑扎的营地 林一南深吸口气 跃上屋顶 压低身体 脚步轻快地跟随 在收获泼风的胡人身后 拐进一条小巷子 林一南利用地理优势 见这支只有五人左右的队伍 前后再无其他人 他迅速拉起弓 接连射出五箭 五个胡人瞬间倒地 在末世奋战多年 他的剑法早已练得百分百重 何况原身自幼习武 更是力大无比 那五个胡人被箭矢穿透 两个被抓的女子 箭撞下的掉头就跑 林一南看了眼 两名逃跑的女子 收起弓箭 握着匕首跳下屋顶 怕胡人未死透 他又在他们脖子捕了一刀 拔出他那特制的箭矢 地上装着的挤麻袋物资 他手一挥 收紧空间 一把将他们扔进大火中 利用巷子作为掩体和自身优势 林一南又接连干掉了五支胡人小队 收获不少的物资粮食 入城的胡人队伍就驻扎在府衙内 他在屋顶看见 下午运送林一安他们那队进了府衙 等天色暗下来时 林一南翘无声息地潜了进去 府衙里住的应该是胡人高级将领 几乎在所有房间里 他们都在折磨抢来的汉人姑娘 林一南在前院和厢房 都没找到林一安和绑来的孩子 便去了后院 后院有个十分大的院子 还有几间库房 一间厨房 刚踏入后院 林一南便被里面的血腥味熏得想吐 在偌大的院子里 一片狼藉 几个胡人正在宰杀沿途抓来的鸡鸭鹅 角落里火堆边上五个胡人 在熟练地烤着肉 眼尖的林一南赫然发现 架子上烤着两条小孩的手臂时 差点没忍住吐在当场 握着弓箭的手指动了动 林一南的口鼻却突然被一只大手捂住 一股冷冽好闻的淡淡青草味 从林一南身后传来 直冲鼻尖 林一南惊出一身冷汗 来人什么时候在这里的 他竟毫无察觉 手中悄悄握紧匕首 林一南静等时机 好将身后之人一举反杀 似是看穿他的心思 来人凑近他 男人低沉的声音传入耳中 别怕 我是自己人 右边第二间厢房 你看到了吗 一会 我去将外面的胡人杀了 你去救厢房里的孩子 不等林一南说话 男人又接着道 后院有一辆马车 你带孩子们去那里等我 对方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 为了救林一安 他也只能相信对方 林一南点点头 脸上大手随即松开 只见一个全身黑衣 黑不经负脸的男人 如鬼魅般出现在院子里 在胡人尚未反应过来时 手中长剑四处游走 收割着胡人性命 林一南匆匆收回目光 快速朝男人说的厢房奔去 推开破旧的门 屋里的五个孩子 顿时满脸惊恐 如同惊弓之鸟般缩成一团 而原生的弟弟林一安也在其中 五个孩子的年龄 与林一安相仿 林一南朝他们做了个噤声的动作 压低声道 别出声 我是来救你们的 他上前一一帮他们解开身上的绳子 林一安在他说话的时候 就已经听出是姐姐的声音 他压抑心里的激动 身上的绳子一解开 他就紧紧跟在林一南身后 捏住他衣服一脚 想到胡人拉的挤车粮食 林一南准备去库房看看 看着吓得不轻的林一安 姐姐 经历了胡人一天一夜的屠杀 在姐姐抱住那一刻 林一安的眼泪大磕大磕掉了下来 父亲已经被胡人杀了 他以为再也见不到母亲和姐姐时 姐姐来救他了 二 姐姐还有事要去做 你先在这里等一下姐姐 好不好 林一南轻轻拍了拍他后背 说道 林一安懂事的点点头 姐姐 你要快点回来 林一南从门缝望出去 院子里有两个功夫好的胡人 正与黑衣人打得难舍难分 其他的都被黑衣人杀死了 他摸到其他两间 推开门 一阵粮食的味道扑鼻而来 整间屋子堆满麻袋装着粮食 林一南毫不客气地收进空间 隔壁几间库房 除了粮食 还有一间放着铜油的库房 想到铜油用处 林一南在角落里找来几个罐子 装满铜油 用绳子串在一起 以备不时之需 又给几个库房泼了些 出来时 他举起手中的弓箭 迅速替黑衣人解决掉那个身手了得的胡人 黑衣人压力大减 他飞身而起 闪过胡人攻击 反手一刀 果断将胡人斩杀 不用谢 看到黑衣人投来的暂许眼神 林一南拎起地上的铜油罐子诞生道 两人带着孩子 飞脚步 快朝通往马棚的小门走去 路过火堆时 林一南捡起地上 一根烧得正旺的木柴 用力向泼了铜油的库房扔去 大火瞬间烧了起来 后院很快成了一片火海 马棚里 林一南看到了黑衣人说的那辆马车 一辆套了八匹马的马车 这几匹都是难得的汉鞋宝马 黑衣人一手夹起一个孩子 放进车厢 林一南不懂马 这个时候 难得有个得力的助手 自然是他说什么就是什么 他将林一安连同那一铜油罐子 抱进车厢 握着弓箭坐在车弦上 后院熊熊燃烧的大火 已经已经引起前院的胡人注意 他们正激里呱啦地往后院而来 林一南眸光一沉 外面那么多胡人 我们怎么出去 黑衣人眼带不舍地用箭 将马棚里的其他马割吼 趁胡人现在还没反应过来 冲出去 说吧 他利落地坐上马车 拉起缰绳 赶着马车出了府衙 城里四处燃烧的建筑物 照亮了街道 八匹汉鞋宝马 拉着一个车厢 飞快地朝城门飞奔而去 经过府衙门口 刚好遇到一对扫荡回来的胡人 带头的胡人与黑衣人 和林一南打了个照面 连忙一把扔下扛在肩上的女人 举刀机里呱啦向他们追来 我来对付他们 你驾好马车 林一南说完 双手一攀利落地翻上马车箱顶 拿出从胡人收脚来的箭矢 瞄准搭弓射箭 一气呵成 连射几发 追来的胡人倒地爱嚎着 解决完身后的胡人 林一南从车顶下来 黑衣人瞳孔震动 满眼不可置信 心中惊叹 这女子的力气大 剑术着实了得 你剑术真好 林一南扫了她一眼 没再继续说话 她要时刻关注着四周的情况 路上陆陆续续遇到击队胡人 看到朝城门飞驰而出的马车 纷纷过来拦截 看到追赶来的胡人 林一南露出一抹冷笑 她转身从车厢取下一个铜油罐子 掏出火折子 点燃扔向追来的胡人 背见了一身铜油的胡人 瞬间成为火人 倒在地上打滚惨叫 接着 她又扔出三个铜油 加上时不时射出的弓箭 成功挡住了胡人追赶的脚步 离城门口越来越近了 借着火光 两人已经能看到城门的守卫 你还有铜油罐子吗 黑衣人问林一南 林一南 还有五个 五个够了 一会你来拉着马车缰绳 让我来扔 林一南没意见 将鱼下的铜油罐子递给她 接过缰绳 林一南稳稳地驾驶着马车 黑衣人把铜油罐子绑在腰间 踢着长剑 纵身跃下马车 冲向离得最近的胡人 她身上功夫了得 对着胡人一阵砍杀 硬生生为马车杀出来一条血路 越靠近城门 直守的胡人越多 渐渐地马车速度慢了下来 林一南见状不妙 连忙搭弓射杀远处冲上来的胡人 后面亦有不少胡人 朝着城门口跑来 黑衣人接连砍翻两个胡人 回头对林一南喊道 快走 不要停下来 让马儿冲出去 林一南收了弓箭 右手握紧缰绳 左手将马鞭往马背上狠狠一甩 马儿吃痛 甩开蹄子就朝城门口冲去 黑衣人飞山起 朝城门口的胡人 用力挥出一箭 胡人瞬间倒下一大片 只把林一南看得目瞪口呆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剑气 八匹汉鞋宝马 直接从倒下的胡人身上踏了过去 转眼间飞奔出了城 黑衣人也不练战 紧紧跟在马车后面 他将城门口两边 用来设置路障的四五个巨马 踢到城门正中间 解开腰上挂着的铜油 撒在巨马上面 又往两扇厚重的城门扔了两罐 看着快追出来的胡人 眸中一片冰冷 逃出火车子 吹燃扔了出去 轰城门口转瞬火光冲天 成功挡住了胡人追击的步伐 黑衣人回头看了眼 提气纵身朝马车消失的方向追去 林一南驾驶八匹马 跑了十里路便停下来 刚探出头去看黑衣人有没有跟上来 就见黑衣人提见到了马车前 后面情况怎么样 我在城门口放了把火 暂时阻挡了胡人的追击 黑衣人去解马匹的缰绳 接着又继续说道 估计阻挡不了多久 我们分开走 你带孩子上山 我店后引开胡人 好 车厢里听到二人对话的林一 一把抱住林一南 姐姐 我好怕 姐姐在这儿 别怕 林一南拉开她的手 轻松跳下马车 黑衣人拉过两匹马 这两匹马比较温顺 林一南把弓箭挂在背后 对着林一安道 来 姐姐抱你下车 车厢里有三个孩子健壮 十分乖巧地挪到车厢上 这三个孩子 林一南有印象 是同性族人的孩子 知道眼前黑衣猛脸人 是林一南的姐姐 孩子们撇着嘴 脸上惊魂未定 眼里蓄满泪水 一副想哭不敢哭的模样 纷纷喊道 阿南姐姐 阿南姐 阿南姐姐 两个八岁大的孩子 见林一南伸过来的手 张了张嘴 下意识想避开 十一半秒 果断扑进她怀里 阿南姐的怀里 满满的安全感 还有一个孩子 在车厢里埋头蜷缩着 林一南上去抱起她 可怜的孩子吓坏了 手脚挥舞 剃打着林一南 林一安在一旁着急道 鲁长青不准打我姐姐 别怕 姐姐带你走 林一南柔声道 听到她的话 孩子全身松懈下来 任由她抱着 经历了这样的事 孩子们多少受到 不同程度的惊吓 尤其是这个 跟林一安同岁 叫鲁长青的孩子 整个人都呆滞 喊她都没任何反应 黑衣人扫了眼几个孩子 对两个年纪较大的道 你们谁会骑马 林永志和林道卿 两人互看一眼 站出来小声道 我们在书院里学过 那你们两人 共同骑这批 黑衣人说着 将两个男孩抱上马背 孩子们在书院骑的 都是小马 第一次骑高头大马 害怕地扶在马背上 黑衣人见状 又跟他俩简单说了几句 骑马地注意事项 鲁长青像只八爪鱼 趴在林一南身上 死活不肯下地 林一南无奈 只得扯了根布条 把他背在身后 扶林一安上了马 他脚上踩着马鞍 一个借力翻身上马 动作如行云流水 干净利落 黑衣人伸出的手将在半空 他性性然收回手 转身从车厢里 拿出一个包袱 和两个水囊 这里面有些饼子 你带着路上吃 黑衣人做事十分妥贴 林一南也不矫情 伸手结果绑在身上 他朝黑衣人微微汗手 感谢英雄相助 山水有相逢 我们就此别过 黑金遮脸 黑衣人张了张嘴 把想说的话咽了回去 朝林一南拱了拱手 林一南一蹬马肚 调转马头 带着孩子朝山林而去 直到林一南他们的身影 消失在山林中 黑衣人心下暗叹 这女子武艺高强 一手弓箭 更是百发百中 且头脑冷静 形势果断 丝毫不输男子半分 看了眼城门方向 隐隐能听到马蹄声 他坐上马车 一仰马鞭 马车缓缓往前走着 林一南骑着马 从山林绕到李淑兰藏身的地方 李淑兰藏在荆棘丛里 听见游远寂静的马蹄声传来 握着匕首 吓得浑身发抖 林一南十分贴心 在离得不远的地方停下来 低声喊道 娘 我回来了 李淑兰一听是林一南的声音 顿时放下心中戒备 林一南从马背上下来 林一安也想跟着下马 被他一把摁住 待着别动 接了娘亲 咱们马上就走 挪开伪装的荆棘丛 李淑兰躬身从里面出来 娘 黑暗中 林一安一眼便到娘亲模糊的身影 激动地喊道 别出声 山下到处是胡人 林一南低声呵斥 把荆棘移回原位 李淑兰循着声音来到林一安身边 抱着他的腿 哭着压低声音道 儿 娘终于见到你了 娘 娘 林一安流着泪 哽咽道 爹爹被胡人杀了 李淑兰的头靠在儿子腿上 肩膀一耸一耸的 不敢哭出声 今日胡人屠城 他就已经想到 但亲耳听见儿子说 心存的那点侥幸也没了 林一南走过来 拉开李淑兰 伸手探了探他的额头 温度正常 没有发烧 娘 你过来坐另一匹马 林一南说着 拉着他 来到林永志和林道青坐的马跟前 两个孩子嘀嘀叫了声 沈子 李淑兰听声就知道是村里的孩子 忙道 乖 你们就跟着沈子和阿南姐离开这儿 林一南将他扶上马 李淑兰身上有孩伤 又对他叮嘱一番 这才翻身上了马 进入密林 渐渐远离城门 黑夜把天空和山林融为一体 伸手不见无止 除了身边刮过的杂草 发出的沙沙声 山林中一片寂静 李淑兰搂着前面的两个孩子 握紧缰绳 看着在前面带路的林一南 他轻声问道 阿南 我们直接去建城吗 林一南取下口罩 呼吸着森林的清新空气 原身跟随父亲哥哥 去过几次建城 脑子里回忆着去建城的路线 路过新城 我们先到新城休息一日 买些干粮再去建城 好 娘听你的 李淑兰明景纯 不再说话 林一南边赶路 边留意着四周的情况 夜渐渐深沉 马背上的几个孩子头 一点一点打起瞌睡 林一南背上的鲁长青也睡着了 只是时不时手脚抽搐几下 他眉头微皱 这孩子只怕是惊吓过度 也不知以后会如何 两匹汉鞋宝马很有灵性 沿着一条被人踩出来的小道 慢慢走着 九月的天山林路水中 赶了一夜的路 天微亮时 林一南找了块平坦的地方休息 林一南下马时 借着马匹的遮掩 从空间拿出李书兰塞给他的包裹 又找了张昨晚收脚的油布 用来铺在地上 他先将马背上的林一安抱下来 姐姐 林一安困得睁不开眼 看了眼林一南又安心睡去 林一南将他放在油布上 然后解下背着的鲁长青 他虽然力大 六岁的鲁长青也不胖 但背了一夜 肩膀已经勒出一条深深的红印子 李书兰坐在马背上 累得眼皮都快抬不起来 还要护着身前的两个孩子 将三人扶下马 两个孩子躺在油布上 倒头继续睡 李书兰见状 连忙从包袱里翻出几件外衣 盖在几个孩子身上 然后一屁股坐在地上 娘 吃个饼 林一南从黑衣人给的包袱里 拿出两个巴掌大的烧饼 递了个给他 你吃吧 娘不饿 哪怕身体十分疲累 但李书兰丝毫感觉不到饿 不饿也要吃 不然怎么有力气到建城找哥哥 林一南理解他的心情 但态度十分强硬 将饼子塞进他手里 自己拿起一个狼吞虎咽吃着 接连吃了三个 又灌入半壶水 林一南才觉得恢复了些力气 李书兰吃完了手上的饼 又从包袱里拿了一个出来接着吃 女儿说得对 她爹已经不在了 她还有三个孩子要 照顾 不能拖后腿 林一南站起来 拍拍身上的碎屑 把水囊递给他 娘 喝点水 你也躺下休息一下 我们半个时辰再出发 你去哪 我去周围看看 顺便牵马去喝点水 注意安全 别走远了 李书兰叮嘱道 说话的功夫 林一南牵着马已经走远 回头朝他挥挥了手 示意让他放心 林一南将马赶到西边 他爬上旁边的一棵大树 举目远眺 入目之处 郁郁葱葱 一座连着一座的大山 连绵起伏 没有想到 估计会在这大山之中迷路 哪怕山林茂密 眼间的林一南 还是在灌木丛生的山林中 找到有人走过的痕迹 根据泥地上的踩踏痕迹来看 从这里路过的人还不少 想来是避入山林的百姓 从空间拿出指南针 看了下方向 他们没走错 是往南的建成方向走 回到营地 李淑兰正搂着林一安打盹 拴好马 林一南也眯了一个小时 他是被刺眼的阳光照醒的 时间已经不早了 马在山林里走得慢 得抓紧时间赶路 他叫醒李淑兰和几个孩子 给每个孩子分了个饼子 趁收拾的时候 从空间拿了几颗药丸出来 娘 这是昨晚我在药铺找到的药 李淑兰听话接过 头一痒吃了下去 林一南又帮他伤口换了药 用干净布条 重新包扎起来 婶子 伤口还痛吗 林永志吃完饼子 跑过来看李淑兰包扎的伤口 皱起小脸问道 李淑兰摸摸他的头 已经不痛了 旁边的林道卿握紧小拳头 愤恨道 等我长大了 一定要将胡人赶出去 想起被杀的父亲 林一安的眼泪刷一下流了出来 我要替爹爹报仇 杀死那些可恶的胡人 他昂起小脸 一脸坚决 听到他们说胡人 鲁长青将手中的饼子 三下五除二塞进嘴里 蹬蹬跑过来抱住林一南 把头埋在他怀里 浑身瑟瑟发抖 口中如小兽般 发出嘀吼着 四个孩子望向鲁长青的眼神 满是怜悯与不忍 几个孩子里 就林永志和林道卿最大 林一南疑惑地看二人 林道卿是个小机灵 凑过来在他耳边低声道 长青的大哥哥 在书院被胡人杀死了 昨天在府衙 胡人本来要杀他的 但他双胞胎哥哥站了出来 顶替他被胡人杀了 听了他的话 林一南知道 这孩子亲眼看见两个哥哥被杀 阿南东西都收拾好了 现在就走吗 林一南点点头 虽然昨晚走了一夜 但速度慢 实际也没走出多远 万一胡人追上来 就麻烦了 这里老的老 小的小 马上走 鲁长青的问题 只能等安定下来再看 路上也说不定会遇上 他逃出来的家人 他扶着他们陆续上马 最后将鲁长青绑在后背 翻身上马 沿着被人踩出来的那条小道 再次出发 一行人在坐在马背上 穿行在山林中 虽然走得慢 但总比孩子们下地自己走要快 这日下的山林并不晒 因此 林一南连中午也没停下来休息 而是继续赶路 他们一直不停地走着 也不知道走了多久 直到太阳西斜 林一南才找了个 地势平坦的地方停下来 这里的不远处 有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溪流 林一南例行对四周检查了下 四周没有人的行动痕迹 溪水边更是没发现 大型野兽的踪迹 这地方很安全 今晚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 几人的晚饭 照样是黑衣人给的饼子 李树兰细心地用个小桃罐装了水 放在火堆上烧开给大家喝 坐在马上赶了一天的路 身体上的疲累 让孩子们暂时忘却了 胡人带来的伤害 他们坐在游布上 啃着手上的饼子 小声说着话 林一南竖起耳朵静静地听着 只是聊着聊着 氛围逐渐低迷起来 这饼子好干 咬得我牙好嘞 我好想我阿奶做大鸡腿 也不知我爹娘和姐姐们 逃出来没有 村子离书院不远 胡人打进书院前 肯定先拖了村子 林自治已经能分清 村子和书院之间的大概距离 林一南最喜欢叔叔家的哥哥 那我叔叔和婶婶 还有哥哥姐姐他们 会不会已经被胡人杀了 那我爹娘和哥哥岂不是 林道亲说着 哇哇哭了起来 他一哭 林家村的三个孩子 也跟着嚎啕大哭 李树兰心里更是难过 低下头暗自捶泪 林一南朝天翻了个白眼 自从穿过来 他不是在救人 就是在安慰人 他只能打起精神 耐心说道 你们发现没有 我们今天走的路 是有人走过 林永志是族长曾孙 在几个孩子中 性格最为沉稳 他抹了把脸 眼中还挂着 晶莹剔透的泪珠 阿南姐 你是说我太爷和家人 都还活着 林一南汉手 对 我仔细看过了 地上有许多人走过的脚印 说不定就是咱们村的人 太好了 我们爹娘没死 快吃 吃了早些休息 我们明天还要赶路 走得快 说不定就能很快 见到家里人了 李树兰说着边 将滩凉的水 连干硬的饼子都啃得津津有味 林一南看了眼 坐在旁边的鲁长青 他专心的小口啃着手中的饼 对他们的对话 充耳未闻 临睡前 林一南在营地四周 放了几个红外线感应器 如果有人或者动物闯入 他也能第一时间发现 野外露营 晚上他也不敢睡死 时刻听着周围的动静 时不时还要起来给火堆加柴 这是沙丧尸多年 练出来的警觉性 自父母死后 快有十年了吧 晚上再没睡过一个完整的觉 第二天 他们来说是好事 在山林中行走 最怕的是遇到下雨天 今天照样在山林里行走了一天 只有中午稍微停下休息了半个时辰 傍晚夕阳快下山时 林一南寻找过夜的平坦地方时 在山林低洼处的盆地 发现正在争吵的一伙人 争吵的声音远远传来 听声音人数还不少 阿南 我们是不是闯进土匪窝了 李淑兰早些年就听说 山上有土匪 难道被他们遇上了 娘 你们待在这里 我去看看 林一南翻身下马 让李淑兰看着几个孩子 发现不对 立马掉头就走 迪有未明 不敢赫然现身 他拔开草丛 朝争吵声望去 突然 林一南在人群中 看到两张熟悉的脸孔 原生的奶奶和叔叔 而围着的 都是林家村村民 盆地里足有三百多人 看来 在胡人杀来前 村民全逃上山林 李淑兰见他这么快折返回 担忧地问道 阿南 是土匪吗 娘 是村里的人 我看见阿奶和小叔他们了 听了他的话 四个孩子欣喜不已 真的 我就说 爹娘不会死的 林一南牵过两匹马的缰绳 从树林里出来 立马就有眼见的村民 看到了他们 洪达 你儿子回来了 林洪达和黎氏 呆呆地坐在地上 沉浸在失去儿子的悲伤中 对村民的话 充耳不闻 陪伴在旁的三个女儿 顺着村民的话 抬眼望去 一眼就见自家弟弟 坐在一匹高头大马上 在两个妹妹 还未反应过来时 排行第三的林双灵 站起身 朝林昌盛跑去 马上的林昌盛见三姐发疯般 朝自己跑来 撕心裂肺地嚎道 三姐 爹 娘 似女儿林双玉 扯了扯离式衣袖 娘 弟弟真的回来了 夫妻俩也听到了林昌盛的哭嚎声 顺着林双玉 指的方向望去 就见林双灵 已经把儿子抱在怀中 是他们的儿子回来了 两人手脚并用 从地上爬起来 朝林一南他们所在的方向跑去 村民们听到林昌盛的嚎叫 纷纷转过头望去 见到自家孩子的人家顿时欣喜若狂 心啊干啊地 抱着自家孩子嚎啕大哭 哭着哭着就笑了 眼泪鼻涕糊了一脸 老天长眼 终时给我们老林家留后 李沈放开林昌盛 扑通跪在地上 怦怦地对着天科起头 林一南扶着自家娘小心 从马上下来 叔叔扶着奶奶 赵氏和婶婶 几个兄弟姐妹们 跟着人群跑了过来 赵氏抱住林一安 老泪纵横道 奶奶的乖孙 奶奶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们了 大嫂 林硕和媳妇张玉花 带着几个孩子 与李淑兰和林一南打过招呼 细心的张氏见李淑兰脸色苍白 忙上前一步扶住她 大嫂你怎么了 见到最亲的家人 想起被胡人杀死的丈夫 李淑兰眼泪掉个不停 神神 我娘受伤了 林一南道 张氏错愕 上下打量着李淑兰 伤哪了 赵氏一听李淑兰受了伤 松开林一安 满是皱纹的脸上 全是担忧 李淑兰几次想说话 哽咽地说不出来 林一南便说道 大家都想趁着天位亮 悄悄出城 结果胡人早已守在城墙上 朝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射箭 我娘肩膀中了一箭 家里的下人也被射死了 那你们是怎么出来的 林一南将李淑兰中箭后 两人东躲西藏 后来怎么跟随商人的出城 又怎么折回去救林一安的事 简单跟大家说了下 那商人真是人意 赵氏抹泪说道 那商人人不人意他不知道 但绝非老实之辈 林一南在心里匪复 李淑兰 我儿子呢 一名劈头散发的妇人冲上来 想要去扯李淑兰的衣服 被林一南挡住 抓不到李淑兰 妇人撞入风颠指着李淑兰 李直气壮地说 你怎么不把我儿子救出来 林一南气笑了 一把将他推开护着李淑兰 冷冷道 有本事你自己回去救 阿南 我们两家人过去是有些误会 但这不能成为 你对我弟弟见死不救的理由 林秋桃从人群中走出来 连忙伸手扶住自己母亲 声泪俱下地 开始指责起林一南 林一南冷眼看着这个 茶里茶气的女孩 在脑海中努力翻找着 关于这白莲花的记忆 林秋桃 今年十五岁 跟他同村 至于他所说的误会 实则是余肃秦自己一厢情愿的单相思 自己父母跟他们家根本没有交集 林秋桃的母亲余肃秦 喜欢自己父亲林征 自小就做着长大 要嫁给真哥哥的美梦 谁知道头来 真的只是一场梦 舔狗舔狗 舔到最后一无所有 说的就是余肃秦 林征十八岁考取举人后 转身便娶了启蒙恩师的女儿 余肃秦自此怀恨在心 后来由家人安排 嫁给林家村 事事干不过林征 运气有点差的 千年老二林博人为妻 婚后同样生了两子三女 大儿子林昭辉 和原生哥哥林一恒 一起在建成书院念书 二女儿林秋桃跟林一男同岁 受其母影响 凡是喜欢与他比输赢 争高低 三女儿林东梅 小女儿林春芳 小儿子林朝明 与弟弟林一安同岁 在清廉书院读书 想到这里 林一男翻了个白眼 冷哼一声 我们家与你们并无交集 何来都误会 不要随便把屎盆子 往我家头上扣 林秋桃背对得哑口无言 赵氏催了一口 接着补刀 于肃琴 你倒是当着大家伙的面 说说咱们两家有什么误会 于肃琴脸色煞白 赵氏又接着道 无非就是你这个小娼妇 年轻的时候 看上了我家林争 可惜啊 我家林争看不上你 你不死心 居然死皮赖脸 嫁到林家村来 你公婆也是猪油蒙了心 娶了你这么个糟心玩意儿 由那八卦妇人 窃窃私语起来 难怪林争回来她 总是打扮得花枝招展 一天到晚从村头走到村尾 原来是这样 是啊 是啊 我也见过几回 林秋桃见话题被赵氏扯远 眨巴着一双无辜的大眼睛 指着鲁长青道 阿南功夫那么好 连其他孩子都救了 为什么只救回村里三个孩子 对我弟弟和村里其他孩子 却能见死不救 林亦南刚要开口 奶奶赵氏挡在他面前 怎爹 我孙女功夫好 就必须要救你弟弟 救所有人 于肃琴不甘心 忙跳出来指责 大家都是一个村的 为什么不救 他这样做 简直是太冷血了 林亦南的白眼 都快翻聊到天上去了 像看跳梁小丑般 看着对母女在那里蹦跋 他婶子 我们也是九死一生 才从城里逃出来的 李书兰在旁试图辩解 村民们听到这边的争吵 渐渐围了过来 林秋桃见村民都被吸引了过来 眼神怨毒 恨不能将林亦南千刀万剐 林亦南你就是见死不救 林家村几乎人人十字 青莲书院 是林家村人组上创办的 树修便宜 除了林家村外 城内外及周边村子的许多孩子 都被送去那里启蒙读书 村民围了过来 开始对着林亦南指指点点 有妇人哭嚎着 你为什么不救我儿子 组长抱着回来的曾孙哭了一场 听到这边动静越闹越大 和村长两拨开人群 多围在这里怎么回事 于素琴母女一唱一和 抹泪将林亦南故意丢下他儿子 和村里其他孩子不救的事 添油加醋说了遍 有些村民们满脸愤慨 捏紧拳头 恨不能上前将林亦南狠狠打一顿 族长的曾孙 就是林亦南就回来的 他自然不信 村人也是不信的 他看向林亦南 阿南 你说说具体是怎么回事 我说再多 别人也不信 何必浪费口水 你们去问问那三个孩子就知道了 林亦南淡淡道 他和家人住在城里 自然没有于素琴一家 跟村里人熟 人群外的林道卿被母亲抱着 听到救他阿南姐姐被污蔑 小脸气鼓鼓的 他挣脱母亲的怀抱 灵活地从人群中钻进来 站在村长面 脆声声道 胡人将我们几个 绑至府衙后院 说要将我们几个年纪小的 献给他们将军吃 阿南姐姐来之前 胡人就将林朝明和鲁长生两个杀了 长青在门缝里 看到胡人砍下自己哥哥的头颅 才被吓傻的 随后 林道卿口齿伶俐地跟村民说了 他们是怎样被林亦南救出来 怎样逃上山的 真相大白 于素琴难看地跌坐在地上 俯着脸呜呜地哭了起来 村民纷纷围着林道卿 打探书院的情况 当再次回想起 书院如同人间炼狱般的场景 纵使胆子再大 林道卿依旧 吓得脸色煞白 指南南道 血 好多好多的血 所有人都死了 说完弯腰呕吐起来 母亲范氏见林道卿这轻 一把将众人推开 问什么问 没看见我儿子都吓成这样了吗 你们想知道 自己回去看好了 组长和村长拾去地朝村民挥手 都散了吧 天快黑了 该干嘛干嘛去 林一南牵着两匹马和鲁长青 李树兰母子去了林朔 自己搭的简易帐篷 婶婶张氏和堂妹 已经将晚饭做好了 一锅还算浓稠的野菜肃米糊糊 林一南将马在旁边树下绑好 背着弓箭拎着两个大包袱 牵着鲁长青向帐篷走去 张氏给他们四人 装了满满一大碗的野菜 自己则是小半碗 鲁长青和林一安接过碗 乖巧地坐在游布上 大口吃起来 娘 你这是 李树兰看着自己的碗 又看了看赵氏手里的小半碗野菜糊糊 忙将碗推到她跟前 娘是长辈 只吃小碗怎么行 她有些难为情 赵氏把碗推回去 你受伤了 又赶了几天路 多吃点 阿奶 你吃我的吧 我吃不了这么多 婆媳俩来回推剧 林一南干脆将碗里的野菜糊糊 倒了一半过去赵氏碗里 粮食她空间里多的是 只是不能就这么凭空拿出来 不然他们会把她当成妖怪 她少吃点 回头自己悄悄加餐 赵氏只顾着房里书栏 没防她 看着碗里满满的野菜糊糊 她洋装生气道 你还在长身体 该是要多吃点 林一南拎起不剩不少饼子的包袱 递到沈沈张氏手里 沈沈 这是我进城时找到的几个饼子 你拿去分给堂哥他们吃吧 张氏拿着包袱 望了眼丈夫 又看向婆婆赵氏 她不是那种眼皮子浅的人 大嫂家的东西 有婆婆在 她可不敢擅自做主 赵氏扫了眼他们的包袱 果断拒绝道 拿回去 你们出来 身上什么都没带 只有这点饺子 自己留着吃吧 张氏听话地 将包袱递回给林一南 林一南没接 阿乃 我们是一家人 这点胡胡叔叔 和堂哥他们 根本吃不饱 只有他们吃饱了 才能护着大家 安全走出山林 林一南说的话很有道理 每天要赶那么长时间的路 不吃饱 根本走不动 赵氏抿着嘴不说话 张氏知道 婆婆这是默许了 打开包袱 给美人分了个饼子 自己撕了半个 那半个塞回包袱里 林一南两口 喝完碗里的糊糊 放下碗 他凑到赵氏身边 阿乃 我刚来时 就听到村里人为啥争吵呀 从刚才对付于肃秦母女 林一南知道 原生这个奶奶 是个性格颇辣护短的人 再结合原主记忆 赵氏年轻时 在大户人家做过丫鬟 攒下银钱到年龄后 就为自己赎了身 归家后 嫁给受伤退伍的爷爷 林雄为妻 去家搬去南方 至此失去联络 小女儿十三岁时 生病夭折 赵氏叹了口气 还不是为了口吃的 林家村的人条件不差 自收到胡人打来的消息后 大家只收拾了简单的行李 便匆匆逃上山 地里的庄稼 和家里地窖藏的粮食 也没来得及拿 大部分人家今早就断粮了 刚才争吵 是想偷偷回去拿粮食 赵氏没说 林一南也看得出来 叔叔家五个孩子 一共八口人 怕也是快断粮了 你叔婶和堂哥是同意 回去拿粮食的 那胡人不止杀人 他们还会吃人肉 万一真遇上 那是有去无回的 我是不同意的 想起在书院被杀的大 赵氏又抹起了眼泪 林一南看着蹲在地上 愁眉苦脸的叔叔 将看到胡人 拉粮食进城的事 跟他说了 然后粮食 又被他全收进空间 这个他没说 叔 回去太危险了 他和黑衣人出城 闹得动静太大 说不定后面山里就有胡人 林一南扫了眼茂密的山林 继续道 况且山林里不缺吃的 再怎么也饿不死 林硕沉思半上 也觉得他说的有道理 站起身 把手中舔得干干净净的碗 递给张氏 我去跟族长和村长商量一下 李淑兰和张氏 照示婆媳三人 靠在一起低声说话 看三个女人 悄悄抹泪的样子 林一南就知道他们 肯定是在聊父亲的事 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来 盆地里每家人休息的地方 都燃起一个火堆 赶了一天的路 吃完饭 林一安就和鲁长青 就在帐篷里躺下睡着了 人多鲁长青 没像前两天那样黏着他了 林一南拿上弓箭 他去森林里看看 阿南姐 你去哪里 林一荣洗碗碗回来 见林一南要出去 忙问道 她是叔叔家排行第三的女儿 今年十二岁 她上面还有两个哥哥 林一荣捧着一个木盆 火光在她脸上 照出大片红韵 我在周围转转 很快回来 说吧越过她大步 朝树林里走去 林一荣挠了挠头 她怎么感觉 唐姐好像变了 对她和哥哥都淡淡的 也许是大伯的死 对她打击太大 林一南并没有走远 在周围转了圈 她就猎了两只野兔 和三只野鸡 还给自己偷偷开了个小灶 吃了在平城收脚来的两个饼子 路过两匹拴着绳的马 就见大他一岁的唐哥林一张 带着十四岁的堂弟林一松 打着火把拿草在喂马 两人见他手上拎着的兔子野鸡 眼睛瞪得大大的 阿南 这些都是你打的吗 林一张咽了口唾沫 嗯 回头让婶婶考了 回到营地 林硕已经回来 她接过林一南手中的兔子野鸡 见每只都被剑射中脑袋 一剑毙命 又拿在手里颠了颠 估摸着有四五金 阿南 你剑术真好 赵氏却盯着林一南手上的弓箭 阿南 你哪来的弓箭 哦 我在城里从胡人手上抢的 叔 组长和村长他们怎么说 林一南扬了扬手上的弓箭 顺带着把话题转移了 这把弓箭其实是他空间带过来的 箭矢才是在城里捡胡人的 组长和村长将每家男人召集起来开了个会 大家伙商量后决定不回去搬粮 况且明天下午就能到达新城 大家到时可以进新城买粮 时间还不算太晚 赵氏拿了一只兔子和一只鸡 让张氏去收拾 一会儿煮了给大家加餐 一家人围在火堆边上坐着 又聊了回天 张氏用白天采的野菜跟野鸡熬了一锅汤 大家各喝了一碗 便去睡下 新城 冰曹福 黄桂昌喝了口酒 满是横弱的脸上堆起笑 知府大人也是奉大魏之命 怕胡人混在逃难百姓中 这才让我等不敢开城门放百姓进城的 他放下酒杯又接着道 听云小将军这样一说 我明天就奏明上报 到时辰内开仓入粮 为逃难百姓设立周棚 黄大人声名大义 小子佩服 来 来 喝酒 云末端起酒杯 仰头一饮而尽 黄桂昌眼尾余光扫光过 见他脸颊微红 已有些许醉意 嘴角不自觉地上扬 燕门关破 胡人连途三城 眼下又在平城烧杀抢掠 新城只是个小小县城 兵力有限 一没经过正规训练 二没上过战场 要是胡人打来 只怕会毫无还手之力 黄桂昌斟着开口道 听到燕门关 云末眼眸闪过一抹痛色 随即大手一挥 黄大人要是用得上我的地方 尽管开口 黄桂昌老谋深算地眯起眼睛 试探道 我听闻云家 有至五百人的暗卫 他们训练有素 能以一抵十 云末心中一紧 脸上依旧不动声色 黄桂昌这老贼 果然醉翁之意不在酒 坊间传闻不尽详识 云家确实养了五百人 但那些全是死死去将士们的遗孤 他们无处可强投马上 云家替皇上分忧 将他们养大 交给他们一些防身技能罢了 云末正色道 黄桂昌看着他一本正经胡说八道 冷笑道 既然贤侄不肯交出云家私兵令牌 休怪我不客气 说吧 他将手中背 狠狠往地上一摔 云末站起身 脑袋忽然感到一阵眩晕 意识到什么 指着黄桂昌咬牙切齿道 黄桂昌 你太卑鄙无耻了 此时 门外涌进来五六个手持刀剑的手下 直直朝他扑来 云末连忙抽出腰间长剑 与对方缠斗起来 他自幼习武 很快砍死砍伤两人 怕死的黄桂昌躲在一边高喊 拿下他 赏金五十 拿下云家小子 生死不论 他早已打探清楚 号令那五百暗卫的令牌 就在云末身上 守在屋子外的人 剑里面的人不敌 又陆续十来几人 身上慢慢开始燥热起来 体力也在快速消耗 云末暗倒不好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他眼尾余光 扫向黄桂昌躲藏的角落 手上剑锋一扫 运气飞身而起 袖中甩出两枚暗器 直接朝黄桂门面刺去 大人 手下大惊 顿时阵脚大乱 纷纷去挡射向黄桂昌的暗器 就是现在 云末看准时机 朝着另一处窗子 飞身而出 黄桂昌捂着受伤的手臂 愤恨道 给你追 他中了迷药 跑不远 手下领命而去 差点与门外狂奔跑来的黄音音撞道 爹 你手怎么了 没事 擦破点皮 音音 你来这里做什么 黄桂昌抬了抬手 看着满地狼藉 黄音音一脸疑惑 云哥哥呢 让他给跑了 跑了 黄音音看见云末位置上喝空的酒壶 一跺脚 转身跑了出去 一日天未亮 林一南就被早早起来 收拾得村民吵醒 奶奶肇事坐在地上收拾 张氏带着林一荣 已经在煮早饭 用昨晚林一南 昨晚裂的两只野鸡 熬上一锅浓稠的苏米野菜粥 这会儿香气肆意 引得旁边村民纷纷探头 吃过早饭 天色微亮 村民们昨晚得知 今天午时就会到达新城 眼里看到希望 走起路来 也比前两日快了不少 九月的天 依旧烈日当空 走了近两个石身山路 林一南他们 终于来到了关道上 这条是直达新城的路 关道两旁的草木 被砍得光秃秃的 泥路上满是人们走过的脚印 林一南扫了眼周围的情况 心里隐隐有不好的预感 又走了半个时辰 远远便能看到 新城高耸的城墙 城门口聚集了乌泱泱的人群 好多人 城门还没开吗 已经五十了 为什么还不开城门 村民见状议论纷纷 村长连忙点了几个脑子灵活 嘴皮子利索的年轻后生 去打探情况 林一南心里暗自感到不妙 城门口这么多人滞留 只怕要进城南了 很快 去打探消息的人回来说 新城五天前就关闭了城门 守城将士怕逃难的百姓中 混入胡人探子 规定新城只出不进 村民们一听就急了 特别是家里已经断粮的 他们就指望着 能进新城买点粮 是在这里继续等吗 有那冲动不怕死的 城门口这么多百姓 我们一起冲进去 对 人这么多 官兵总不能把我们全杀了吧 不行 万一当官的 给我们安个叛贼的罪名 把我们杀了就杀了 我们能怎么办 这人经常在外行走 是有点见识的 这不行 那不行 我家已经没粮了 难道一家老小要饿死吗 我家也没粮了 昨天就吃了一天野菜 现在饿得两眼发昏 人群中的气氛 很是低沉压抑 要不 我们找守城官兵商量商量 看能不能让我们进去几个人 买了粮 我们就出来 也有人认真建议 对 大家一起出点钳子 给那守城的 大家围着族长和村长 出言献策 林一南边听着村民的话 边观察城门口滞留的百姓 他们一个个灰头土脸 嘴唇干裂 看样子是在这里守了好几天 他眼神锐利 很快看到人群中有急火人 有些人眼神不善地打量着城门 有些则是在打量周围的百姓 就这短短一会功夫 林家村的人就被两三伙人不怀好意盯上 最后他们的目光 停留在村里人手中牵着的牛羊 以及他那两匹标肥体壮的马身上 嘴角就差流出口水了 饥饿使人丧失理智 他看过太多 饿起来连人也吃的 更何况是两匹马 不行 不能留在这里 必须马上走 村长他们正在逐家收集银子 准备买通守城将士进城 林一南拨开人群走进去打断他们 叔 村长 我们被人盯上了 接着 他将刚才观察到的情况告诉他们 村里几个汉子不动声色地望去 皆是大吃一惊 村长 阿南说得对 好几拨人在盯着我们 组长当机立断 通知所有人 我们马上离开这儿 组长 我们去哪儿 组长挠了挠头 林一南抢先开口道 上山 我们穿过山林区建城 阿南 官路好走 我们为什么不走官道 林硕充分发挥不懂就问的精神 林一南耐着性子回答 官道太多人 如果发生什么事 村里人容易被冲散 大家都没量了 进山林也容易找到吃的 有心思灵活的村民立即想到 我们人多 走山林 他们不敢跟上来 走 村长一声令下 村民们脚步飞快 朝建城方向的山林奔去 林一南回头看了眼 有十几人远远跟在林家村身后 一会上了山 再来解决他们 敢打他马的主意 就得付出代价 他边走 边采集用得上的植物 放在木碗里捣碎 涂抹在两匹马身上 照是搂着五岁的林一春 坐在马背 见林一南拿药汁 把马抹得花花绿绿的 忍住不皱眉道 阿南 好好的马干嘛抹成这样 老太太精明 在城门口肯定察觉到什么 林一南凑近两步 阿乃 这两匹是汉邪宝马 在众多牲畜中太打眼了 咱们被人盯上了 老太太立马想到 林一南没说话 算是默认 老太太想着 回头休息的时候 她也去扯些上色的草 再给马抹多点 林家村的人很快进入密林 而城门口盯着他们的流明 远远跟在后面 林一南抬眼望去 顿时记上心来 她悄悄往后挪 眼尖的李淑兰年 见她落后几步 急忙道 阿南 你是不是累了 说吧就要挣扎着从马上下来 林一南伸手拉住她 娘 我想去方便一下 我陪你去 荒山野岭的 路上大小姑娘 方便都是几人结伴一起 或让自家兄弟帮忙守着 好有个照应 不用了 我很快就回来 别担心 我带了弓箭 林一南指着背上 跨着弓箭道 转身进入密林 上一世的林一南 单打独斗惯了 哪怕是小组任务 她也喜欢一个人行动 林秋桃走在前面 眼光总是有意无意地 看向林一南 见她独自离队 眸光微闪 低声在余速晴 耳中边低语 然后 朝队伍后面走去 在一棵大树后面 引住身形 林家村人渐渐走远 林一南瞥了眼 林秋桃藏身的大树 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她从箭筒拿出箭矢 拉弓搭好弦 瞄准握刀 追来的十二个流明 距离近了 她连续射出三支箭 箭矢扎入身体 发出扑扑声 林一南箭无须发 一人被射穿喉咙 嘴里发出呵呵的声音 倒地抽搐起来 另一人眉心中箭 眼睛瞪得大大的 直挺挺倒地上 死不瞑目 最后一个胸口中箭 张大嘴巴 血沫子不断从口中流出 其余人被突如其来的袭击 乱了阵脚 鬼哭狼嚎般掉头就跑 林一南收起弓箭 箭人走远 从躲藏的密林中出来 神色自若地将箭矢 从尸体上拔出来 在他们的衣服上擦了擦 放入箭筒 随后蹲下身 又在三人身上 摸出几个钱包 用手颠了颠 有点分量 银钱不少 这些流明身着粗不麻衣 不像有钱人 估计也是从别人那里 抢夺而来的 收好钱袋 他转身朝林秋桃 藏身之处走去 看够了 出来 刚才林一南杀人 不眨眼那一幕 林秋桃看得清清楚楚 差点惊叫出声 死死用手捂住嘴 吓得瑟瑟发抖的林秋桃 一抬眼就见林一南站在面前 正似笑非笑地看着自己 那笑容就像来自地狱的恶魔 林秋桃疏地站起身 手指颤抖地指着他 你杀人了 对啊 怎么办 我要不要连你也想杀灭口 说着 林一南用匕首在他胸口来回笔画 从这里扎进去直达心脏 我保证 不会让你受太多痛苦 而且死得快 林秋桃本就惨白的脸 更加白了 惊恐地瞪大眼睛 两久才发出啊 得一声惨叫 转身就跑 一番恐吓 林一南只希望这对母女 别再整出什么幺蛾子 他快不回到自家队伍里 李淑兰见他毫发无损 才放下心来 林家村人又继续赶了 进一个时辰的路 村长派村里年轻人去后面查看 发现那伙人没跟来 于是找了块平整的地方 才让大家停下来休息 村长让我们在这里休息 半个时辰再出发 林硕回来传达村长的意思 老太太开始有条不紊地安排烧火 打水 挖野菜等工作 林一南背了个贝楼 跟着张氏去挖野菜 林一安和鲁长青 形影不离地跟在身边 还有二堂弟林林一松 和堂妹林一荣 九月的山林 仍长着许多野菜 没一会 每个人就挖了半贝楼 大堂哥林一张 来喊众人回去吃饭 大家才恋恋不舍地离开 回去时 路过林秋桃 他们家休息的地方 林秋桃远远看见林一南 如惊弓之鸟般躲开 于肃琴不知道自家女儿经历的事 他怨毒的目光 一直追随着林一安 自己的儿子死了 李淑然的儿子 凭什么还活得好好的 他恨 恨得咬牙切齿 林一南背后 像是长了双眼睛 快速回头 将于肃琴眼中的怨毒之色 看在眼里 他眸光一冷 浑身立刻释放出 骇人的肃杀之气 林秋桃一抬眼 就被这股气势 吓得大气都不敢喘 急忙去拉于肃琴的手 做死啊 你干什么拉我 于肃琴火气震望 一把将他的手甩开 林秋桃低声道 娘 快别看了 林一南就是个杀人 不眨眼的恶魔 你见过 瞥见林一南已经走远 林秋桃拍着胸口 将上山时 林一南杀人的事 原原本本告诉他 真这么厉害 于肃琴打死都不幸 一个十五岁的丫头骗子 不过学了些拳脚功夫 就能轻松 将三个流民射杀 娘 女儿还能骗你不成 林秋桃想起 胸口被匕首抵着 恼怒道 于肃琴看他气急 又见一旁呆愣着的二女儿 生气上前在他手臂上 狠狠扭了下 愣着干嘛 还不赶紧去多挖点野菜回来 十三岁的林冬梅色缩着 带着哭腔道 我刚挖回来一贝勒 还要挖 不挖吃什么 那贝勒能吃多久 死丫头 我看你就是找借口想偷了 于肃琴说着 又要去拧林冬梅的手臂 林冬梅连忙避开 扯着一个空贝勒 就钻进草丛 娘 我这就去 负责烧火的九岁林春芳 趁着母亲和姐姐们说话的功夫 偷偷将包袱里的一个野菜团子 塞进嘴巴 然后装作若无其事的低下头 继续烧火 休息时间只有半个时辰 林一南吃了老太太 给了两个野菜团子 在树荫下一躺 闭上眼睡了过去 倒下秒睡的能力 是他在末世养成的 那时只要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不用躺下 他站着就能睡 李淑兰看着疲惫不堪的女儿 心疼不已 这一路上 全靠他支撑着自己走到现在 中午猛烈的阳光透过树叶缝隙 洒在他白皙圆润的脸上 旁边是同样睡得香甜的林一安和鲁长青 知了在树上过躁地叫着 李淑兰拿着片巴掌大的树叶 替他们扇风 驱赶蚊虫 没过多久 村长就敲着铜锣 喊出发了 林家村人爬起来 继续赶路 深时 村长便找了个有水源的地方 让队伍停下来 准备让大家再次休息过夜 这里已经远离新城 又处在深山老林 只需提防着点大型的野兽 总比在难民扎堆的地方要好 一停下 村民们便四散去找吃的 说服两个小豆丁晚上吃烤肉 他们才撅着嘴跟老太太待待在营地里 林一南背着弓箭 朝着无人的深山老林走去 抬头看了夏天 现在是下午四五点的样子 太阳还没下山 他路过一片灌木林 这些地方有丰富的植被和开阔的环境 是野猪最喜欢活动的地方 林一南很快发现有野猪活动过的痕迹 地上有凌乱的脚印 四周还散落着不少的排泄物 看样子 是野猪没错了 林一南寻着野猪的痕迹 追踪来到一处山洞 山洞很大 里面黑漆漆一片看不清里面的情况 隐隐有凉风从里面吹出来 看来这个山洞连接着山的另一边 野猪窝说不定就在山洞的另一头 他决定静动查看 将弓箭收进空间 林一南握着匕首 小心地走进山洞 这个山洞很长 随着越走越深 洞里光线越暗 最后伸手不见五指 洞口只剩一个亮点 十几年来的末世生活 林一南对危险的感知能力 异于常人 心中没来由的一景 洞内似有一双猎物的眼睛 此刻正躲在暗处盯着自己 他浑身紧绷 手上握着匕首 警惕地用耳朵听着四周动静 准备伺机而动 林一南敏锐的无感 已经察觉到洞内气流的变化 正准备挥出匕首 突然 脖子后面传来一阵痛楚 马德 他被偷袭了 随后两眼一黑 陷入昏迷前 林一南在想 他是夜路走多了 终于遇到鬼了吗 林一南做了个很长的梦 在梦里 现代的丧尸 神奇地追到这个时代来了 他骑在汗邪宝马上一路狂奔 他被马颠下去 他伏地身体 紧紧抱着马 整个人被颠得七昏八速的 大腿跟被磨得生疼 也不敢停下 茫茫四眼 他与身下的马相依为命 不知跑了多久 马急促地呼吸 一直在耳边响着 跑累的马终于停了下来 躺在柔软的草地上 他也累得手指头都抬不起来 眼皮重得 恨不能马上睡死过去 不对 他是来打野猪的 突然 林一南一个机灵 瞬间清醒过来 身体好像是支离破碎了一般 全身都在叫嚣着很痛 林一南只思考了十秒 便缓缓坐起来 这一动身上更疼了 尤其是大腿 一阵阵的疼 四周漆黑一片 他还是在昏迷前的洞里 身上的疼痛 意味着他被人呐啥了 竖起耳朵听了下动静 周围寂静无声 很显然 施暴者已经离开了 他从空间拿出手电筒 找到被压得皱巴巴的衣服 抖开衣服 胸口处湿了一大片 混合着难闻的血腥气味 扑面而来 林一南把衣服也丢进空间 又从空间拿了件 干净的衣服和镜子出来 从镜子里看到 脖子往下 变身红印子 有些已经发青瘀子 胸口位置最是严重 林一南忍不住口吐芬芳 咬牙切齿 要是让他找到那个 定要将他作案工具 切了喂野狗 然后再将他碎尸万段 收回镜子 他穿上一件利领的衣服 把脖子上的痕迹遮挡住 空间有许多 这样的款式 简单的长袖黑衣裤子 这些都是在末世 他利用空余时间自己做的 艰难地站起身 就看到在他刚才 躺过的石头缝隙里 有个散发着 银润光泽的玉佩 林一南捡起来细看 玉佩有他半个巴掌大 上面纹路细腻地雕刻着祥云 中间是个虎头 他不懂玉 但看这块玉佩质地不错 看来是那人遗漏的 林一南眯起眸子 下一刻将玉佩扔进空间 真操不能当饭吃 莫是用身体换口吃的大有人在 更何况 现在胡人直接把人当粮食吃 在现代他有过喜欢的人 爱人间亲密的事 自然人也做过 只是后来那人出任务死了 他就再没遇到过喜欢的 林一南没有难过 事已至此 他能有什么办法 只是有些懊恼 在毫无还手之力下 被人欺负了 捡起被扔到一边的匕首 头也不回地出了山洞 时间已经不早了 再不回去 李淑兰和老太太要担心了 如果发现野猪踪迹的灌木灵石 赫然发现两只大野猪 带着四只野猪仔 哼记哼记地刨着树根 林一南骤然怒火中烧 都是这该死的畜生 害他在阴沟里翻了船 拿出弓箭 为求一箭弊命 他搭上现代特制的箭头 愤怒之火搭载着箭矢 朝野猪射去 数十发箭矢 飞快射向野猪 渐渐命中要害 其中一头野猪比较顽强 被射成刺猬 还跑来老远才倒下 林一南把一头大野猪 和四头小野猪扔进空间 扛起另一头野猪 便回了营地 虽有些损失 但也不至于空手而回 落日余晖将他的影子 拉得很长行 山洞外 当云墨再次回到山洞时 里面的人早已不在 庆幸的是 他留下的玉佩被拿走了 望着郁郁葱葱的森林 他有些怅然若失 黑暗中虽不能看清对方的脸 但那肌肤细腻的触感 却深深烙印在脑子里 看向自己染满鲜血的手 指尖微动 他将手狠狠在衣服上擦着 不忍心触碰过那美好的手 沾上这乌糟的血 当他清醒过来时 听到山洞外有人来了 顾不得许多 云墨匆忙套上衣服 只留下一块玉佩 他便出了山洞 出去他才发现 来的是五个胡人探子 于是 回来时他却已不在 他都不知道 他到底是谁 叫什么名字 住在哪里 他是山民吗 还是逃难上山的百姓 一阵风吹过 发丝微动 一名全身上下裹着黑衣的人 突然出现 跪在云墨前面 属下来迟 请主子责罚 云墨收回思绪 鼻子微不察动了动 嗅到空气中若有若无的血腥气 你受伤了 多谢主子关心 不是属下的险 黑衣人顿了下 继续说道 胡人大军已从平城开拔 最迟明天午后 便会到达新城 方才上山的路上 属于就解决了两名胡人探子 云墨闻言 手不自觉用力 将一节手腕促的树枝掰断 胡人的心可真大 主子 穿过这几座山 就可以到建城 难道胡人连建城也想拿下 黑衣人惊恐地瞪在大眼睛 家里怎么样了 云墨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反而问起家里的事 黑衣人毕恭毕敬道 府中众人已全部救出 只是夫人执意不肯先走 非要在建城外面等主子您 云墨望向建城方向沉阴片刻 转身朝新城走去 走吧 主子 我们不去建城与夫人会合吗 黑衣人连忙大步跟上 新城门口还有许多百姓聚集 胡人马上打过来了 不能让他们枉死在胡人刀下 云墨清冷的声音带着一丝无奈 皇上听信奸宁小人 昏庸无能 父亲哥哥已经为这个国家战死 他得为母亲 为整个云家打算 不想做无谓的牺牲 山林里 林一南扛着野猪回来 引起营地里的村民一片喧哗 我的乖乖啊 阿南 你怎么打了头这么大的野猪 这野猪得有三百斤吧 一般人怕是猎不到 那可不是 你看那野猪身上的剑孔 给你一把弓 你怕是连弓也拉不开 众人议论纷纷 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老太太闻声赶来 拨开着围着的村民 扯开嗓门喊 都围着做什么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们要抢老婆子孙女的猎物 放下野猪 李树兰拧了条尸帕子过来 伸过来就要帮她擦 林一南从她手里接过帕子 娘 我自己来吧 尽管身上黏腻的难受 她也尽量忍着 只洗了手 和胡乱擦了把脸 她转头对围着野猪 看到老太太道 阿南 野猪你打算怎么处理 老太太满脸肉疼 她是个八面玲珑会过日子的 刚才我已经让你输去叫村长了 这么大野猪 咱自家人也吃不完 天热更是放不住 要不我们自己留个猪腿 剩下的 让村长拿去分了 阿南 觉得怎样 就按阿南说的做吧 我也是这样想的 林一南道 村长很快过来 老太太把自己的想法跟她一说 村长拍手大笑 眼睛眯成一条缝 好 好 那我就做主将猪肉切碎熬一大锅野菜汤 大家好歹也能喝上一碗 于素晴混在人群中 出来逃难几天就没吃过饱饭 虽然她也馋肉 但她还是不屑地呸了一句 知道的是去打野猪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去打野战呢 浑身脏兮兮的 哪里像是读书人家的女儿 真是辱没了读书人的名声 旁边的李沈听了 沉下脸 冷笑道 人家也没让你吃 你瞎扎活个什么劲 村长已经跟村民说了 野猪肉熬汤 全村一起喝的是 村民们顿时乐开了花 几个会杀猪的汉子 主动出来去杀猪 村长又指了四五个手脚麻利 厨艺不错的婆子们 一会负责煮熬汤 李沈就在其中 她上前两步 把刚才于素晴诋毁林一南的话 向村长复述了一遍 林一南可是救了 他们家唯一的毒苗苗 等将来安定下来 她可是要给林一南立长生排位的 容不得别人这样诋毁她 村长 冤枉啊 是离世边个 长蛇腹在污蔑我 人群中的于素 立马喊冤 这时 有两三个村民 连忙站出来指证她 村长 我们可以作证 李沈所说的是实话 想不到平日李沈缘不错的好 在李树兰和他女儿一出现 村里人就都向着他们 不吃就不吃 野猪肉又柴又硬 有什么好吃的 于素晴气急败坏 气哄哄地背着半楼野菜走了 人多力量大 村民很快将野猪宰杀好 给林一南他们家 砍下最大的一条猪腿 村里婶子们 连野猪的内脏下水 也没舍得扔 用大把的草木灰搓洗干净 肉切得碎碎的 连同猪骨头丢进五口大锅中 放入山姜一块熬煮 每家在拿点自己挖的野菜 什么品种都有 等猪肉汤熬得奶白奶白的时候 就把野菜丢进去 林一南家的野猪肉 张氏切了不到两斤出来 跟野菜和苏米一起熬粥 孩子们都在长身体 光吃野菜不行 村里熬好的肉汤 赵老太太给美人也打了一碗回来吃 娘 我也想吃肉汤 于素晴九岁的三女儿林春芳 闻着空气中飘来的肉香味 口水沿着嘴角流下来 滴在衣服上 于素晴心里正堵着一口气 上不去下不来 于是 扬起巴掌扇 朝林春芳脸上狠狠删去 吃 吃 你是饿死鬼头胎吗 林春芳的脸立马红肿起来 他嘴一咧 不管不顾地扯开嗓子哭好起来 林东梅连忙把他扯走 免得再次挨打 娘 三妹还小 你何必与他置气 林秋桃嫌弃地 瞥了眼贪吃的小妹 他不说还好 你说 于素晴顿时将手中捧着的野菜 汤往地上一摔 你有本事 怎么不去打头野猪 回来丢我们吃 在这里说什么风凉话 林秋桃顿时被堵得哑口无言 捧着碗野菜汤 坐到旁边默默吃着 嘴里吃着苦涩的野菜 眼泪忍不住一颗颗的往下掉 他暗暗告诉自己 只要坚持到建成就好 有哥哥在 他们家的困境就会迎刃而解 与于素晴家的低沉气氛不同 林一南家这边几个孩子 叽叽喳喳说个不停 要是顿顿 能吃到肉就好了 林一春将手中的碗 舔得干干净净后说道 娘告诉他 离开了家 他们很可能 以后连饭都吃不上了 林一博吃得慢 他把自己碗里的粥 拔了一半林一春碗里 妹妹 三哥吃不完 你帮三哥吃点 鲁长青依然抿着小嘴不说话 自从受了刺激后 他的饭量连林一春都不如 他乖巧地将自己碗里的粥分了一点给林一博 又倒了一点给林一春 舔干净碗边流出来的 又一声不吭的小口吃起来 谢谢长青哥哥 林一春朝他甜甜一笑 奶生奶气低到了限 看他们兄弟有功的模样 林一南揉着林一春毛茸茸的小脑袋 春儿 以后姐姐尽量让你们都吃上肉 孩子们一个个开心地对着他吹起了彩虹屁 林一南十分受用 饭后 天色已经全黑了 林朔和林一章在靠近水源的地方 用编织的草席简单围了个洗澡间 女眷洗的时候 父子俩圆圆守着 天气还不算太凉 走了一天路 女眷们也能用水简单冲得早 趁着夜色 林便南将空间的向人桶装满水 进入洗澡间 用毛巾把身体反复搓洗好几遍 又冲掉似无桶水 直到浑身冰凉 她才哆嗦着穿衣服 洗完后 她拿着脏衣服到水潭边清洗 连同之前丢进空间内间 她也拿出来洗干净 夜已深沉 她才疲倦睡去 第二天醒来 赵老太太已经在开始收拾东西 张氏正在做早饭 李淑兰蹲在旁边帮忙烧火 不远处的空地上 林家村的老少爷们 把村长围在中间 阿奶 我叔他们在干嘛 赵老太太手脚利落地 把铺在地上的草席卷起来 用草绳绑好 天不亮 村长就通知家里男丁过去开会 开会 还有什么事要说的 不是吃过早饭 大家收拾妥当就上路吗 我估摸着 是说粮食的事 赵老太太嘴里说着 手上动作也没停下来 村里还有粮食 原本计划进新城买粮的 结果城没进去 很多人家都断粮了 一路上走得慢 是因为村民看到能吃的野菜 草根又要停下来采蛙 见她不解 赵老太太解释 族长和村长家的牛 拉着好几袋粮食 那些粮食是宫中的 原本是为了照顾村里的孤寡老人 林一男恍然 他看过牛背上挂着的几个袋子 村里那么多人 每家分点 估摸着连一斤都分不到吧 跟赵老太太打了声招呼 他就进树林里 去解决生理问题 白天光线充足 大腿上到处是鱼痕 甚至还有清晰可见的手指印 王八蛋 玩得还挺花 林一男看了气得半死 要是让他遇到这人 定要将他碎尸万段 他气呼呼地拉上裤子 回来路上遇到 背着一大捆草的林一章 这个堂哥只比他大一岁 却力打如牛 叔叔家几个儿子都随了父亲 干活是一把好手 读书识字却很没天赋 因此 在胡人屠城时 叔叔一家带着奶奶在林家村 才躲过一劫 哥 不用哥那么多 一会会上路 马会自己吃 林一男主动上前跟他打招呼 林一章背着草 奸男转身 马吃不完 余下的可以用来编织草席 咱们走得匆忙 很多东西都没带 回到营地 林一章已经开完会回来 正和赵老太太 皱眉苦脸地说着什么 林一章把草扔在地上 林一松看见二人回来 连忙过来帮忙解开草绳 扔了几坤草到马跟前 巧声对二人道 哥 阿南姐 村里把公粮分了 每家两斤 咱们家得了四斤 那村里就再没粮了 这里离建城 还要四五日路程了 林一章忧心忡忡 两斤粮一家几口 哪怕再省 也吃不了几顿 更何况每家一堆 嗷嗷逮捕的孩子 没事 回头上路 我去打些野鸡野兔 贴补一下 他话音刚落 就听见赵老太太 在那边和人争吵的声音 你个小贱人 组长和村长分的粮 有意见 你去他们说去 在这里吵嚷什么 于肃琴带着村里几个妇人 对赵老太太指指点点 林一南三人相互看了眼 抬脚跑到赵老太身边 赵氏 你也是从大户人家出来 是个十里的 怎么越活越回去了呢 李氏带着儿女 是后面跟上来的 就是李氏平日住在城里 林争又是书院的院长 村里许多事务 他们一家也没参与 照我说这粮 他们就不该拿 另一妇人帮腔道 他们二人平时 跟于肃琴关系比较好 甚至可以说是他脑残粉 于肃琴是秀才娘子 丈夫林伯仁是书院夫子 身份地位自然比村里妇人高出一减 但于肃琴会做人 在村里从来不摆架子 待人亲和 所以村里许多妇人 跟他往来较多 林争是举人 又是书院院长 李书兰同样出身书香家庭 但他住在城里 除了逢年过节甚少回村 因此跟村里妇人不太熟 见面也只是打个招呼 于肃琴脸上露出一抹得意的笑 赵婶子 族长老糊涂了 我们可没有 还请你把多拿的两斤粮交出来 两名妇人上前就要 去抢张氏手中拿着的粮带 林硕站旁边干着急 村里妇人们的吵嘴 他一个大老爷们 也不好去跟他们拉扯 李书兰挡开其中一个妇人伸出的手 谁知那妇人推了他一把 手刚好压在他伤口上 本来已经结痂的伤口 鲜血瞬间从衣服渗了出来 啊 他惊叫一声 啊 又是一声惨叫 推人的妇人被赶来的林一南 一脚踹倒在地 林一松看情况不对 把腿就朝族长和村长所在的帐篷跑去 于肃琴被林一南的凶悍地吓住了 指着赵老太太道 赵婶子 你孙女恶意伤人 还有没有王法了 呀 流泻了 大嫂 你怎么样 张氏把梁带往林真怀里一塞 忙扶住疼的脸色 煞白的李书兰 李书兰扶着她的胳膊 用力掐了下 两眼往上一翻晕了过去 娘 娘 你怎么了 哇也猜回来的林一安 刚好看见自家娘亲 晕倒在张氏怀里 她把背搂一扔 哭嚎着冲过来 后面还跟着一声不吭的鲁长青 她一头撞在于肃琴肚子上 坏人 你杀了我娘 于肃琴被她一撞 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接着啪哒一声 脸上被鲁长青扔了一坨烂泥 回头看见大儿媳伤口已经渗出血 赵老太太熬了一嗓子 坐在于肃琴身上 揪着她衣领 左右开弓大巴掌扇在她脸上 于肃琴瞬间被打猛了 带反应过来 连忙伸手去挡赵老太太的巴掌 组长和村长气喘吁吁地小跑过来 就看到现场一片混乱 赵氏和于肃琴在地上撕打着 被林一南踹倒的妇人 捂着肚子在地上哀嚎着 林一安看着衣服渗血的李淑兰 趴在她身上淒厉哭喊着 住手 快住手 村长喊了几次住手 根本没人听她的 组长讹脚轻筋抽搐 指着地上撕打的两人 对围观村民道 快把他们拉开 张氏上前 拉起自家婆婆 李婶婶拉开于肃琴 赵老太太起来 还不忘在于肃琴身上踹一脚 说说怎么回事 组长头痛地捏了捏眉心 饭都吃不饱 一个个的居然还有力气打架 真是气死她了 林硕一五一时 将事情来龙去脉说了 组长铁青着脸 扫了于肃琴一眼 又是这根嚼屎棍 平日就是 她带着几个长蛇腹 在村里惹是生非 引起争端 分粮是村长和祖老决定的 你们可是有什么不满 组长声音冰冷 目光锐利地盯着于肃琴几人 妇人们被组长的骇人气势吓到 色索着不敢说话 一会还要赶路 组长不想跟他们废话 后面的路难走 新城的情况 大家都看到了 扫了眼围着的村民 组长又继续道 绝不允许谁再说 不利于团结的话 村里商量决定的是 谁有意见 谁出足 在这个时代 出足可是一件很严重的事 于肃琴主动挑起事端 由村长做主 把发下去的粮食 陪给李淑兰做补偿 另外两人是从犯 粮食村里收回一半 三人还想再狡辩 被村长一句不服 就出足给堵了回去 林一南重新给李淑兰 伤口上了药 李淑兰也适时地醒了过来 母子仨人 给主持公道的组长和村长 到了县 村长挥手 让大家去收拾东西 半可钟后启程 村长 我家的口子不见了 一个妇人从远处哭喊着 从远处跑来 村长眉头皱得 可以加死苍蝇 这一天天都是 说清楚了 人怎么不见的 妇人抹着眼泪 我家天不亮就起来 出去打水 到现在还会回来 水潭边我去找过了 根本没有人 天不亮到现在 已经过去半个时辰 有村民掰着手指算时间 他会不会去挖野菜了 家里两个孩子 已经把野菜挖回来了 妇人说道 这深山老林的 该不会被野兽叼走了吧 这话一出 恐慌的情绪 迅速在村民中蔓延 村长立即派出村里 年轻力壮的汉子 以营地为中心 向方圆十里地范围去找 林朔和林毅章 拿着锄头柴刀 也一同出去寻找 能让一个人 翘无声息消失 要么是大型猛兽 要么是人 林毅男不放心 背着弓箭 跟在父子俩身后 大家最先来到 打水的水潭 水潭边上 四处是村民 踩踏出来的凌乱脚印 分辨不出什么 有用的线索 林毅男环顾四周 终于在水潭上游位置 发现有大片草丛倒幅 九月的天 晚上露水中 从草丛倒幅的样子看 痕迹很新鲜 阿南 有什么发现吗 林朔拎着柴刀 问对着草丛发呆的林毅男 林毅男对草丛指了指 说 这片草丛 有重物拖拽过的痕迹 林朔和村民们 闻言过来一看 发现还真是 走 我顺着痕迹去看看 领头村民到 大家沿着拖拽的痕迹 一路走向蜜林 蜜林杂草见少 拖拽痕迹几乎微不可查 直至最后看不出来 看样子 这边没有 已经走出很远 村民们有些气馁 想要放弃 走在最前面的林毅男 眉头微拧 他闻到了空气中 隐隐有血腥味 等等 你们有没有闻到血腥味 紧跟在他身侧的林朔父子 仔细闻了闻 摇头 我没有闻到 村民们也仔细闻了下 树林里只有树木 散发出的清香 阿南 你是不是闻错了 我们全都没闻到啊 不会 林毅男很肯定 末世十几年 若要问他 对什么最熟悉 那就是血腥味和湿臭味 他绝不可能闻错 既然来都来到这儿了 我们再往前看看 林朔看着一脸笃定的林毅男 想起他孤身一人 能救出五个孩子 他相信自家侄女 越往前 血腥味越重 村民陆陆续续都闻到了 一个个脸色凝重 心中隐隐有不好的预感 林铁柱只怕是凶多吉少了 他们握紧手中的锄头铁锹 走在最前面的林毅男 突然停下脚步 他举起手 阻止村民继续往前 阿南 怎么了 林朔不解问道 他话音刚落 林毅男一把将他推开 紧接着 一个人影迅速从树上跳下来 林毅男飞升而起 将来人狠狠踹了一脚 来人被踹了个猎斜 但很快稳住身形 握着带血的弯刀 就朝林毅男砍过来 此时 村民们已经看清那人身上穿着 顿时被吓得目瞪口呆 手软脚软愣在原地 那是一个胡人士兵 他的脸上手上 甚至刀上都沾满了鲜血 看起来就像是刚从地狱 爬出来的恶鬼 胡人 胡子来了 村民们反应过来 转身就跑 林朔父子跟在后面 跑出两步 想起还在跟胡人缠斗的林毅男 急忙忙喊住村民 别跑 只有一个胡子 我们上去把他给杀了 村民闻言停了下来 转过身 就见林毅男如杀神般 握着匕首 跟胡人缠斗在一起 我回去叫人 有那醒目的村民 丢下一句话 就往营地跑 林朔父子常侍着 想要上前帮忙 却被林毅男喝住 别过来 走远点 你们不是他对手 这个胡人身手了得 连他都要打起十二分精神应对 父子俩过来 只会给他添乱 胡人见对手是个身着黑衣 皮肤白皙的俊俏小姑娘 两眼放光 兴奋地嘴里嗷嗷叫嚷着 说人话 老子听不懂 林毅男沉着脸 虚晃一脚踢向他当步 胡人急忙后退 堪堪避过他这一招段子绝孙脚 心中不禁勃然大怒 手中弯刀高高举起 朝林毅男冲过来 林毅男趁此机会 将手中匕首猛地用力致出 匕首不偏不倚 插在胡人脖子上 胡人口中鲜血喷涌而出 他瞪大眼睛 死死盯着林毅男 然后直挺挺倒在地上 手脚抽出几下 便没了动静 闻讯赶来的林家村民 正好看见这一幕 皆被林毅男的强悍惊呆了 林硕父子哆嗦着 不听使唤的手脚上前 上下打量着林毅男 阿南 你有没有受伤 林毅男摇头 他用脚将倒下的胡人踢翻 然后蹲下身 用力将匕首拔出 鲜血呈喷射状溅出老远 胡人很快便停止了抽搐 把匕首在胡人衣服上擦了擦 熟练地将他身上 值钱的东西 全部搜走 胡人腰上挂着的水囊不错 拿起倒掉里面的水 回去煮一下消消毒 还能用 还有一块刻着榔头的令牌 也一并摘下收了起来 林毅男站起身 就见村民目瞪口呆地看着他 你们要找的那个人 应该就在前面不远 说着 带头走在前面 走出几步见村民 还呆立原地 他淡淡道 怎么 不找了 村长咽了口唾沫 脚步一动 绕过胡人尸体 紧紧跟在林毅男身后 走了没多远 林毅男便停下脚步 到了 就是这里 林家村村民们便看到了 让他们终身难忘的一幕 遍地鲜血 一个身无寸缕的男人 从胸口到肚子 被人开膛破肚 内脏肠子花花绿绿地 被扔了一地 见此惨状 村民们转身疯狂呕吐起来 林毅男无奈地撇撇嘴 这一切对他来说稀松平常 他找了根棍子 在一堆花花绿绿的内脏中扒拉着 发现少了颗心脏 据说成年男人的肉不好吃 所以胡人开膛破肚 把林铁柱的心脏掏来吃了 顺着周围滴落的血字 林毅男很快 在不远处 找到被吃了小半的心脏 他用帕子捡起心脏 准备放回男人身体里 虽然缺了一脚 但好歹能做个完整的鬼 刚吐完的村民 看见林毅男手上血淋淋的心脏 又转身狂吐 吐到最后 连黄胆水都吐了出来 林毅男怂怂肩 好人做到底 只得从空间 拿出一副棉布手套戴上 动手将内脏塞了回去 然后用针线开始缝合 林毅张胆子较大 很快停止了呕吐 看见妹妹拿着针线 蹲在地上缝补尸体 他吓坏了 顾不得害怕 急忙捡起地上的衣服 盖在林铁柱身上 林硕也极力忍着恶心 过来接过林毅男手中的针线 阿南 你先回去 让叔来吧 林毅男没说什么 他在四周查看了下 并未发现有其他胡人 转身便往营地走 路过胡人身边 看他脖子上露出的狼牙 林毅男脚步顿了下 昨天山洞里的人 应该不是胡人 胡人虫上狼 他们喜欢将狼头雕刻在各种配饰上 且以胡人的性子 中原女性在他们眼里 就是美味的两脚羊 完事直接就杀了吃掉 哪还会让人活着 林毅男捡了些枯枝 扔在尸体上 从空间拿了些铜油出来 倒在上面 然后点火离开 路过水潭 他把沾满血的手套清洗干净 取下胡人的水囊里外反复翻洗 然后用消毒液消毒 回头再让李叔拦煮一下 回到林家村住扎的营地 营地有老人孩子 还有不少东西 他们谨记村长吩咐 不敢私自离开 负责留守的汉子和妇人 一个个巧手以盼 阿南回来了 林铁柱找到了吗 见他回来 林铁柱媳妇连忙上前追问 林毅男点头 声音淡淡的 找到了 我家那口子怎么样了 林铁柱媳妇一脸焦急 一会就回来 你再等等 林毅男说完就朝自家帐篷走去 林铁柱媳妇 只得探着脖子 往水潭方向张望 赵老太太迎了上来 看他神色奄奄 拉过他的手低声问道 林铁柱出事了 嗯 被胡人杀了 胡人追来了 赵老太太抖了下 差点摔倒 幸好林毅男眼几手快扶住他 林毅男安慰道 别怕 只来了一个胡人 已经死了 突然 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嚎声传来 赵老太太拉着他的手一紧 林毅男知道 是村长他们 带着林铁柱回来了 回去和你娘 沈沈待着 看好弟弟妹妹 我去看看 赵老太太道 李书兰和张氏 已经把东西收拾妥当 就等出发 林铁柱家人哭声震天 两人追着林毅男问话 林毅安和几个堂弟妹 都好奇地看着他 怕吓到他们 林毅男只 简单说了几句 李书兰递给他一个野菜饼子 林毅男结果大口吃了起来 从早上忙到现在 他早就饿坏了 没过多久 赵老太太 领着林硕父子回来了 张氏给父子俩递上饼子 两人想到 被开膛破肚的林铁柱 脸色煞白 盲白手拒绝 直说没胃口吃不下 不吃饭 怎么有力赶路 张氏说道 赵老太太 已经知道内情 收起来吧 等路上 他们饿了再吃 随后 村长让人来通知美家 半可钟后出发 谁也不知 后面还会不会有胡人出现 继续留在这里 已经不安全 还是早点离开得好 离开的时候 林毅男在营地不远处 看到了一个刚堆起来的坟包 上面散满了纸钱 好家伙 居然还有村民逃难 带着纸钱的 死了人 一路上的气氛有些低迷 林家村人拉着自家牲畜 牲畜背上 或驮着大包小包的行李 或坐着老人小孩 妇人背着背楼 汉子肩上挑着担子 孩子们挖野菜时 家中大人会反复叮嘱 不要走远 更不能离开他们的视线范围 一行人在山林里 只走到夕阳西斜 村长才让人找了个平坦的地方停下来 晚上就在这里过夜 停下后 组长和村长马不停蹄 召集村中成年男丁开会 林毅男跟在林硕后面去了 村长看见他 就会想起 白天他杀胡人的那股狠辣劲 刚要开口 又闭上了嘴 随他吧 林征家的这个女娃 看着就是个本领带的 各位 叫大家来 主要是为了防止以后出现今早的事 从今晚开始 村里决定安排人员职业 组长配合地拿出林家村名册 晚上安排六个汉子职业 两个时辰换一次岗 年满十五岁就要编入职业岗位 同时规定村民 无论男女老幼 离开营地需结伴同行 并和职业人员打声招呼 散会后 林毅男行走在营地中 隐约听到 有村民在小声议论他 都是关于早上杀胡人的事 更有村里夫人见到他 吓得连忙低下头绕路走 仿佛他就是洪水猛兽 林毅男丝毫不在意别人的目光 继续走自己的路 一名妇人带着五个孩子 迎面向他走来 扑通一声 直直跪倒在他面前 阿南 你的大恩嫂子记下了 旁边村民纷纷驻足观看 不时低声细语 妇人头上戴着白花 眼睛红肿 林毅男记起 她是林铁柱的媳妇 伸手把她扶起来 嫂子 你起来吧 林铁柱媳妇避开她的手 倔强地带着五个孩子 框框给她磕了三个头 然后把手边的篮子递给她 路上挖的一点野菜 阿南你别嫌弃 林毅男接过野菜 顺手把她拉了起来 嫂子 野菜我收下了 带着孩子回去吧 林铁柱媳妇抹了把脸上的泪 抱起三岁的儿子 转身就走 阿南姐 谢谢你找到我爹 也帮我们报了仇 林铁柱的大女儿林卉卉诚恳道 早上村长回来 跟他们讲了事情的详细经过 跟去的大伯堂哥们 也都看得清清楚楚 那胡人武艺高强 要不是有阿南姐在 林家村怕事 还要折几个人进去 阿南姐的恩情 她会一辈子记住的 回到帐篷 蹲在地上烧火的赵老太太 接过篮子 瞅了一眼 看着挺鲜嫩 林铁柱媳妇给她 嗯 她带着五个孩子 给我磕头 唉 你这孩子 赵老太太刚想说 赵铁柱媳妇 辈分比她大 转念一想又道 应该的 我也是这样想的 嫌恩图报之事 林毅男不屑一顾 晚饭依旧是 锅酥米野菜糊糊 张氏还切了点 野猪肉没下去 连续吃了几天 林毅男不太喜欢吃 她昂头把糊糊喝下 放下碗一抹嘴 拎着弓箭站起身 姐姐 你去打猎吗 林毅安双眼亮晶晶的 舌头不自觉舔着嘴唇 林毅男汗手 林毅章也站了起来 阿南 我和你一起去 阿南姐 我也去 林毅松嘴里的食物 还未咽下 含糊不轻道 鲁长青一手端着碗 一手拽着她衣角 生怕她撇下自己 林毅男俯额 蹲下来耐心道 我去给你们打野鸡吃 很快回来 鲁长青 这才不情不愿地松开手 林毅男只在营地周围的山林里 转了一圈 就收获了两只野鸡 十几只野鸡蛋 鸡蛋路上不好带着 赵老太太做主全主了 每人分得一个 晚上睡得迷迷糊糊 林毅男被人叫醒 睁开眼就看到赵老太太 张氏和自家娘亲 目光炯炯地盯着她 阿乃 怎么 赵老太太悄悄拽了下李书兰 李书兰心领神会 压低声音道 阿乃 娘想去小姐 你陪我们仨去吧 林毅男只得爬起来 背上弓箭 跟职业的人说了声 就举着火把 带三人出了营地 四周漆黑一片 山林中不时传来各种虫鸣鸟叫声 让人有些毛骨悚然 三人找了个较为开阔的地方 很快把生理问题解决了 回来时 走在最前面的赵老太太 脚下一软 发出啊 得一声 整个人瞬间消失在原地 娘 跟在后面的张氏大惊失色 连忙蹲下身 去拉赵老太太 结果脚下泥地突然陷落 她也掉了下去 娘 弟妹 李书兰亲眼看见婆母和弟妹掉下去 急得也想上前去拉 却被林毅男一把拉住 危险 别过去 李书兰趴在洞口喊了几声 也不见赵老太太和张氏回应 林毅男找了个跟手腕搓的木棍 在周围探了探 发现只有赵老太太和张氏掉下去 那个地方的土是软的 这儿离营地不远 他们的动静惊动了负责职业的村民 六人举着火把过来 见识李书兰母女 婶子 发生什么事了 领头的年轻村民问道 李书兰焦急道 娘和弟妹掉进坑里了 林毅男照了下露出的大坑 里面漆黑一片 看不见赵老太太和张氏的身影 有绳子吗 我下去看看 他问职业的村民 我这有 有个年长歇的村民忙将身上背着的绳索解下来 我回去叫人 另一个村民见状不对 举着火把回去喊人 林毅男接过绳子 将绳子一端系在旁边树上 当想把另一端系在自己身上 就被职业的一个青年拦住 阿南妹妹 让哥哥来吧 我功夫好 下面情况未明 有什么事也好应对 林毅男拒绝 这里没人比他更适合的 他举着火把就要下坑 李书兰拉住他叮嘱道 阿南 一切小心 赵老太太他们掉下去的坑比较深 幸好村民的绳子够长 阿南 沈沈 林毅男坠在半空中喊了几声 下面的两人没有回应 林毅男顺着绳子往下溜 没一会 他便感到脚下能触碰到东西 用力踩了踩 想必是到底了 打着火把四下观察 发现赵老太太和张氏 掉下的这个洞穴不大 而两人就在不远处躺着 抬脚往前走了两步 林毅男心头一愣 脚底下踩着的触感不对 停下低头一看 脚下踩的不是平地 而是麻袋 里面有明显的颗粒感 他掏出匕首滑来的口了 麻袋装饰一颗颗饱满的宿命 是谁在这藏了那么粮食 阿南 你在哪 阿南妹妹 林朔和林毅章的声音 从洞穴上方传来 我在这儿 林毅男站起身 借着火把的光亮 村民又绑了根绳子 而林朔和林毅章父子 正慢慢从洞口往下爬 把粮食问题放下 他走到赵老太太和张氏身边 简单看了下 是从上面坠下时摔晕了 没伤到骨头 林朔和林毅章很快下来了 后面还跟着两个卧刀的村民 他们怎么样啊 林朔焦急道 林毅男道 晕过去了 我看了下没伤着骨头 说哥 我们先把沈子和嫂子吊上去 同来的两个村民道 几人很快用绳子 将赵老太太和张氏绑好 拉动绳索 上面的村民共同实力 两人很快被吊了上去 阿南 你先上去 林朔拉过再次扔下来的绳索 就要给林毅男系上 林毅男见他们丝毫没发现 脚下踩着的麻袋 盲出声提醒 叔 等一下 你们没发现脚下有什么不对吗 脚下 听了他的话 他们脚下用力剁了剁 是沙子吗 村民疑惑 麻袋 另一村民惊讶道 爹 是苏米 林毅章已经划开一道口子 手里抓着一把苏米 惊喜道 天哪 哪来这么多粮食 老天眷顾 我们不会饿死了 林朔喜极而泣 叔 赶紧通知他们下来搬粮 林毅男提醒惊喜交加的几人 林朔擦了把眼泪 对 对 随即在一根绳子上绑了两袋粮食 林毅章上了另一根绳子 上面的村民见拉上来的两粮食 又听林毅章说了下面的情况 林家村人各个兴奋不已 除了孩子 所有村民都醒了 围在洞口周围 恨不得亲自下去把粮食搬上来 最后 在村长的指挥下 朝洞里又多放了两根绳子 派了十几个青壮年下来帮忙 等所有粮食都运上去后 一过秤 发现足有上万斤之多 组长和村长 几几个祖老拿着小册子 在商量怎么分粮食 营地燃起好几个火堆 村民们围着火堆坐在一起 瞧手以盼 赵老太太和张氏拉上来后 被村里的大夫扎了两针就清醒了 这会儿正和村里老太太们吹牛 多亏真儿显灵 让我掉下这个洞 才让咱村白得这么多粮食 赵老太太一扫这些十日以来的颓丧 说得唾沫横飞 赵婶子是个有福的人 可不是 孙女又是个能干的 连胡人都敢杀 村长清了清嗓子 村民们立即安静下来 从洞里拉上来的粮食 总数差不多有上万斤 村里决定将粮食分给大家 不分老幼按人头算 每人二十斤 对村里做出贡献的林一南和赵老太太 张氏按双倍发 余下粮食寄入宫中账策 已被布食之需 村民们纷纷表示没意见 赵老太太一家 加上李淑兰母子三人 就连鲁长青也有份 足足分到三百斤粮食 赵老太太正要将粮食收起来 林一南眼尖地发现 麻袋左下脚不显眼的地方 印着几个字 新城冰草 这是官家的粮食 林硕大惊失色 既担心又害怕 林一南眼眸一转 就想到对策 说 袋子换回我们自己的 然后这些袋子就烧了 官府有人假公祭司 私下藏起这么多粮食 林家村的人拿了 谁会知道 村长和组长同样也发现了这个问题 正派人通知村民 封建社会统治下的平民百姓 谈官色变 很是敬畏 分完粮 村长亲自检查 确保每家没有留下印有字的袋子 留在此地不安全 既然大家都睡不着 那就起来继续赶路吧 就在他们离开两个时辰后 黄桂昌带着一家老朽 及两百手下来到此处 管事带人去到藏粮的山洞 才发现里面空空如也 大人 粮食没了 黄桂昌将跌跌撞撞爬回来的管事 一脚踹翻 咬牙切齿道 什么 你再说一次 大人 我们的粮食没了 管事无脸痛哭 胡人大军杀来 他们仓皇出逃 没了粮食 他们以后吃什么 是谁 到底是谁干的 黄桂昌气地拔出剑 胡乱砍着路边的杂草 一个手下从远处跑来 大人 那边平地 发现有人铸扎过的痕迹 可查出是什么人 手下继续说道 看现场痕迹有三四百人 估计是逃难的百姓 他们往哪个方向去了 剑城方向 黄桂昌从怀中拿出一份地图 递给管事 管事 你带人去把另外两处的粮食挖出来 幸好当初没把粮食全放一块 是 大人 管事亲自点了上名身强体壮的手下 拿着地图 去挖粮食 黄桂昌眯起眼 打定主意 一定要杀了偷拿他粮食的那些泥腿子 手有余粮 心里不慌 林家村人不再担心饿肚子 这一路只走到午后 生出累得不肯走 才停下 村长下令再次休息 一个时辰再走 从昨晚半夜被叫醒到现在 林一南又累又困 在地上扑了块油布 二话不说 倒头就睡 迷迷糊糊中 听到林一安的哭声 还有赵老太太的叫骂声 林一南被吵醒了 听了半天 是他那个软猛可爱的弟弟 被人抢了 他睁开眼 干脆坐起来 就见林秋桃那个白莲花 拿着年纪最小的妹妹 被老老太太 骂得一副 受了天大委屈的模样 赵家奶奶 你 你说话不要那么难听 春芳不过吃了林一安半个鸡蛋 赵老太太狠狠脆了一口 呸 你是饿死鬼胎胎啊 我孙子吃了半个的鸡蛋也抢 林一南走到林一安身边 从空间拿了个鸡蛋 塞进他手里 替他擦干脸上的眼泪 别哭 姐姐这个给你 林秋桃挑了挑眉 眼里闪过一丝妒忌 想起林一南杀人那股狠劲 不敢与他正面硬刚 只轻声对赵老太太道 赵阿奶 你大人有大量 半个鸡蛋时 就不要跟我们家春芳计较了吧 赵老太太刚要开骂 林一南却把他拉开 阿奶 小孩子们的玩闹 你别插手 林春芳两眼放光 眼睛死死盯着林一安手上的鸡蛋 不时吸流着嘴里流出的口水 仿佛一辈子没吃过鸡蛋似的 林一南嫌弃地撇撇嘴 走上前挡住他的视线 想吃鸡蛋吗 林春芳以为林一南会给他鸡蛋 点点头 想 林一南手中突然出现一把匕首 在他鼓鼓的肚子上笔划着 知道吗 你吃进去的东西就在这里 下次要是再抢我弟弟的东西 我就把你这里划开 让你永远吃不了东西 林春芳被吓得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他已经九岁 林一南替林铁柱收拾尸体的事情 传遍整个村子 他自然是知道的 林春芳害怕地摇头 阿南姐 你别划我肚子 我下次再也不敢了 许多村民听见林春芳的哭声 便围了过来 林秋讨眼眸一转 便恶人先告状 阿南妹妹 你怎么这样恶毒 我妹妹不过抢了你弟弟半个鸡蛋 你却要把我妹妹肚子剖开 你哪只眼看我剖开她肚子了 林一南把匕首收回袖中 一眼拾穿她的伎俩 不打算跟她瞎扯 只是林秋桃 不会放过任何抹黑她的机会 阿南 你武功高 剑术好 什么样的也误略不到 何必跟她孩子计较呢 林一南腻了她一眼 照你这样说 我去把你家的粮食抢了 你也不要计较行不行 她话音刚落 村民就对着林秋桃指指点点 想吃就自己去捉 干嘛占别人便宜 为了点吃的 连点脸面也不要了 亏她还是读书人的女儿 林秋桃没想到 林一南四两拨千斤 她羞得面红耳赤 气急败坏地拉着林春芳就走 姐姐 鸡蛋你吃 林一安把手中鸡蛋递给林一南 林一南揉了揉她柔软的发顶 你吃吧 姐姐不喜欢吃鸡蛋 鲁长青也凑过来 靠在她身上 从怀里摸出一个鸡蛋递到她面前 长青乖 姐姐不吃 你要多吃点才能快快长大 林一南也揉了揉她头发 心中叹了口气 鲁长青还是不肯说话 平日里叫吃饭就吃饭 睡觉就乖乖睡觉 不吵也不闹 短暂争吵后 营地里一片安静 还有半个时辰就要启程 大家都抓紧时间去补觉 下午 林家村人继续顶着烈日上路 一个个困得眼睛都睁不开 走了个把时辰 山林小道上陆续有衣衫蓝绿 棚头垢面的难民出现 他们一看 就是从其他城逃难过来 从密林钻出来 且几乎每家每户都有一头牲口 牲畜背上更拖着大大小小的包袱 一看就十分富有 资产属林一南家里最多 两体被他用染料抹成毛色枯黄 但飙肥体壮的高头大马 和一头大黄牛 难民脸上闪过贪婪之色 亦步亦驱跟在林家村众人身后 林一南眉头皱起 连忙让马背上的赵老太太 和几个孩子下来 阿南 那些难民怕是对我们起了心思 林硕背后背着一个大背篓 和林一南并排走着 林一南从他背篓 拿出两把柴刀 递到他手里 说 咱们手上拿点家伙 那些人看见 也不敢轻易上前 对 对 赵老太太点头 连忙去翻出两把菜刀 本想给李淑兰 看了眼比他强壮的张势 果断把菜刀给了张势一把 林一南拿出一把 塞到李淑兰手里 娘 拿着 给你防身 有些村民毫无察觉 林硕让林一松 去前面通知村长和组长他们 为此 组长还专门让他大儿子林傅美家去通知 同时 让老人孩子走在队伍中间 年轻汉子走在外围 山路不好走 跟随的难民越来越多 有些甚至在队伍中来回穿梭 像是在踩点 又像是在商量怎么动手 太阳也快下山了 林一南隐隐升起一股不好的预感 难民怕是会在太阳下山前动手 果不其然 难民队伍中 突然响起一记响亮的口哨 所有难民发疯般 向林家村的队伍扑来 而袭击林一南一家的难民 全是轻壮年 他们各个手握砍刀冲上来 难民的目标明确 直奔梁匹马和大黄牛而来 林一南早早守在梁匹马旁边 难民抱起那一瞬 便将弓箭取下 弯弓搭箭 然后瞄准 见摄像率先冲上来两个难民 转眼间 山林里惨叫声四起 杀千刀 不要瞧我的梁水 死死护着梁带的妇人 被难民砍了一刀 倒在地上 村民看见自家老娘受伤 握着柴刀发疯般向难民砍去 我跟你们拼了 年幼的孩子们 躲在一边 吓得哇哇大哭 赵老太太和李淑兰 张氏婆媳三人 拿着锄头 木棍 带着几个年幼的孩子 躲到旁边 有难民想趁机 混水摸鱼的 都被赵老太太和张氏打跑 冲上来难民越来越多 弓箭不适合近距离攻击 林一南手握大刀 一头扎进人群中厮杀 林硕父子从没杀过人 拿着柴头 只想挥一刀吓退难民 难民路上逃亡许久 早就恶疯了 直到林一张 差点被砍中要害 堪堪避过手臂 也被划了到深深的口子 鲜血狂用 渣儿 张氏看到林一张受伤 顿时气炸了 要不是赵老太太和李淑兰 及时拉着 他这棍子就冲了出去 林硕双眼通红 上前挥一刀 砍向对方胸口 不在手下留情 接二连三有难民倒下 他们完全不是林家村 身强力撞汉子的对手 难民被打得连连后退 他们可不想 粮食还没摸到手 就丢了小命 现场一片狼藉 血腥未冲天 光是林一南一人 就杀死五个难民 有不少村民都受了伤 还有几个伤势比较重 每家每户都被抢走一些粮食 除了林一南家 和跟在他旁边的林铁柱媳妇一家 林铁柱死后 他媳妇带着寡母和五个孩子 跟着林一南他们家一起走 这次难民暴乱 他们家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村长让所有人整理好行李 赶紧离开场 找个安全的地方 再停下休息 村里唯一的丈夫 在队伍中穿行 给受伤的人进行止血包扎 姐姐 我好怕 林一安和鲁长青冲出来 一左一右抱着他 刚才混乱的场面 又让他们想起了 书院被屠杀的那天 别怕 坏人被姐姐打跑了 林一南心中一片柔软 忙安慰道 把两个小豆丁抱上马 又让林一张坐了上去 他受伤失血过多 不宜走太远的路 队伍走了一个时辰 才找了个平地停下 今晚就在此处休息 大家提高警惕 憔悴疲惫的村长 一屁股坐在地上 对他大儿子吩咐 爹 咱们什么时候才能到建成 路途艰难 大家都想着早日到建成 最快明日下午应该能到了 天老爷 终于快到建成了 村民听了 心中不禁浮现出希望 妇人婆子更是纷纷抹泪 林一南却并没有那么乐观 沿途那么多难民 就算是到了建成 也未必是好事 只希望建成官员给力点 想办法安置这些难民 不然只怕会出更大的乱子 离他们营地十几不远 有一家三口 跟在后面停下来 在这里休息过夜 林家村人多势众 那人是个聪明的 林一南见他们穿着 还算干净整洁 便主动过去打探消息 见他过来 那家男人警惕地站了起来 白天林一南对付流明的狠镜 他全看在眼里 你想要干什么 离得有点远 林一南停下脚步 我只是想向你打听点消息 姑娘想知道什么 能听出男人声音里的强装镇定 看你们样子并不像难民 男人朝他拱了拱手 我们本是建成人士 前此时日去新城走亲戚 谁知胡人打来 只得匆匆归家 路上又遇到大量流明 胡人打到了新城 听说前两天已经破城了 男人说起还心有余悸 幸好他带着妻儿走得快 这么快 新城不是有冰曹吗 林一南不解 男人压低声音道 冰曹的官员收到消息 早早带家眷和两百手下 弃城逃了 不开城门接收难民 林一南就知道 新城官员无能 只是没想到这么无能 胡人打来 不战就算了 还弃城而逃 新城破 建成还会安全吗 林一南觉得够呛 回去时 李淑兰在敖林大夫 给孩子们开的安神药 晚上 林一南被耳边 凄厉的尖叫声惊醒 你们不要杀我大哥 二哥 二哥 不要 鲁长青傍晚受了刺激 梦魇了 李淑兰也醒了 坐起身要去抱他 娘 让我来吧 林一南抱住他 在他耳边轻轻道 长青 别怕 我是阿南姐姐 我在这里 坏人已经被我打跑了 渐渐的 鲁长青安静了下来 不再说胡话 呼吸变得绵长 可怜的孩子 小小年纪 就要经历这些 李淑兰面容愁苦 睡梦中的林一安 也开始不安起来 他伸出手在空中乱抓 双脚不断地挣扎着 爹 爹 你在哪 不要抓我 李淑兰眼泪瞬间绝低 他连忙抱住林一安 声音轻柔安抚道 阿 我是娘亲 娘的乖宝 别怕 娘亲和姐姐都在 母子连心 林一安一直往李淑兰怀里拱 人也渐渐安静下来 李淑兰搂着儿子 不一会 也跟着睡了过去 林一南不由想起末世前几年 他也是每天坐着 父母为救他扑进丧尸群的梦 醒来汗水 泪水呼了一脸 不知从何时起 他再没做过那样的梦了 天刚蒙蒙亮 村长就敲着铜锣 让大家起来 村民气氛有些低迷 村长又适时给大家打鸡血 大家打起精神来 咱们下午就能到建城了 林一南在远处空得 练了遍原神学的剑法 顺便割了两大捆草扛回来 前面难民多了 他怕连草都被吃光 村民看到他纷纷避开 他昨天杀人不眨眼的模样 还是很吓人的 也有些富人婶子 不管认识还是不认识 都热情主动地跟他打招呼 阿南 这么早去练剑呀 我家小子 要是有这么勤快就好了 之前还嫌弃一个女孩家家的 整天打打杀杀的 等刘明来了 赵老太太家里 愣是连根野菜都没丢 吃过早饭 太阳没出来前 林家村人便匆匆上路了 跟着的那一家三口 更是紧随其后 生怕掉队 越往前走 路上遇到的难民越多 山林变得稀稀拉拉 地上的草被踩得发黄枯死 山路慢慢往下 已经能清晰看到 山脚下的关道 关道上全是难民 有赶着牛马 罗车 马车的 车上拉满了家事物资 大人小孩子 肩上背着包袱 背搂 艰难地往前走着 林一南看得出 这些难民 是从各个地方汇聚到这里 想要南下逃命 建成是必经之地 下山前 村长找了个地方 让大家休息半个时辰 休息的时候 村里经历过灾荒的老人 提醒年轻的汉子 妇人和小孩 千万不能心软 更不能与人搭讪 小心招来火端 借着夕阳余光 林一南看到前面高大的建成 城门大开 周围并没有难民逗留 所有难民手上拿着一张纸 在排队进城 建成接收难民 人群中传来骚动 大家探头往前看去 原来是有亲人在建成的 正在与亲人团聚 林一南趁机上前打探 建成现在 可以凭户籍进城 没有户籍的需要接受盘问 进城不能停留 直接出城 有需要的 可以到官方指定的地方 暂时停留一晚 但是需要交钱 李说兰说起 还在建成的大儿子 也不知你哥知不知道我们来了 这么多人 万一错开怎么办 林一南劝卫道 等进了城 我就去打探一下 建成书院名气那么大 应该很好打探 母女俩正说着话 前面的村民队伍中 传来一阵悸动 紧接着一道人影 快速穿过人群 向他们跑来 来人扑通跪倒在地 痛哭流涕道 老太太 夫人 小姐 你们终于来了 在原生记忆中 这人是哥哥林一横的 疏童林浮 林浮抬起袖子脸上的鼻涕眼泪 又接着道 公子和族里的学子 天天在城门等你们 可终于把你们盼来了 似是想到什么 他站起来 转身往前跑 公子还在前面 我这就去叫公子 说完一阵风般往回跑 边跑边大声喊 公子 夫人 小姐和小公子在这里 不多时 林浮就拉着一个身着青衫 面容俊朗憔悴的年轻男子 来到众人面前 他就是原生大哥 林一横 看到母亲和妹妹跟赵老太太 叔叔他们在一起 林一横悬着的心放下了 阿奶 叔 婶子 跟长辈打了声招呼 林一横扑通跪倒在李淑兰面前 娘 儿子终于把你盼来了 听闻平城被图 儿子日夜寝室难安 本想去新城等你们 只是行李尚未收拾好 又闻新城也被胡人破了 儿子与族中学子商议 大家决定就在建城等你们 如今 儿子可终于把你们给盼来了 你爹院的事 你都听说了吧 李淑兰气不成声 林一横满脸悲愤 双眼通红 哽咽道 平城的事早就传开了 好孩子 快起来 赵老太太把他扶起来 拍了拍他的手 你爹不在了 你们家就靠你了 林一横小豆丁从人群中挤出来 扑进林一横怀里 哥哥 我好想你 儿 你还活着 林一横伸手抱住他 又惊又喜 林一横把头埋进他怀里 闷声道 是姐姐 把我救出来的 姐姐还救了林永志 林道卿和林昌盛 哦 还有鲁长青 林一横看向背着弓箭 身穿干净利落的黑衣 面容白皙 一脸肃杀之气的妹妹 心口末地一痛 妹妹要付出多大代价 才能再如豺狼虎抱般的胡人手下 救出弟弟 林一横察觉到他的目光 回头朝他扯了扯嘴角 勉强露出一抹笑 曾经天真活泼的妹妹 连笑都不会了 林一横悄悄抹了抹泪 更加心痛不已 赵老太太和李淑兰婆媳俩 相互搀扶着 边走边抹泪 林一横以为他 在为死去的林真伤心 张了张嘴 一声歌 喊得自然而然 阿南怎么了 林一横声音有些沙哑 建成现在什么情况 林一横一脸悲涩 现在城中戒备 其他城的难民可持户籍入城 但不允许在城里逗留 过夜则要交钱 且在指定地方 林一南又道 那能否买到粮食呢 城中商家早在听闻新城也破了后 悄悄连夜关门举家难逃 林一横摇头无奈道 虽说商人逐利 但世道艰难 在关键时候 还是保命要紧 这样影响市场经济的事 官府不管 林一横心想 妹妹想事情 还是太单纯了 官府已经管不过来 现在到处都在为战士交头烂额 商人气粮而逃 官府白得那么粮食 高兴还来不及 这时 林福在旁边小声道 小姐 幸好公子聪明 平成一破 她就把身上所有银两 全买了粮食 有多少 林福伸出五个手指 用气声道 五百斤 买那么多粮 村里其他学子不知道 林一南又问 林福道 其他人想明白其中道理 也跟着公子这样做 赵老太太 用手点了点灵符的头 你这鬼灵精 一家人就这样 边走边小声说着话 林一横不时回头去看 林一南手上 牵着的两匹 被涂抹得花花绿绿 身上挂满了 大包小包的物品 不知是马 还是骡子 妹妹 这是马 最终 她还是忍不住问林一南 马 林一南道 听到是马 林一横倒吸一口凉气 哪来的马 我抢了胡人的汉鞋宝马 对自家哥哥 林一南也不遮遮掩掩 林一南昂起小脑袋 一脸崇拜地 看向林一南 哥哥 姐姐是不是很厉害 嗯 我们家阿南最厉害了 林一横附和道 心下暗暗决定 妹妹带着母亲和弟弟 千辛万苦 从平城逃出来 以后家里的事 绝不让他操心 这时 村长让林福来 通知后面的村民 备好户籍 准备排队进城 林家村的人 排了将近两个时辰的队 才全部检查完进了城 村长听取了林一横 他们五人的意见 用宫中银子交了过夜钱 带着村民 在城里好好住一晚 明早再出发 林家村人 被带到一处宽敞空地上 空地已经搭起 许多检易帐篷 来这里过夜的 都是条件比较好的人家 林一南看 每户人家旁边 不是停着牛车 就是罗车 甚至连马车也不少 城外有许多流民逗流 他们意识不到危险 都在盼着官府失州 在这里过夜 安全有保障 见妹妹四处张望 林一横低声跟他解释 赵老太太和张氏 从牛背上往下拿过夜 要用的东西 横哥 这附近哪里可以打水 林硕提着水桶 问林一横 马和牛赶了一天的路 咱们背的水不多了 叔 城里的五道河 从那边流过 你叫上村里人一块去打 林一横指着河的方向 有人打着火把 在那里来来往往 林二爷 我带你去 林福自告奋勇道 张氏又拿出四个桶 多挑些回来 煮饭还要用 走 我们去跟村长说一声 两人找了根扁担 挑着两空桶去村长 林昭辉和两个铜窗 带着几个村民 拉着两辆牛车 过来找林一横 要去 把他们买的八百斤粮食 拉回来 啊哼 我们去族屋中 把买的粮食拉回来 你要和我们一起去吗 林家村组上 有在建成置办一套 三进的祖产 离建成书院不远 供在建成书院的学子居住 这里离建成书院也不远 林一横拒绝了 不了 你们去吧 张兄替你购置的粮食 需要我们帮你拉回来吗 林昭辉试探着问道 平日在书院 林一横和张兄走得比较近 他买了多少粮 也没跟他们说 林一横花销不大 有空还给书铺抄书 想来应该攒下不少银子 没多少 一会儿我书回来 我跟他去就行 行 那我们走了 天色已晚 林昭辉只好带着族人信心而去 他们走远后 林一横便动手将板车 套在其中一匹马身上 林一南问 哥 你买粮了 李淑兰 赵老太太和张氏 听他这样说 连忙围了过来 周围都是忙碌的村民 林一横凑到他们跟前 低声道 我让阿福偷偷买了五百斤粮 这么多 赵老太太惊呼 张氏想伸手去捂他的嘴又不敢 娘 你小声点 别被人听到 林一南道 哥 我和你去拉 你一个姑娘家家的 等你输回来 和你哥去 赵老太太不同意 阿奶 我和大哥去吧 我力气大 林一松的脑袋 从张氏旁边探了出来 林一南从怀里 掏出黑色棉布口罩 往脸上一戴 阿奶 我功夫好 遇到抢粮的 也不怕说完 他又拍了拍背上的弓箭 和腰上挂着的刀 赵老太太还想再说什么 被林一横拉住 阿奶 我和妹妹去吧 娘 就让他们兄妹俩去吧 再拉扯 就到半夜了 李淑兰说道 赵老太太最后指的同意 建城作为辅城 夜晚的主街道 不时会有官兵巡逻 林一横驾着敞篷马车 避开城中主路 在小巷中穿行 城里的百姓几乎都逃了 马蹄声在夜色下格外清晰 马车绕过五六条破旧的小巷子 七拐八拐后 在一撞不起眼的破白屋子前停下 妹妹 到了 这就是我同窗家 林一南身手敏捷地跳下马车 四下查看 发现周围并无人 他朝林一横摇摇头 推开院子的门 林一横迅速把马车拉进院子里 林一南紧随其后 将院门关上 粮食藏在地窖里 林一横拉开地上一块不起眼的石板 拿出火折子点燃 往地窖里面照了照 粮食还在 说完便跳了下去 在微弱的火光照耀下 能清晰看到 地窖里整齐地堆着五个大麻袋 林一南看得有些傻眼 他没有逃过难 可能不知道路上的艰难 哥 你有没有想过 我们拉这么多粮食上路太打眼了 容易招货 林一横顿时哑口无言 他只想着买粮 完全没想到 现在的形势这么恶劣 林一南斟酌着 把空间的事告诉林一横 空间存了粮食和水 到时总有找个借口拿出来 不如现在就与原生哥哥达成共识 让他替自己遮掩 哥 你仔细看 林一南将手放在麻袋上 随后最上面的一个麻袋 凭空消失 咦 那带粮食去哪里了 林一横举着火折子 脑子还没反应过来 那带粮食又出现在原来的位置上 他震惊不已 没等他开口 林一南道 哥 这是我的空间 接着 他编了个故事 说自己回去救林一安的时候 不小心在街上捡到一个钱袋子 当手碰上去后 钱袋子就消失不见了 随后就发现 钱袋子在自己脑子里 他看得到里面 甚至能把东西放在里面 而别人看不到 过了好一会 林一横才回过神来 神情严肃道 妹妹 那是上天对你的眷顾 世道险恶 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 哥 除了你 我谁也没说 见他眼神清澈 只一门心思替他着想 看来林一横是个值得托付的哥哥 林一横心中很是感动 这么大的事 妹妹连娘和阿奶都没说 只告诉自己一个 可见在妹妹心中 她有多么重要 接着 林一横五麻带粮食收进空间 只余下一袋在地上 林一横处的目瞪口呆 拉起他的手反复细看 手指白净修长 除了常年练武留下的后剪子 什么都没有 哥 我们就留一袋在外面 反正只有你和阿福 知道买了多少粮 林一横抽回手 望着他笑眯眯道 我妹妹真聪明 林一横毫不吝啬地夸奖 出了地窖 林一横刚爬上来 就听地向子口 游远极近的脚步声 他连忙拿过林一横 手上的火折子吹灭 并对他做了个噤声的动作 两步躲在大门后 透过门缝往外望去 刚好有两人打着火把 从门口经过 就在这时 林一横瞳孔突然一缩 火光挥动下 林一横眼尖地看到 两人腰间记着的令牌 他认得那令牌 跟在山林中杀死的 那个胡人身上 戴着的是一模一样的 他们是胡人探子 剑城居然混进了胡人探子 带脚步声远走 林一横抚着砰砰跳的胸口 脑中快速转着 妹妹 刚才外面的是什么人 林一横低声问道 那两人是胡人探子 哥 你先待在这里等我 我去去救回 林一横猜到他的想法 连忙拉住他 你疯了 那是杀人不眨眼的胡人 哥 我有分寸 不会以身犯险的 林一横见他眼神坚定 指得无奈到 注意安全 林一横神情凝重地点点头 转身一下跃出围墙 朝着两个胡人离开的方向追去 原身练过那家功法 身姿轻盈 速度极快 悄无声息跟在两个胡人身后 穿过三条巷子 两人推门进了一户普通的民宅 林一横贴在外墙听了会动静 什么也听不到 四周无人 他走到前面那一户 提气攀上房顶 从屋顶悄悄往胡人的宅子摸过去 前院没人漆黑一片 难怪听不到任何声音 屋子后面还有个小小的院子 院子绑着三匹马 林一南一眼锁定胡人所在的屋子 从纸壶的窗户里 透出一丝微弱的亮光 他趴在房顶上 透过瓦缝往下看 五个胡人正围坐在桌子前 在一张皮子上写写画画 叽叽咕咕咕地 不知在商议什么 林一南瞄了眼皮子上画的 看着像平面图 胡人要在建城搞事情 为了确保明天林家村的人 能顺利出城 他打算干掉这五个胡人 能做探子的胡人 身手肯定不差 一队伍 他毫无胜算 林一南是个懂得知难而退的人 默默收起手中的手奴 明得不行 他更擅长用暗的 眸光微转间 他想到了一个 不费吹灰之力的办法 从空间拿出一颗高浓度 无色无味的迷药丸子 林一南对着桌子 正中间扔下去 迷药丸子落在桌子上时 瞬间四散开来 有个胡人以为是苍蝇 刚想用手去灰 结果一头倒在地上 其他几个胡人见状不对 纷纷起身 只是刚一抬起头 全都扑通倒在地上 这种高浓度的迷药 苍蝇大小一颗 就足以迷倒一头大象 是打家劫舍的必备佳品 过了一会 其他屋子也没动静 林一南便从屋顶跳下来 一把匕首凭空出现在手心 他先给地上的胡人 每人脖子上抹了一刀 很快房间的地上被血染红 他嫌弃地跳开两步 防止穴子把他的鞋子弄脏了 桌子上胡人刚才血化的皮上 全是些框框 三角形 根本看不懂 算了 他还是去收物资吧 从其他两个房间 林一南分别搜出两大车上等的皮子 他猜测这些探子 是不是半座皮货商人 早早混入建城 又搜出两袋粮食 还十几坛酒 以及一些刀具 看着后院那三匹油光水滑的马 林一南十分心动 但是他空间不能装活物 根本带不走 他是个懂得取舍的 带不走的 根本不纠结 只把那些上好的料草 统统收入空间 所有房屋都搜刮了一遍 林一南才离开 他的身影刚从巷子这头的拐角消失 巷子另一头就出现几个黑衣人 云七擅长追踪 带着云墨和云武 来到林一南才离开不久的屋子旁 主子 属下都打探清楚了 就是这里 云七低声道 云墨正准备翻身进屋 嗅觉灵敏的云武 鼻子微动 伸手一把将他拦住 不对劲 屋里有血腥味 我去看看 云墨说完 飞身跃上屋顶 站在屋顶上一眼就看到 那间还亮着光的屋子 他拔出剑朝着那屋子掠去 两名手下一脚将门踹开 浓重的血腥味直冲口鼻 进到屋里 就见屋内五个湖人 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 云七上前一一查看 很快得出结论 主子 屋内没有打斗过的痕迹 五人全是被人一刀抹了脖子 失血过多致死 云武仔细闻了桌上吃剩的食物和酒水 满脸不可置信 食物和酒里面没发现迷样 门窗同样没有破损的痕迹 云七喃喃自语 五个湖人各个身手了得 他是怎么做到不动声息将五人全杀了的 这五人明显是昏迷后被人割喉的 来人出手很辣 一招致命 云墨道 林一南 说了你们也不信 全是高科技 云墨也百思不得其解 他顺手拿起桌子上的图 看看其他屋子里 还有什么 两名手下领命出了门 云墨看着手上的图 这是建成的布防图 不多时 云七和云武回来禀告 主子 其余房间什么都没有 后院还有三匹马 奇怪的是 没有马吃的草料 云墨将地图放回桌上 对二人说道 胡人探子查到的情报 还在 你们去将冰槽的人引过来 三人随后出了屋子 林一南回到林一恒藏粮食的房子 翻身进了院子 林一恒警惕道 谁 哥 是我 林一南声音清冷道 怎么样 有没有受伤 林一恒拿着火折子 紧张地对着他上下打量 林一南心中 煞时涌上一股暖意 我没事 我们先离开这里再说 兄妹俩驾着敞篷马车 原路返回 路上 林一南必重就轻 引去杀人的事 将胡人探子的事 跟林一恒说了 林一恒惊出一身冷汗 回去我就跟族长和村长说 明儿一早就起程赶路 实则生变 林一南有些宽慰 这个哥哥虽然是个书呆子 但是个看得清醒似的 知道这种情况 他们这些平民百姓 手无寸铁 连命都保不住 自然不可能 聚兵抢马撞的胡人硬拼 回到营地 林昭辉瞥见马车 只拉了一袋粮食童 眼里闪过得意 原以为他买了很多粮食 才不跟他们放一起 没成想 只有区区一袋 一恒兄 你们回来了 一个声音湿润如玉 容貌俊美 身材奇长 同样穿着青衫的年轻男子 大步向他们走来 当他看清林一恒身旁 坐着的林一南时 眼睛顿时一亮 阿南妹妹 这一声阿南妹妹 叫得多少 带点情意在里面 林一南虎驱一阵 她是谁 难道跟原生认识 脑海闪过一幅画面 在火树银花的街道上 原生接过男子手中 递来的灯笼 巧笑巧息 这是上元节原生 和面前男子 在建成赏花灯的场景 而画面中男子 是原生父亲 自幼替他定下的未婚夫 苏运芝 现在变成他的未婚夫 林一南只觉天雷滚滚 在末世单身母胎三十多年 他从未有过结婚的想法 见他脸色淡淡 站在那里 似是不认识自己 苏运芝 只以为是未来岳父在书院被杀的事 加上他孤身一人勇闯平城 就出五个孩子 受到的打击太大 悲伤过度 导致情绪低落 有记得去年上元节 共同赏花灯 那时的阿南妹妹 还笑叶如花 不过半年时间 他就独自经历了这么多事情 苏运芝眸中 闪过一抹心疼 阿南 这是你运芝哥哥 你不记得了 李书兰见女儿呆呆地没反应 在旁边提醒道 林一南思绪被打断 对着苏运芝轻轻汗手 他不是袁深 对苏运芝没有情分 眼前男子对他来说 只是刚见面的陌生人 想到此 苏运芝声音更加温和道 伯母 阿南妹妹 以后有什么难处 尽管与我说 寒暄完 村长便让人将林一恒和苏运芝叫过去 一起商量明天启程的事 村民们连日奔波 我想明天再休整一日 后天一早出发 村长道 这是刚才组长和几个组老商量出的结果 茂材说 万万不可 明日一早 我们必须离开建城 林一恒急忙说道 为何那么急 出了什么事 组长和村长同声问道 于是 林一恒把城内发现胡人探子的事 跟大家伙说了 组长和几个组老金的半天说不出话 他们一辈子没出过远门 连日的赶路 快要了他们半条命 看来 胡人是准备 把建城也拿下了 苏运芝是个读书人 很快想到其中窍门 组长拍板道 走 苗儿一早就走 对 对 林妇你去通知村里人 不要拿太多行李出来 村长这时也反应过来 忙让大儿子去通知村民 横杆 灰杆 我们明天该往哪走 组长问几个在建城读书的学子 年轻人读书多 眼界自然要比他们这些泥地里 刨石的眼光长远 林一恒从秀中拿出一张地图 在林家村人到来前 他们就商量好了逃难路线 他指着地图对组长道 组长阿爷 我们住南边走 几个组老和村长互相对望一眼 他们组组辈辈生活在平城 去得最远的地方就是禁城 对南边实在是不熟啊 南边 那么远 我这把老骨头 怕是走不动啊 组长不解问道 咱们为什么不去上京 林昭辉心思活络 早把能去的地方打探清楚了 他道 组长阿爷不能去上京 胡人破了夜门关 又接连屠杀五座城 胡人对上京肯定势在必得 且上京繁华 但地方小 权贵多 许多流民已经奔着上京去了 我们去了 怕是没有活路 林一恒又把当前行事 仔细地跟他们分析了一遍 最后 他压低声音道 我听过网课商说 一城的商人全往南逃了 洛楚国的王更是带着满城百姓南下 想到胡人连屠五城 朝廷完全没有丝毫还手之力 组长算是 彻底泄了去上京的心思 南边真有那么好 祖老队不确定的前城忧心忡忡 听说南帝十分荒凉 经过这段时间的了解 林一南知道 他现在所处的时代 与五胡乱华时期十分相似 他道 起码 南边没有吃人的胡人 不会有大规模的战乱 村长扫了眼 站在最前面的这几个年轻后生 他们是林家村读书最好的 还有后面村民们 阴阴期盼的眼神 为了林家村的未来 村长一拍大腿 语气坚决道 走 我们去南边 组长和几个组老 所有林家村男丁 不一致赞成去南边 商量好路线了 村民们便散去 苏运之朝林一横拱拱手告别 一横兄 我这就家去收拾戏软 明早过来与大家会合 好 路上注意安全 苏运之回头深深看了林一南一眼 才转身上车离开 那拉斯的眼神 看得林一南鸡皮 都出来了 兄妹俩回到营地 就见离他们不远的地方 又来了一辆马车 从马车里跳出两个年轻男子 浑身散发出肃杀之气 看着就不简单 林一南对这种气息很是熟悉 借着微弱的火光 偷偷打量起来人 突然 一双锐利的眼睛扫向他 林一南忙收敛身上气息 移开视线 云舞 你一个大老爷们 不要总盯着人家姑娘看 云二摇摇头 边说话边将马双好 二哥 那姑娘不乏轻盈 气息沉稳 是个恋家子的 云舞到 云末掀开车帘 朝林一南他们所在的营地望去 林一南正背对着他们 坐在火堆旁 看背影就一普通小姑娘 并没有什么不妥 别多事 抓紧时间休息 云舞抱来一捆柴火 与云二两人很快生好火 三人坐在火堆边上 闭目养神 林一南手上拿着李淑兰给的饼子 在嘴里啃 却竖起耳朵 听隔壁的动静 李淑兰见他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 有些黯然神伤道 阿南 原本我和你爹打算 等你年底满十六岁 明年选个好日子 让你和孕之成亲 现在你爹不在 怕是 他说着哽咽起来 眼泪止不住地流 娘 把清退了吧 他缓缓开口道 什么 李淑兰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他 娘 我们马上也要去南边逃难 而女情长得 事先放一边 等日后稳定下来再说 为了不耽误孕之哥哥 我们把亲事退了吧 林一南试着用原主的口吻 动之以情 小之以礼 去劝李淑兰 妹妹 孕之不是那等狼心狗肺的人 林一横道 他和苏孕之相处的时间最长 很清楚 他是什么样的人 李淑兰点头 对 他父亲与你们父亲相识多年 苏家 亦是书香世家 娘相信他们断不会做那种背信弃义之事 可是 林一南还想据理力争 却被林一横打断 阿南 有哥哥在 一定会护着你 不让欺负你 见母子俩坚决反对 林一南只得暂时放下这个问题 日后再徐徐徒之 云末倒是把母子三人的对话 听得一清二楚 这年头主动退清的小姑娘 倒是头回见 原来他们也是要去南边 看来是和他同路 恰在此时 一身黑衣的云七回来了 主子 是已半妥 冰曹的人 可有神妖动作 城里怕是要戒严了 冰曹主事 已经让手下严家盘查进城的人 一会可能往这边搜来 云末点点头 看来建成冰曹的人办事 还算尽心 只是不知等胡人大军杀来 他们又能坚持多久 主子 我们要出手吗 云二阳没问到 二哥 你莫不是忘了 皇帝老儿 要把我们云家上下抓起来下大狱 我们可是千辛万苦才逃出来的 兄弟们可是死伤不少 云七愤愤不平道 云末将手中烧的正望的木棍 扔进火堆 拍了拍手 站起来 早点休息 明天一早出城 三人听云末的意思是 撒手不管 也是 云家老将军和大将军 还有大少爷孤立无缘 站死在夜门关 他们云家并没有辜负天下苍生 反而是皇帝老儿 偏信奸宁 暗害忠良 云家没必要再上赶着替他卖命 云五八不得胡人杀到上京去 就是苦了这天下百姓 花开两朵 各表一枝 灵意难睡到下半夜被吵醒 原来是官兵带人来 再次查验这里所有人的户籍 凡是没有户籍 或与户籍对不上的 哪怕再有钱也没用 统统带走 灵家村是整个村人一起出逃的 族长还把族谱带了出来 官兵过来查验的时候 族长还配合着 把族谱拿出来逐一对照 因此 全员安全过关 营地里闹哄哄的 吵得大家睡不着 村长一合计 干脆招呼大家收拾东西 只等城门一开就出城 最后 官兵赶着大队人马离开 官兵刚离开 苏运之就赶着两辆 装得满满当当的罗车过来 苏运之率先跳下马车 与林硕和林义恒打招呼 我回去后 官兵满城的 在找胡人探子 吵得不得安宁 我就让家人连夜收拾好 想着早点过来 与你们会合 苏运之的双亲 苏坤良和牛景慧 从马车上下来 身后带着16岁的女儿苏运如 一对14岁的双生儿子 苏运景和苏运延 还有一个7岁的小儿子 苏运瑞 朱景慧一下车 就亲热地拉住 李苏兰的手 苏兰啊 你受苦了 说着了 又拿手帕擦了擦眼角 眼睛迅速在旁边 站着的林义男身上 上下打量一番 见他身穿黑衣 心里顿时有些不喜 阿南 你的事我都听韵芝说了 身上可有受伤 这番话在旁人听来 可是情真一切 可林义男却没忽略 他眼中的审视 看来朱景慧 对原生这个未来 习不太喜欢 林义男也懒得 与他虚伪一 他语气淡淡道 谢伯母关心 一切都好 朱景慧看他 对自己说话冷谈 不像以前 那么的刻意讨好 神色微愣 脸上还是若无其事道 以后有什么事 可以直接来跟伯母说 苏连角乃是 一城的名门望族 苏父更是 现任族长的嫡幼子 以他们这样的家庭条件下 他儿子苏运芝 能取到身份地位 更贵重的豪门贵女 如若不是夫君 坚持要信守承诺 他早就退了这门轻事 现如今天下大乱 任何助力 不拖累也算是好的了 不行 他得早做打算 不能让林一南 拖累自家儿子 李淑兰不知道 朱景慧端庄笑脸下的心思 感动得直抹泪 可惜苏运芝不这样想 他像父亲一样 是个重懦的君子 此时 跟在林变恒身边 一边帮忙把东西绑在马上 一边看向林一南 看儿子笑得傻乎乎 朱景慧咬了咬后草牙 袖子下的帕子 都快扯烂了 苏运芝了解自己母亲的心思 见状忙上前扶住他 娘 伯母他们要收拾东西 咱们在这里帮不上什么忙 不如先上车去等着吧 李淑兰向来是个会体贴人的 景慧姐 路途辛苦 你先去休息 一会等村长通知 就可以出发了 朱景慧文言便不再与他客套 母女俩转身上了自家车里 运芝 你们过来了 林昭辉过来 跟苏运芝打招呼 眼神瞥见林一南 眉头微皱 昨晚母亲和妹妹说起 是其的父亲和弟弟 哭成了泪人 想到活泼可爱的弟弟与他们天人永隔 林昭辉也觉得不是林一南的错 但母亲说的对 如果他能早点赶到 或许弟弟就不会死 感受到林昭辉不善的目光 林一南抬头直直望过去 眼神尽是挑衅 丝毫不畏惧 收拾妥当 他把林一安和鲁长青抱上马背 村长敲着铜锣来喊村民排队 准备出城 等林家村人赶到南城门附近的时候 前面已经排起长长的队伍 城门口又有士兵把守着 队伍里全是马车 罗车 牛车 嘻嘻嚷嚷的 一眼望不到头 林一南家走在林家村最后 他们前面是苏运之一家的罗车 天色微亮 人群不停地向前张望 城门处没有一点动静 林一安坐在马背上不停向后面望去 林一南回头 就见后面是昨晚住在他们隔壁的三个黑衣人 队伍久久不动 趁人不注意 林一安偷偷从马背上滑了下来 他跑到后面那辆马车前 对着坐在车厢里的黑衣男子喊 哥哥 原来你也在这里 云墨还没反应来 林一安就爬上了马车 哥哥 你不记得我了吗 林一安声音里掩饰不住的欣喜 云墨看着这个自来熟的孩子 有些恍然 原来是他在平城旧的小萝卜头 他没头威你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 林一安见他想起自己 指着前面同样身穿黑衣 背着弓箭的林一南 哥哥 我姐姐在那 云墨顺着林一南指的方向望去 黑衣女子旁边那两匹毛发枯黄 彪肥体壮的马 是他在城门口送给他的 毛色怎么变成这样啊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马罗 心里忍不住赞叹 这女子不但伸手好 还有颗蹊跷玲珑星 这样一来 就减少了他人 对这两匹汗血宝马的觊觎 林一南听见林一安说话的声音 转身看到 这小子已经爬上那主仆四人的马车 这小子不知什么时候滑下马的 两人视线刚好对上 林一南礼貌地轻轻汗手 随即朝云墨的马车走去 二 你怎么随随便便上别人的马车呢 他扮起眼对林一安道 要是心怀歹念的人 把人迷晕藏起来 想找都没地儿找 姐姐 他就是平成的那个哥哥 黑衣男子朝他点点头 脸上表情淡淡的 林一南挑了一下眉 眸光扫过男子 男子年纪不大 穿着一件竖角黑色镜装 相貌英俊刚毅 五官轮廓清晰 浓眉大眼 眼睛深邃而明亮 哪怕坐在马车上 背也挺得直直的 自有一股天生的威严 多谢公子在平成出手相助 林一南真诚地朝他行了一礼 姑娘不必多礼 我只是顺手而已 云墨眉头微醋 他在林一南身上隐隐看到 与他长相甜美的外表 极为不服地肃杀之气 二 跟我回去 一会娘该着急了 林一南伸出手就要去抱林一安 林一安躲开他的手 转头对云墨道 哥哥 你们要去哪儿 南下 云墨道 和我们同路吗 林一安昂起小脸又问 云墨瞥了眼前面毫无动静的队伍 应该吧 他好了 那我就可以天天看到哥哥了 林一安开心地笑了起来 林一南趁机一把将他抱起 对云墨道 打扰公子了 淡淡的香甜气息飘过鼻尖 云墨呼吸一致 这股气息似曾相识 一时想不起来在哪里闻过 他目录疑惑 望着走远的林一南发呆 见自家主子对小姑娘上了心 云墨凑上前 与带调侃道 主子 这小姑娘不但会功夫 长得也不错呀 云墨回神白了他一眼 你以为人人都像你 看见漂亮姑娘就走不动路 我看的可是花楼里的姑娘 云二毫无形象地往车厢一躺 俊美的脸上带着皮笑 云武回过头 不去看他那张嵌痘的脸 云二哥 你别嚣张 夫人和云一在城外十里听懂我们 等见了云一 我就将你逛花楼的事告诉他 我好怕哦 你尽管告去 我又没耽误正事 云二朝他挥挥手 丝毫不在意 云七从街道旁的屋顶下来 主子 前头好像发生争执 打起来了 出什么事了 在车厢中坐起身收起脸上笑意 前面的百姓在城门口跟官兵起了冲突 大概就是这样 隔得有些远 云七不太清楚详细经过 我去看看 云二话音刚落便飞升上了屋顶 转身朝城门口方向飘去 云墨眼底闪过一抹狠力 出城怕是要费些时间了 云武 你还有没有迷药 云武闻言翻了下藏在身上各处的药粉包 还余不少 准备好 一会能用得上 云墨道 没一会 云二去而复返 主子守城将士收到命令 胡人马上要进宫建城 从今天起 所有城门不开了 城里的人不准进出 云二呼出一口气 继续道 而且 城里所有人的牲畜要被征用 男的要被征掉去守北门 妇女孩子负责城内人员的日常饭食 和各种后勤杂活 这明白着 让老百姓去送死呀 主子 怎么办 我们出不去了 云七道 前面现在怎么样了 云墨道 百姓当然不会坐以待毙 已经跟官兵打起来了 云墨顿时心生一计 云二你去前面看着 趁乱出城 把城门打开 关键时候添一把火 然后低声商量着 下一步该怎么做 云二拍拍衣袖不存在的灰 转身潇洒地大步离开 与此同时 邻家村人也收到了城门不开的消息 妇人们哭好起来 纷纷咒骂官府不是人 拿他们的命去撞胡人的刀 怎么会这样 为什么就不能给我们一条活络 赵老太太看着家里的几个年幼的孩子 哭得伤心不已 张氏和李淑兰也在偷偷抹泪 林硕和林一恒他们几个垂头丧气的 叔 哥哥 你们别难过 这趁我们肯定能出卷 林一男淡定道 林一恒见前面乱成一锅粥 妹妹 前面乱起来了 哥 越乱越好 你去通知村长 一会城门开了 咱们赶紧趁乱出城 林一男急忙提醒二人 好 我这就去 林一恒眼睛通红 把腿就往队伍前面跑 城门会开 赵老太太不敢置信 林一男笃定道 肯定会开 没人愿意留下来送死 哪怕不开 他也要想办法让他开 空间还有几十个微型炸弹 大不了 他就将这城墙炸几个洞 城门口 守城将士和百姓的冲突 已经到了白热化阶段 许多士兵被打破脑袋 或被绑起来丢在一边 云儿加入后 更是将那功夫好的将领拿下 年轻力壮的汉子 也趁此机会打开了城门 只是城门开时 一个信号弹在天空中炸开 云儿按道不好 连忙在队伍中大喊 不好了 官兵发了信号弹 援兵很快就到 大家伙赶紧出城了 一时间 所有人都涌向城门 城门瞬间被堵得水泄不通 云儿服额 只得指挥大家 排成四队 快速出城 林一恒回来的时候 前面的队伍 已经在快速移动了 林一男同样看到了 半空中的信号弹 心下暗暗焦急 希望增援官兵 没那么快到来 林家村人 还剩一半人没出城 城内街道已经能听见 官兵们整齐划一的脚步声 一个铿锵有力的声音传来 擅闯城门者 杀无射 杀 杀 杀 接连三声 震耳欲聋 响彻天井 赵老太太被吓得差点 从马背上滚下来 幸好林一男眼 几手快扶住她 阿南 怎么办 赵老太太紧紧抓着她的手 吓意识到 林一男安慰地拍拍她的手 阿乃别怕 坐稳了 我们这就出城 她回头对林一横道 哥 你带着阿乃和娘亲他们 尽快出城 妹妹 你要做什么 让哥哥去吧 林一横瞪大眼睛看着她 林一男沉着脸 神情凝重 语气却是不容智慧 别添乱 照我的话做 说完她 大步往队伍后面走去 官兵转眼来到 离城门口不远的街上停下 前面十几人全是弓箭手 一个个单膝跪地 手里弯弓搭箭 只等带头将领一声令下 云末也看到了官兵的动静 他让云武拿出迷药 正准备行动 眼尾瞥见一个黑影 速度极快地 一跃飞上旁边房子的屋顶 他定睛一看 是那个小姑娘 他要干什么 林一男取下背后弓箭 拿箭矢的时候 悄悄在箭头放了两颗 高浓度迷药丸子 他用力拉满弓 两只箭矢分别落在 中间官兵的盔甲和盾牌上 面对突然的袭击 队伍中的官兵 瞬间乱作一团 随后接二连三地倒在地上 不省人事 林一男勾了勾嘴角 背起弓箭 从墙上跳下来 等他下来时 林家村众人 早已顺利出了城 这一幕 被云末尽收眼底 他一脸震惊 他是怎么做到的 他在箭上放了什么 主子 他在箭矢上放了迷药 云武很肯定 云末看向他 你的迷药能做到吗 云武摇摇头 开玩笑 他的迷药只适合近距离抛洒 离得那么远 还未靠近敌人 药效就被风吹散了 走 先出城 云末道 现在不是追究这个的时候 出城要紧 林一南混在队伍里 很快出了城 出了城门 林一恒就站在墙边等他 哥 我在这 林一南朝他挥挥手 林一恒小跑过来 妹妹 你吓死我了 走吧 两人小跑着 往前去追林家村的队伍 云儿同样在城门口等云末 他们出来后 他轻轻一跃跳上马车 看着在前面跑的林一南兄妹 云末开口道 跟着他们 云儿不解问道 咦 是那个漂亮的小姑娘 哦 原来你终于开窍了 闭嘴 云末有些不耐烦 这家伙满脑子 都是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嘿嘿 被我猜中恼羞承诺了吧 云儿挑挑眉 依旧嬉皮笑脸 云末翻了个白眼 转过头不想搭理他 云七扯了扯云儿衣袖 小声将刚才发生的事 说给他听 云儿吃惊地捂着嘴 原来小姑娘这么厉害 不愧是 咱们主子看上的人 说吧 他直接从云武手中 抢过缰绳 快快 我们追上去 别让他跑了 城外道路平坎宽敞 并无难民逗留 出了城 百姓们迈开步子 挥动手上鞭子驱赶牲畜 声怕慢了 城里的官兵会追出来 把他们抓回去 云七驾着马车 躲过奔逃的人流 来到林义恒兄妹身边 放缓车速 云末端坐在车厢里 并没有出言阻止 云儿探头 看向林义男 姑娘 我们烧你一程 林义恒疑惑看向林义男 你认识的 在平成就二十 那位公子帮过我 林义男目光 扫向车厢里的云末 朝他轻轻汗手 那多谢公子 林义恒对车里的云末行礼道 云末目光有意无意地 看向林义男 文言说道 兄台不必多礼 赶快上车吧 兄妹俩前后脚上了车 云儿有意将两人隔开 林义恒坐在车弦上 而林义男则在车厢里 与云末相段坐 从林义男上了车 云末的目光就没一开过 除了在山洞那次 她是第一次 近距离与女子相处 面前的小姑娘 长着一张精致小巧的脸蛋 皮肤白皙 透出红润的光泽 阴气的眉毛 眼睛大而有神 高挺的鼻子 圆润饱满的嘴唇 不知怎跌 她的嘴唇 对她有种莫名的致命吸引力 云末意识到自己失礼了 盲轻壳一声 转移自己的注意力 她开口道 之前在屋顶 你在箭头上放了什么 林义男心中警惕起来 眼神锐利地直直看向她 棕门密钥 无可奉告 她声音清冷道 云末知道自己愉悦了 忙拱手道歉 失礼了 这要可否与姑娘交换 你是想换回去 自己研究配方成分 林义男一语道破她的心思 云末被看破也不气恼 实在是姑娘这样 对我有大用处 不换 开玩笑 这要放在任何一个人 身上都有大用处 哪怕再先进一千年 他们也研究不出来 云末无奈指的放弃 这小姑娘不但伸手厉害 更是心思敏锐 聪慧异常 车厢外 云儿为了吸引林义恒的注意力 眼神暗示云武 云七与她攀谈 三人你一言我一语的 不过片刻功夫 就把林家村人难逃的路线 全套了出来 林义男在车厢里 听得嘴角抽搐 哥哥虽然聪明 但毕竟没经受过社会的毒打 这一下子 连老底都被人掏光了 对面的云末心情愉悦 原来小姑娘 跟他们要走的路线是一样的 真巧 原来姑娘与我们同路 林义男问道 你们四人是去南边投奔亲切 对 只不过家人还在前面等 我们会合 举家南下 林义男关她身上气度 想来不是一般人家 云末目光灼灼 看向她 声音低沉浑厚 带着蛊惑 姑娘伸手不凡 不如我们一起接个办 路上也好 有个照应 车厢外的云儿 听了心里窃喜 难得主子 第一次主动追求喜欢的姑娘 看向前方路上的水坑 手上缰绳一甩 马车欢快地从水坑上碾过 车厢里的林义男没坐稳 颠簸得整个人 扑向对面的云末 幸好她反应敏捷 一手抓着车厢顶 一手摁在云末胸口上 稳定住了身形 云儿欲想的怀抱美人的场面 并没有发声 林义男感受着手下结实的胸肌 以及胸膛里 越来越快的心跳声 泽泽 看样子还是只纯情小菜鸡 她装作若无其事地收回手 眸光扫过她的面庞 云末有些不好意思地扭过头 不敢与她指示 两人静静听着车厢外四人的交谈 没再说话 主子 实力听到了 云二道 马车缓缓停了下来 林义男从车厢出来 扶着林义恒的手 跳下马车 阿南 义恒兄 你们没事吧 苏运芝看见兄妹二人迎了上来 运芝 我们没事 林义恒说着 朝云末四人拱了拱手 多谢云公子仗义相助 林公子 这位是 云二看着与兄妹二人熟忍的苏运芝 这位是社妹自幼定亲的夫婿苏运芝 林义恒转身又为苏运芝介绍起云末几人 运芝 这几位是 云末听到未婚夫婿 心里顿时一沉 已经无心去听林义恒的话 她居然定亲了 林义男贴见她错愕的眼神 觉得有些莫名 便没再理会 快步朝李树兰走去 等人离开 云末回头望了一眼 有些信心然道 云二 我们走吧 母亲还在前面等着呢 云二扬起马鞭 赶着马车继续往前走 路过林家村其他村民休息地时 四人听到一个尖锐的女声 林义男她是个什么东西 让全村人停下来 等她一个人 唐 你小声点 让人听见 又该说你了 妇人说道 本来就是 还不让人说 女子的声音满是怨恨 云末皱着眉头 书弟将车厢窗子拉开 两道冰冷的视线扫向女子 林秋桃冷不防 被她冰冷的视线吓了一跳 色缩着躲在自己母亲身后 这人眼神好可怕 好像要吃了她一样 云末冷哼一声 重新拉上窗子 真是肤浅 要不是那小姑娘 他们所有人都别想平安出城 云二以为云末心情不好 轻声安慰道 小姑娘只是定亲而已 又没成婚 况且 哪怕成婚了 也一样可以合理 云末抿着唇沉默 她只是对那小姑娘的身手 和宗门秘药感兴趣 云二就误解成 非她不娶了 这到底 是什么脑回落 云二见她不说话 以为戳中了她的心 又接着到 况且一路南下 路上变故那么多 我们可以把不可能的事 变成可能 云末沉下脸 手握成全 云七连忙扯了扯云二衣袖 朝她实眼色 二哥 你别说了 主子是不会那么容易 对一个小姑娘动心的 二 你脑子是不是想太多了 我只是 对她好奇而已 云末很是无语 忍了又忍 才没对她动手 主子 感情的事你不懂 好奇就是感兴趣 感兴趣就是喜欢 云二大笑两声 感情的是她最懂 主子 夫人和二小姐 他们在那里 云五眼观六路 很快发现在十里亭外的云母众人 云七和云二直觉的人影一闪 云末已从车厢跳了下来 跪倒在一个中年美妇人身前 娘 儿子回来了 陆雪英用帕子抹着泪 弯腰将人扶起来 快起来 地上凉 娘总算把你盼回来了 身上可有受伤 儿子自十三岁 跟随她父亲出征以来 每次回来 身上总会带着大大小小的伤 儿子很好 并无受伤 儿子不笑让母亲受苦了 云末惭愧 站起身和母亲身旁的大嫂李慧山 二姐夫妻云雁 罗首信 还有身怀六甲的三嫂陆亚霜 和十六岁的妹妹云莹 十四岁的弟弟云明 一一打招呼 然后她从怀中掏出一个不包着的东西 递给母亲 娘 这是父亲嘱咐我交给你的 陆雪英听她提起战死沙场的夫君 靠在二女儿身上 早已哭成泪人 云末看了眼面容憔悴 一下苍老了十几岁的大嫂 有些鱼心不忍 最终还是把怀里的东西塞进她手上 大嫂 这是凌初争钱 大哥让我给你的 她说 三个孩子 以后交由母亲和我抚养即可 让你不必等她了 夫妻恩爱多年 李慧山不禁悲从兴起 痛哭出声 云峰 你怎么能这样狠心对我 李慧山与云峰所出的两子一女被吓得 纷纷上前抱住她 不断地喊娘 他们最大的七岁 最小的女儿也不过三岁 二姐云雁和小妹云莹忙上前劝慰 云莫心中意识悲痛万分 抱起最小的侄女 转身对着陆雪英道 娘 这里离间成静 怕是不安全 我们要尽快离开这里 陆雪英吸了吸鼻子 上前劝李慧山 杀 别哭了 不管你是选择回上京也好 跟我们去南边也好 从今往后 你就是我的女儿 李慧山文言心中感动不已 但她自小受礼法教导 出嫁从夫 夫死从子 两个儿子还这么小 上京从此在吴云家 只能去举家南逃 去南边谋求一条出路 就算云家给了她放七书 她回去李家 也是在家庙度过余生 还不如陪在儿女身边 把他们养大成人 娘 我不走 你去了 我就去哪 好 好 好 陆雪英连说三个好 我们云家定不会博待于你 云末没看见云一他们 周围就只有十几个护卫 娘 云一他们呢 二姐夫罗手信出来解释道 收到你的飞鸽传书 我便将上京的家产便卖了 如今年头不好 库房存的粮食并没有处理 娘让云一他们带着粮食 先去古道县那边等我们 我本家在古道县 我父母在那边也囤了批粮食 就等我们过去会合 还是姐夫想的周全 南下路途遥远 我们人数众多 所需粮食也多 云末点头 这几年天灾战乱不断 手下那么多人 提前把粮食备好 自然是好的 娘 我三哥的伤怎么样了 他记得破城前 三哥云也就身受重伤 不便行走 被父亲强行送回家中休养 你三哥的伤尚未恢复 还在马车上躺着 陆雪英道 云武 你去看看我三哥伤怎么样了 云末对云武道 云武鼻子灵敏 擅长气味追踪 对要毒有深入研究 好的 公子 属下这就去 云武道 一家人还在寒暄 林家村人的队伍就已经启程 路过云府众人 纷纷探头观望 云末瞥见 依旧走在最后的林一南一家 谋底不自觉闪过一道亮光 娘 时间不早了 咱们早点启程赶路吧 好 娘都听你的 陆雪英拍拍她的手 云府一共有三辆马车 四上云末带来的是四辆 大嫂李慧山和三个侄一辆 二姐带着三个儿子单独坐一辆 母亲陆雪英和三哥夫妻坐一辆 预衣下辆用来拉粮食 及各种生活用品 云末没有坐车 而是跟在马车旁 边跟母亲说话 边跟在林家众人后面走 前面那些是什么人 陆雪英看着浩浩荡荡的林家村人 心里有些不安 他们人少 马车上的东西可别被抢了 云末只说 林家村人是从平城逃难出来的 和他们一样 也是前往南边 我们跟在人家身后 他们没意见吧 陆雪英有些担忧 毕竟自己没打招呼就跟上去 似乎有失礼数 娘 你别担心 等停下休息时 我去和村长打声招呼 云末认为 这个问题不大 陆雪英顿时放下心来 那就好 怕官兵和胡人追来 林家村人白天不停地赶路 没有停下休息 咬牙坚持不懈地 走到太阳西斜 最后在远离官道的半山坡 一块平坦的地方停下 准备在这里过夜休息 林一南默默估算了下 这一天 他们大概走了快五十里 也就是二十五公里左右 官道上都是从建城逃出来的难民 人数众多 如果发生什么事 真是连个躲避的地方也没有 停下后 村长敲着铜锣 让各家男丁集中在一起开会 让头脑清晰地读书分析现在行事 老人妇女孩子 则在营地周围捡柴火 挖野菜 林硕和林一恒书侄开完会回来 传达了村里的意思 路上情况未明 让各家晚上多做干粮 以便白天赶路时能果腹 林一南跨着篮子 和李书兰去挖野菜 这里离官道不远 不止野菜 就连能吃的能吃的树皮 早被采摘一空 想要挖野菜 就得往进入更深的山林 跨入山林 他就发现 身后跟着一位貌美妇人 你跟着我们做什么 林一南回头 陆雪英被问得手足无措 结巴道 我 我想跟你们去挖野菜 可以吗 儿子女儿在搭帐篷 生火 他们出来的匆忙 带的粮食也不够吃 他路过听到林一南母女 要去挖野菜 便跨了个篮子 跟在他们后面 李书兰见夫人 被林一南的气势吓倒 称怪地瞥了眼自家女儿 可以 只是山林危险重重 夫人莫要走远了 李书兰说话温和 陆雪英好感大增 便上前两步和她并肩 夫人大度 那我就厚着脸皮与你一起 我看咱俩年纪差不多 你教我雪英就好 李书兰有些不好意思 都出来逃荒了 还叫什么夫人 我闺名书兰 叫着彼此闺名 两人关系瞬间拉近不少 李书兰热情地胶着陆雪英 辨认草丛中的各类野菜 陆雪英听得认真 还不时夸赞几句 林一南想经觅铃看看 能不能列到野物 娘 我去里面看看 李书兰有了伴 便不需要她陪 你去忙吧 我带你陆一 就在这里吧 呗 刚认识的美妇人 聊上两句就成她陆仪了 林一南背着弓箭 走向森林深处 她缠肉了 想猎两只鸡吃吃 空间放着几头野猪 却没有合适的借口拿出来 这座山并不高 林子也不密 林一南转了圈 没发现大型野兽的踪迹 一抬头 她看到树叉上有个鸟窝 她伸手脚键爬上树 里面有六个拇指大的鸟蛋 小心翼翼地把蛋收好 林一南居高临下 看到不远的树上 有只野鸡 她后背紧贴树干站稳 取下背后弓箭 瞄准 箭矢直接穿透野鸡的脑袋 同时从另一边飞来一只 箭矢射穿野鸡的脖子 野鸡身中两箭 倒在草丛中扑冷几下 便不动了 林一南看向箭矢射出的地方 与一双漆黑明亮的毛子对上 又是她 林一南准备从树上滑下来 不管谁先发现 野鸡却是她率先射中的 她是不会把野鸡拱手相让的 如果对方服 她不介意跟她打上一架 谁打赢归谁 事实上却是她想多了 林一南一下地 云莫就把野鸡送到她面前 姑娘好剑法 多谢夸奖 林一南接过野鸡 一点也不谦虚 她剑法可是用人头练出来的 不好才怪 拔下野鸡脖子上的剑 递给云莫 公子 你的剑 云莫接过剑 见她转身要走 忙叫住她 我刚才在那边看见一群狗欢 往山顶去了 不知姑娘有没有兴趣同行 林一南眉头微调 这男人跟她套近乎 是对她的迷药 还不死心吗 不了 我在这附近转转 她果断拒绝 言霸转身大步离开 姑娘寡女的 她不想落人口舌 云儿从不远处一棵大树后面出来 紧张地看着云莫 主子 怎么样 小姑娘上当了吗 云莫白了她一眼 你觉得 我骗人家小姑娘什么了 听她语气不善 想来是被拒绝了 云儿安慰道 没事 姑娘都是要矜持些的 走 我们去打狗欢 对 打了狗欢 可以送一只给她 姑娘家都是喜欢收礼物的 云儿拍掌 两人走出没多远 就见树林里 隐约站着一男一女 云儿定睛看去 嘖嘖两声 春天还没到呢 就急着钻小树林了 她一把拉住云莫 整结衣袖 差点被她撕下来 云莫拍开她的手 咬牙切齿道 云儿 你最好有事 主子 快看 那小姑娘的未婚夫 在云私会 云儿兴奋地暗示 云莫朝树林那边看 不要多事 她不知道 云儿的性子 怎么会越长越歪了 苏韵芝抱着一捆柴 从树林出来 看见二人 正愣一下 便汗手措身离开 随后 林秋桃面红耳赤地追出来 提着半篮子野菜 看见云莫的脸 吓得赶紧低下头 云儿嘖嘖两声 小姑娘 知不知道你现在什么样子 林秋桃有些羞怯地捂着半边脸 以为她会夸自己长得好 谁知这人狗嘴吐不出象牙 把她气得差点原地飞升 云儿笑得不怀好意 如同一把戏血的刀 像只发情的猫 林秋桃的脸瞬间阴沉下来 一甩袖落荒而逃 回到离营地不远的小溪边 朱景辉母女正在洗野菜 林秋桃眼睛一亮 迈着矜持的小碎步上前 伯母 你也在啊 我来帮你吧 连日赶路 林秋桃来不及收拾自己 此刻灰头土脸的 朱景辉一脸问号 还真没认出她是谁 你是 伯母 我哥哥林昭辉 跟苏公子是同窗 我是他妹妹林秋桃 林秋桃温声细语道 脸上努力挤出一抹 自认为好看的笑容 苏玉如抬头 看见林秋桃那张 刻意讨好的脸 心里一下就明白怎么回事 她低下头 有些厌烦的撇撇嘴 哦 不用不用 我们马上就洗好了 朱景辉恍然大悟的样子 连忙避开林秋桃伸过来的手 林秋桃的手尴尬地僵在原地 随即想到什么 拿起自己的篮子 抓了两把野菜出来 伯母 这是我刚挖的野菜 可鲜嫩了 朱景辉是半点都不想要 这野菜又苦又色 刚想拒绝 对上林秋桃那刻意讨好的笑脸 心思一转便接了过来 她笑道 那就多谢秋桃姑娘了 伯母别客气 你若喜欢 我以后就多采线 林秋桃心里暗自得意 苏运之相貌堂堂 家世好 要学识有学识 待人和善 这样的好男儿 岂能便宜了林一南那件人 她发誓 一定要把苏运之 从林一南手上抢过来 哪怕抢不过来 也要把她的婚事搅黄 苏运如低声问朱景辉 娘 那林秋桃明晃晃地 在打哥哥主意 你为什么还要她的野菜 朱景辉看着心思 单纯的女儿 叹息道 如儿 你不懂 苏运如生气地撅起嘴 踢着脚下的石子 自己心里清楚得很 娘看不上林一南 觉得她无论是家世 人品 接配不上自家哥哥 暗戳戳想找机会退清 林一南在茂密的山林里转了圈 就收获了三只野鸡 五只兔子 三四十个鸟蛋 看到回来 林一安带着鲁长青和林一春 团团围住她 林一安 姐姐 我要吃肉 林一春嘴角口水直流 大姐姐 我也吃 林一南低看着不说话的鲁长青 柔声问她 长青 你想吃肉吗 鲁长青水润润的眼睛望向她 抿着嘴 小脑袋用力点了点 好 咱们今晚就煮肉吃 营地里 林硕带着林一横和林一张 再用储救把素米倒成粉 李书兰早已挖够野菜回来 此时正在帮忙 赵老太太和张氏把磨好的粉倒进大木盆里 加水揉成面团 掺入洗好切碎的野菜 做成野菜团子 大家见林一南身上挂着野菜和兔子回来 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赵老太太 哎哟 怎么打了这么多野物 林硕咧着嘴 阿南真是越来越能干了 李书兰端来一碗水 喝点水 已经烧开摊凉了的 林一南接过碗一饮而尽 喝完抬手把嘴一蒙 哎呀 你孩子 李书兰握着帕子的手 将在半空 林一南假装没看到 他不是原生 身上没有大家闺秀那些习惯 他更不想为了迎合别人来委屈自己 他转身问赵老太太 阿奶 我们晚上红烧兔子吃吧 阿奶 吃红烧兔子 我要吃肉 林一松和林一安掩 带祈求地看着赵老太太 好 好 晚上就炖兔子肉吃 赵老太太慈爱地看着几个儿孙 林一荣把另一个锅里烧好的水咬了半桶出来 姐姐 我和你去西边杀兔子 拿个篮子去装 张氏连忙递来一个篮子 临走前 赵老太太叮嘱到 兔子把皮毛留下 野鸡到石用炎炎起来 林一荣自幼跟在张氏身边 家务活干得十分利索 他在桶里兑了些凉水 然后把三只野鸡轮流放进去烫 烫的时候不断翻到 保证野鸡的所有部位都烫到 烫好后 就把野鸡拿出来拔毛 林一南原本怕他不会 想要教他 现在看他处理起来手脚麻利 便拿出匕首 开始包兔子的皮 林一荣 姐姐 你怎么会给兔子包皮 林一南 以前跟练武师父学的 姐妹二人正低声说着话 云墨和云二 美人身上挑着了五六狗欢 从山林出来 哟 小姑娘 收获不错呀 云二看着篮子和地上野物 对林一南道 林一南眼睛扫过两人肩上 挑着的那一串狗欢 彼此彼此 云墨解下两只较肥状的狗欢 扔到林一南面前 给你的谢脸 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无功不受禄 我不记得有帮过公子 林一南没有随便拿别人东西的习惯 云墨皱眉 谢谢你在建城替我们解围 那确实应该的 毕竟他替他们挡去许多麻烦 谢礼一只足矣 姑娘宅心人后 还请墨要推托 云墨执意要送 推托什么 苏运之挑着水桶走来 笑意盈盈 看向林一南 云二脸上扬起笑 刻意挡住他的视线 苏公子不知 在建城时 他把在建城发生的事 告诉苏运之 将林一南的功夫 剑术夸了又夸 林一南并未否认 当时看到人不少 苏运之迟早也会知道的 苏运之很是惊愕 他知道林一南爱好学武 以为他 只是学了花架子而已 没想到 伸手竟然如此了得 云二以为会在苏运之脸上 看到难堪 天下多数读书人 没人会喜欢一个 舞刀弄枪的女子 但是并没有 相反苏运之并不觉得难堪 反而觉得予有荣焉 他未来的小娘子 如此厉害 他绕过云二 走到林一南面前 眼神温柔地能滴出水来 伸出手 习惯性想要去揉林一南的脑袋 却被他下意识地躲开了 苏运之不以为意 意识到还有外人在 自己的行为过于猛浪 林一南十几年养的性格 不喜欢女人太过亲密 云墨脸色一沉 将肩上猎物 甩给匆匆赶来的云妻和护卫们 便甩袖而去 他不知道自己为何要生气 林一南在西边扯了两根水草 拿起篮子 两只包好皮的兔子 绑好递给苏运之 这两只兔子 你带回去 让伯父伯母吃个新鲜 苏运之连忙拒绝 不用了 出来的时候 家里带了许多烟肉 就当是我的小小心意吧 林一南坚持 他打到猎物 许多人都看见了 两家有亲 不给面子上 实在说不过去 谢谢阿南 不能服了阿南的心意 苏运之接过兔子 心里高兴地直冒跑 苏公子 这要巧 你也在 一个角柔造作的声音 在众人身后响起 云儿拿着匕首的手一抖 差点划伤自己 他转头看向来人 眼睛顿时亮了起来 悄悄瞟了眼苏运之和林一南 脸上一副看好戏的表情 林秋桃快步来到西边 见苏运之手上 提着两只兔子 苏公子 你好厉害 能捉到兔子 真是能闻又能舞 苏运之眼神 宠溺看向林一南 柔声道 阿南送给我的 林秋桃一副便秘样 想要说的话堵在喉咙 为了在苏运之面前 留下好印象 违心道 阿南就是厉害 林一南面无表情 连眼皮都懒得抬一下 用匕首三两下 把狗欢的皮子包下来 扔到一边 血淋淋地 把林秋桃下的跳起来 阿南 你怎么可以如此粗俗 我做什么关你屁事 别在这里狗拿耗子 多管闲事 林一南无所顾忌 本想发火的林秋桃 深呼吸一口气 尽量用平静的语气道 我也是为你好 苏公子以后是要考学做官的 你不要给他丢脸 我让你丢脸了 林一南闻言 看向苏韵芝 没有 阿南那么优秀 岂会让我丢脸 苏韵芝道 这么肉麻的话 林一南浑身起鸡皮疙瘩 想不到苏韵芝还挺会撩妹的 他挑衅地看着林秋桃 想敲墙角直说 他一定会拱手相让的 我没有 你别胡说 林秋桃慌忙矢口否认 林一南冷笑一声 有没有 你自己心里清楚 长这么大 第一次被人如此直白地骂 林秋桃的脸仗得通红 提着篮子扭头就跑 云儿再也忍不住 哈哈大笑起来 林一南抓起一块泥巴 就朝他那俊美的脸上扔 把他吓得蹦开三丈远 哇哇大叫着 小姑娘 我和你无怨无仇 要抢你夫婿的人又不是我 你可别把气撒在我身上 林一南冷哼一声 这货看戏还笑得这么大声 当他是死的吗 不再理会他们 他手脚麻利地 把另一只狗欢的皮毛也包了 清洗好肉 又挖了个坑 把内脏埋了 处理好这一切 林一荣已经将包下来的皮毛 清洗干净 苏韵芝提着水桶 还想要帮他提篮子 林一南快走两步 与他拉开距离 林一南决定找个机会 跟他说清楚 最好让他把婚室退了 拖下去对大家都不好 赵老太太他们还在忙碌着 林一南用一个空锅 拍了将蒜下去 斩了一只狗欢丢下去 兔子和野鸡 则用盐盐起来 让赵一松看火 他想去周围看看 能不能找些香料 姐姐 我跟你去 林一安和鲁长青 带着林一春 眼巴巴看着他 那走吧 反正也不走远 林一南便同意了 朱景慧见儿子去丹水 带回来两只野兔 笑得见牙不见眼 他儿子不是厉害 娘 这是阿南孝敬您的 苏韵芝道 不过两只兔子 看把你高兴的 还未进门 你就这么向着他 朱景慧收起脸上的笑 有些异性阑珊 娘 儿子觉得阿南挺好的 苏韵芝明显感觉到 娘似乎没以前 那么喜欢阿南了 孩子给的 你就拿着 今时不同往日 在外头别叫人看了笑话去 苏昆良适时开口道 娘 我想吃新鲜的兔肉 苏韵妍抱着一捆柴火回来 胡人打来 家里下人也各自归家逃难去了 现在家里大大小小的活计 都要他们自己干 幸好他们也不是那等 娇生惯养的公子少爷 云儿和护卫 带着收拾好的狗欢回到营地 便迫不及待地 跑去跟云墨八卦 主子 不愧是你看上的小姑娘 不但伸手了得 嘴上更是厉害 云墨听了云儿的话 嘴角扯出糊度 云儿看他表情有戏 接着把自己心中猜想 跟他说了 我看那小姑娘 并不喜欢他那未婚夫婿 主子想要拆散他们 是指日可待 云墨闻言 瞥眼一脸见兮兮的云儿 你没事做了 有 怎么没有 我这就去烤肉 云儿瞬间反应过来 脚下抹油 云墨坐在块大石头上 眼睛看向一片忙碌的 邻家村众人 眼见的他 立马锁定 那抹纤细的背影 他带着三个孩子 去树林干什么 不知孩子们说着什么 此刻的他 嘴角带着若有似无的微笑 显得虚无又飘渺 看上人家小姑娘了 云墨被突如其来的声音 吓了一跳 回头看是自己母亲 娘 盲伸手接过他手上提着的篮子 里面装着半篮子野菜 你怎么去挖野菜了 陆雪英坐到他身旁 自顾自地说道 听他娘说 他父亲自幼便帮他 定下一门娃娃亲 如今他那未婚夫婿 也跟着一起走 娘 你想多了 儿子对那姑娘 并无非分之想 云墨听出自家娘亲话里话外的意思 他只不过多看那小姑娘两眼 怎么一个两个 都觉得自己看上人家了 待到南边安定下来 娘让你二叔 给你介绍个姑娘 陆雪英说完站起身 接过云墨手上的篮子 李氏说 这野菜煮汤最是好喝 娘 儿子已经让人去打探 刘嬷嬷他们的消息了 云墨心里有些愧疚 以前母亲为他和父亲大哥 担惊受怕 现在更是为了他们兄弟姐妹 要亲自做这些粗重的活计 随缘吧 说不定刘嬷嬷他们会遇到好人家 等到下个城池 儿子去买两个忠厚老实的丫头回来 陆雪英本想说他们现在逃难 但看到大儿媳和二女儿带着的几个年幼孩子 便点头同意了 行 你看着安排 林一南在树林外围转了圈 成功找到了一棵千金树 千金树又名香叶树 它的枝叶或筋皮 具有健脾开胃 驱风除湿 行气止痛的功效 可用来做药 听说这树叶用来炖肉特别好吃 三的孩子帮忙采摘了不少 林一南偷偷把自己摘得放进空间 回去撒了几片在炖肉的锅里 不多时 浓郁的肉香味飘散开来 引得村民纷纷咽唾沫 于肃秦烧着火 一下将手腕粗的树枝折断 小贱人 天天吃肉 也不怕把你噎死 云儿闻到香味 砍下狗欢的一条大腿 厚着脸皮 过来找林一南换了点香叶 看着手上的几片树叶 云儿陷入沉思 这叶子他好像在哪里见过 扔回给他 形状 气味完全一样 看看手上从林一南处换来的 又看看那一整棵小树 云儿顿时恼羞成怒 扔掉手中叶子 他刷一下抽出腰上带着的长剑 运气把整棵小树吹下 扛着小树回到营地 一声不吭地回了营地 云武在后追着喊 二哥 你怎么不先问问我呢 云儿正为那一大条狗欢腿懊恼 滚 你闻出来又怎样 你知道这叶子能做菜 放在肉里好吃 云武被堵得哑口无言 他确实不知 云儿见他吃瘪的样子 心情瞬间好了不少 坐在石头上 将树枝上的叶子摘下来 放进布袋子中 营地众人直忙活到深夜 才草草收拾睡去 睡梦中 林一南忽然感到大地震动 恍惚间 他以为自己是睡在车里 不对 他书弟睁大眼睛 迅速翻身 将耳朵贴在地上 是从山脚下传来的马蹄声音 是建成的官兵 还是胡人 林一南第一个想到的是胡人 他站起身 还没来得及通知其他人 山脚下便传来呼天喊地的惨叫声 胡人杀来了 快跑啊 杀人了 胡人杀人了 紧接着 便有无数人慌里慌张地 从山下往山上跑 营地里眨眼乱作一团 有东西少的村民 抱着包袱 跟在其他人身后 就往山里跑 林朔和林一恒 赵老太 他们已经被惊醒 趁着夜色 林一南忙将营地 还来不及收拾的东西 扔进空间 林一安和鲁长青 从被窝里爬出来 就被李淑兰一把抱进怀里 林朔和林一恒 林一张拉着家的梁匹马 和一头牛 正把粮食物资 往马背牛背上榜 张氏手忙脚乱去 解挂着的油布 林一南忙 抱起地上 吓吓哇哇大哭的林一春 塞进他怀里 深深 东西不要了 娘 我好怕 张氏把手中油布一丢 抽出腰带利落地 把林一春捆在后背 逃跑的人太多了 一家人很容易被冲散 赵老太太还想去拿地上的木桶 也被林一南制止了 一把将他抱上牛背 阿乃 你趴下扶好 然后 又把林一安和鲁长青 固定在马背上 这时 林铁助媳妇 带着寡母和小叔林铁装 身上挂着大包小包的东西 趁乱奔到林一南他们家这边 打算跟他们一块走 哥 你带着他们往山上走 林一南对牵着马绳的林一恒说道 喊杀声越来越近 他抽出匕首握在手里 山下火光一片 妹妹 你去哪 林一恒看他样子 是不打算跟他们一起走 胡人很快追来 我在这里挡一下 不然谁都走不了 林一南接连在两匹马屁股上狠狠一拍 马顿时迈开蹄子 牛见马走 他也迈不跟了上去 趁着天黑 他从空间拿出手奴 把奴侠装满 没走出几步 林一恒握着刀跟在他身后 妹妹 哥哥和你一起去 林一南说不动他 也不再多话 兄妹俩走出没多远 就见云墨领着手下 已经和冲上山的胡人交上手了 一身黑衣的云墨 如同黑夜中的猎豹 速度极快 冲进胡人队伍里 绞杀着胡人的头颅 云二跟云五 及七八个护卫打着配合 周围很快倒下大片胡人 百姓临时搭建的营地里 火光冲天 胡人骑在马背上 拿着大刀 在追砍四散逃命的百姓 仿佛是在打猎一般 更有来不及逃跑的女子 被那胡人捉到 拖进帐篷 肆意凌辱 也有少数百姓 拿起锄头 镰刀反抗 但拿里打得过身强体壮 身经百战的胡人 没几下 便被胡人挥一刀割下头颅 林一南拉动手奴扳机 对着不远处的胡人 连发竖剑 射杀三个胡人 胡人剑同伴被射死 很快找到 隐在黑暗中的林一南 待看清林一南是个女子 嘴里唧里呱啦吟 笑着向她围过来 妹妹 小心 林一横大惊 想要过去帮忙 自己却被两个胡人缠住 一时脱不开身 林一南依旧镇定自如 悄悄把手奴放回空间 抽出原身佩戴的剑 冲向胡人 她出手快准狠 十几年的攒下来的战斗经验 林一南对一刀毙命十分熟忍 哪怕不能及时割下头颅的 也会先把对方手手脚脚卸下来 这是为了让丧尸 无法抓伤自己 一时间 树枝草丛中 挂着早已辨认不出来的肢体部位 林一南身上脸上溅满了鲜血 整个人如同修罗场 爬出来的恶鬼 她的目光如同刀子一般 带着冷酷的杀意扫向胡人 看着浴血奋战的妹妹 林一恒没有多余的想法 反而更加心疼 之前在平城 她单枪匹马 也是在这种情况下 把弟弟救出来的吧 曾经软萌可爱的妹妹 一去不复返 林一恒这一分心 胡人的刀直直 朝她胸口刺来 一个少年用冲过来 用锄头帮她挡了下 避开要害 手臂被划了到口子 林一恒经得浑身直冒冷汗 收敛心神 与少年一起把周围胡人砍杀 云末解决完最后一波进攻的胡人 她目光不自觉 循着战场上那抹纤细的身影 看见她将刀从胡人的身体抽出 嘴角勾起的 那抹冷酷杀意识 她心猛地剧烈一跳 好像被刀狠狠地刺了下 云二抹了把脸上的汗和血字 看见这一幕心下感叹 不愧是 主子看上的女人 强悍程度跟主子有一拼 随即想到 若是日后夫妻打架 也不知谁胜谁负 满地胡人尸体 林一难见已没有活口 坑身边的少年剑状 把手上锄头一扔 飞快在地上和胡人身上翻着起来 突然 一个衣衫不整的小姑娘 从帐篷冲出来 抱起地上满身鲜血的妇人 痛哭爱好 一个中年男人蜷缩在不远处 嘴里发出野兽般的嘀吼 小姑娘放下妇人 捡起地上的剑冲到中年男人面前 二话不说 一刀刺了进去 去死吧 御事就把媳妇和女儿 推出去的废物 小姑娘满脸恨意 利落地把刀抽出 随后抹向自己脖子 手上的刀落地 小姑娘拼尽最后一点力气 爬向妇人 明明不是她的错 为什么她却没有活下去的勇气 林一南喃喃自语 很快又弯腰 去捡视地上散落的东西 云末文言脚步一顿 想起在山洞里 被自己误了清白的女子 不知她是否还活着 胡人未入关时 哪怕要缴各种科捐杂税 百姓安全有保障 勉强能果腹 现在胡人打来 朝廷别说抵抗 就只差开门放胡人进城了 哪管咱们百姓的死活 林一横心情沉重 甚至有些迷茫 她读书到底是为了什么 心 百姓苦 亡 百姓苦 林一南看了她一眼 无论在哪 她都只想活下去 家国大义 对她来说太远了 想到这里 她加快了手里捡视东西的速度 不远处草丛中 有两匹自顾自吃草的马 她小跑过去 拉住缰绳 两匹马就乖乖地跟着她走 她把捡来的物资 一一绑在马背上 有几袋粮食 偷偷塞进空间 阿南 这匹马还有救吗 林一横指着一匹受伤倒地的马问 恰好云末路过 她蹲下看了眼 腿伤了没用了 杀了吧 杀了 对 杀了吃肉 林一南也走了过来 她抽出手中的刀 一刀划破马儿的喉咙 马倒在地上 不断地抽出 这么重 怎么带回去 林一横犯难 让那两匹马辣 林一南说着 捡了两根粗壮的树枝 做了个简易的担架 绑在两匹马身上 林一横想去牵马 见他手臂受了伤 林一南直接抢过缰绳 哥 我来吧 不等等云公子他们吗 兄妹俩朝云末那边看去 他们的护卫死了两个 伤了好几个 云末带人挖了两个坑 就草草把人埋了 不用 还不知娘他们怎么样了 我们得赶紧回去 大家只是同路而已 他们人多 谁知会不会掉转头 来抢自己的东西 这个世界上 有两样东西不可直视 一个是太阳 另一个就是人心 这种事 他在末世经历的可不少 林一南拉着两匹马 马背上 驮着几代胡人抢来的粮食 马后面 还拖着一匹死去的马 走出没多远 林一南便察觉到 有人跟在后面 为什么跟着我们 林一横回头看到 身后跟着的 是刚才就自己的那个少年 他牵着一匹马 马背上 还坐着个七八岁的小姑娘 两边都绑着 他捡来的粮食物资 一只崭新的大木桶 特别醒目 少年文言 扑通一声 跪在兄妹俩面前 我父母都被胡人杀了 我妹妹还小 请求好心的公子姑娘收留我们 马背上的小姑娘 听到哥哥提起被杀的父母 浑身颤抖 扑闪的大眼睛里 瞬间蓄满泪水 哥哥 他小声喊道 林一横左右为难 他们自身都难保 如何收留这兄妹俩 林一南闽唇冷冷看着 漠视生存法则 已就罪不圣母 同样适用在这个时候 林家上下老的老 幼的幼 如果不是这家人对原生不错 他早就撂挑子了 少年身手了得 有勇有谋 父母巨王 还能护住妹妹 能生存下去 想到这里 林一南也没再纠结 你要跟着就跟着 只一点 你们兄妹的命得自己顾着 这时 云末拉着五匹马 后面拖着两匹死马 马背上拖着三个受伤的人 其中两人昏迷着 看样子伤得不轻 林一横朝身后的云末点点头 便又继续和林一南 继续往山林走去 这一耽误 也不知娘和叔叔他们 走了多远 两队人马朝着山林深处 继续前行 云末走在后面 眼睛不时望着前面 那抹挺拔纤细的身影 刚才林一南身上 那股浓郁的杀气 没在尸山血海中 摸爬滚打是练不出来的 有些想不通他一个规格女子 乃来的杀气 平成之后 他到底又经历了什么 一个时辰后 天色已然大亮 云末顺利跟前面 来打探消息的护卫接上头 在护卫的带领下 林一南顺利找到了李淑兰 除了林铁助西夫一家外 最让他意外的是 苏运之一家也在 只是他们家的马车丢了 只鱼下两头裸子背上 驮着的一些粮食物资 看着满身血污的林一南 李淑兰的眼泪汹涌而出 围着他不停地上下打量 怎么这么多血 哪里受伤了 阿男乖男 伤奶了 赵老太太颤抖着双手 想去摸林一南 却无从下手 林一南心里划过一丝暖意 十几年了 第一次有人这么关心他 没有受伤 是胡人的血 李淑兰仿佛没有听到般 乌液着用手帕 想擦去他脸上已经凝固的血 被林一南制止 已经干涸了 擦不下来的 得用水洗 姐姐 姐姐 林一安在马上朝林一南大喊 挣扎着就要下来 林硕连忙解开两人身上的绳子 将他们抱下马 两人小炮弹似的 扑向林一南 丝毫不在意他满身血污 娘 我们得找个有水的地方 停下来休整 林一横事实主说道 赵老太太听到大孙子的声音 这才转身看向他 发现他衣服上破了道口子 横儿 你受伤了 一点小擦伤而已 林一横有些不好意思 这点小伤真不算什么 林兄 不知前面情况怎么样了 等林家人寒暄完 苏韵芝问道 来的胡人 全被我们和云公子带的手下斩杀了 有多少人 大概二十多人 苏韵芝温柔如水地 看向满身血污的林一南 阿南厉害到让他心疼 朱景辉看着 被林家人围在中间的林一南 眼里满是鄙夷 一个姑娘家家的 整天喊打喊杀 如同莽夫般 简直是越来越粗俗了 他瞥了眼满脸担忧的自家儿子 又按了句林一南狐狸精 把他儿子的魂都给吸走了 横儿 他们是 李淑兰看见人群后面牵着马的少年 以及坐在马背上的女孩 林一横简单介绍了少年的身世 还有刚才他替自己挡刀的事 听到少年救了自家儿子 李淑兰忙上前道谢 多谢公子出手相救 少年谦逊道 夫人不必多礼 教我柳极就好 这是我妹妹柳玉 今年八岁 夫人好 马背上的小姑娘 甜甜地喊着李淑兰 小姑娘欲学可爱 李淑兰怜爱地拉起她的手 好孩子 换我李就好 观两个孩子的谈吐教养 林一南想 他们以前的家庭条件 应该不错 这时 云家护卫过来询问 他们在不远 发现了一个可容纳几十号人的山洞 他们是否要一起前往 有水源吗 林硕问 横儿他们拖回来的死马得 尽快处理 否则就要坏了 山洞附近 除了有条小溪流 稍远一点 还有个湖 护卫如实禀告 林硕道 好的 去告诉你家主人 我们愿意一同前往 李淑兰告诉林一南 跑的时候 全靠云家的护卫带着 他们才没有走散 就在此时 天上突然落下大地的雨水 呀 下雨了 张氏惊叫道 林硕和林一张 连忙去找游布 遮盖粮食袋子 林一南假装在 牵回来的马背上翻找 实则是偷偷从空间拿张氏 丢掉的那块大油布 阿南 你们拿去挡一下 阿南 你把油布捡回来了 张氏喜出望外 一眼就认出 寻这块 就是自己没来得及收的油布 刚带好所有东西 大雨便倾盆落下 林一南扯掉李淑兰 披在他身上的油布 将自己暴露在雨中 阿南 小心着凉 李淑兰担心瞥了他一眼 无事 身上脏得很 我让雨水冲冲 大雨从头顶冲刷而下 雨水很快把林一南 脸上的污渍冲刷干净 血水混合着雨水 染红了他走过的泥地 随着身上的血污被冲走 他觉得浑身轻松不少 一行人在雨林中穿梭 走过的脚印 很快被雨水冲走 不到半个时辰 他们便到了 林家护卫所有的山洞前 而大雨也恰好在这时 停了 山洞真的好大 大家伙把牲畜背上的东西 解下来 陆续放进山洞里 他们来之前 云家护卫已经把山洞 清理了一遍 里面还有没散去的烟味 美家在山洞里 并排收拾出一块空地 大家用此前云家护卫 捡来的柴火生起火 聚聚寒气 一会地上干了 也可以用来休息 收拾完山洞 林朔便准备 把那匹死马给收拾出来 赵老太太问药林一南 阿南 马肉那么多 咱们家也吃不完了 天还为冷不好储存 你看能不能分点给林铁柱 和你那未婚夫序驾 林一南瞥见林铁庄 和苏坤梁父子 还有跟来的柳玉 也拿着刀在帮忙 云家护卫们 也在旁边杀云末 带回来的梁匹伤马 美家给条马腿吧 终于毕竟出力了 给他们兄妹也分点吧 行 阿奶知道了 你赶紧去换衣服吧 别着梁 赵老太太看他身上衣服 还在滴水 再次叮嘱到 李淑兰手上 拿着一套浅蓝色的衣服 走过来 阿南 这是你以前练功穿的 娘和你去的 把湿衣服换了 那衣服的颜色 并不适合在山林穿 被树枝刮几下就弄脏了 娘 我有衣服 这件先放回去吧 林一南从马背上 取下自己装衣服的包袱 从里面翻出一套黑色净装 孕之和你 未来婆母也在 虽然要守孝 但不要总穿一身黑 对了 你哪来那么多黑衣服 李淑兰疑惑 上次从平城出来到现在 她就发现女儿 每天穿的都是黑衣服 林一南道 上次在平城的衣裳店找到的 这衣服款式简单 方便行走 我觉得挺好的 李淑兰皱眉 总是这样穿 她未来婆母可能会不喜 可是 衣服穿在我身 我喜欢就行 别人的感受 不在我考虑范围 知道她要说什么 林一南打断她的话 才相处没两天 她就看出来了 苏韵之母亲并不喜欢她 哪怕苏韵之再好 她也不会嫁进苏家的 所以这婚迟早要退 我和你去 见她要走 李淑兰连忙跟上 娘 我自己去就好 你留在这看着弟弟他们 说完也不等她 林一南提了个篮子 快步走出了山洞 林一南朝着云家护卫 说的湖方向而去 山洞附近到处都是石头 很不平坦 她拿着手奴翻过石山 很快进入一片密林里 密林很多虫鸣鸟叫声 四周并无大型野兽的踪迹 隐隐有流水声传来 看来这里离水潭并不远了 林一南加快脚步 朝着流水声走去 步行了十几丈远 就看到一个足球场大小的 天然湖泊出现在面前 水潭周围没人 林一南找了大石头 放下篮子 深吸一口气 整个人跳了下去 从头洗到脚 九月的天又刚下完雨 水有些凉 她游到了岸边 找了个潜水的地方 解开头发 从空间拿了点洗发水出来 仔细揉搓着头皮 从川来到现在这么久 第一次洗头 她足足放了三次洗发水 才把头发洗干净 未防有人偷窥 林一南没敢脱衣服 她整个人没入水里 隔着衣服来来回回搓了无数遍 突然脚下被不知什么东西划过 是蛇还是鱼 她连忙低头去看 就见一条五六斤重的大鱼正 悠哉悠哉地游着 好大一条鱼 林一南迅速把头发绑好 跟在大鱼后面慢慢潜下水 云墨刚从树林出来 就看见湖里一个黑影潜入水里 居然有人比她先到了 水里的人是谁 平坦的大石头上有个篮子 她走上前去一看 篮子里放着一套黑色的衣服 水里的人居然是她 孤男寡女的 为了避嫌 云墨连忙躲在大石头后面 只想等她走了 自己再去洗 只是 等了好一会 水面上也没有动静 云墨不禁探出头 朝水面望去 从她出来 她就滑入水里 到现在过去好长时间了 糟了 她的一个规格女子 学无有湿浮胶 但凸水应该是不会的 云墨疏地站起身 身形极快地跳入水里 她水性一般 不能长时间憋气 她潜入水里扫了眼四周 黑漆漆一片 什么也看不到 云墨浮出水面 准备换口气 再下潜深一点看看 正当她准备再次下潜时 林一南从水底下浮了上来 一口水喷在对面的云墨脸上 伸手抹了把脸上的水珠 就见云墨呆呆地看着她 林一南淡定地瞥了她一眼 转身就拖着那条五六斤的大鱼 往岸边游 你会吐水 云墨沉声道 林一南翻了个白眼 你不是看见了吗 你抓的鱼 不可以吗 云墨再次被噎得说不出话 她以为林一南上岸后就会离开 谁知她捡起一块石头框框 砸向鱼头 把鱼砸死扔向岸边 她又游了回来 眼神都没给她一个 又接着潜入水里 她这是抓鱼抓上瘾了 作为一个姑娘 她怎么这么大胆 脸上丝毫不见羞涩 一般这种情况 小姑娘不都是羞得大声尖叫 或者昏死过去吗 云墨还没回过神来 林一南又抓到一条大鱼 浮上水面 你怎么还不走 林一南小心打量起她 难道这男人是个变态 喜欢找女人玩鸳鸯戏水戏马 哦 我以为你想不开 要投水 没想到你竟然会吐水 抱歉 失礼了 我这就走 云墨解释完 落荒而逃 林一南见她走了 把鱼扔到岸边 又接着继续潜水抓鱼 这湖里的鱼又多又大 还特别傻 人游到她旁边 还一动不动的 好抓得很 接连抓了五条大鱼 感觉身上凉透了 林一南才一一不舍地上岸 找了个隐蔽的地方 换好衣服离开 云墨并没有走远 而是躲在一棵大树上 仔细观察着林一南在湖里的动静 站得高 看得远 没想到林一南换衣服的地方 对在树上的她来说 却是个视野绝佳的位置 她想不到林一南每天灰头土脸的 身上肌肤却如凝脂白玉 胸部饱满挺拔 素腰不营一握 皆是修长的手臂大腿 她小心翼翼地平住呼吸 想要闭上眼睛 不看 但那优美曲线 在脑海挥之不去 眼睛怎么都不听使唤的圆睁着 憋得满脸通红 直到林一南离开视线范围 云墨才大口喘着粗气 她不知道 自己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下流 居然偷看一个小姑娘换衣服 只是 看着眼前的小姑娘 她脑海中总会浮现起山洞那次 手中若有四无的触感 竟然与今日看到的那抹银白重合了 云墨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 怎么受得了这个 鼻尖有温热的东西流下来 伸手一摸 流鼻血了 她飞身跃下树 两步奔到水潭边 便一头栽进水里 在水里抛到全身冰凉 她才露出水面 想到小姑娘在水里抓鱼的样子 云墨深吸一口气 潜入水中 这湖里的鱼多且傻 没一会功夫 她就捕了十几条 上了岸了 把鱼全部穿在一起 套上衣服准备往回走 似是想到什么 云墨把鱼挂在树上 提着剑 转身就往秘林跑去 林一南提着六条大鱼回到山洞 林一横 他们已经把马肉分好了 好大的鱼 阿南 你在哪里捉的 林硕见他手上提着的六条大鱼 顿时喜笑颜开 林一南道 林一横皱眉 有些责怪道 哎呀 你怎么不和我说一声 就自己跑那么远 那边没什么大型野兽 安全得很 林一南把串起来的鱼 递给林一横 对林硕说道 叔 你把这鱼也杀了吧 给韵芝哥哥拿上两条 苏韵芝费力地割下一块肉 抬起头朝他笑道 那我就多谢阿南了 哪怕他此时满手脏污 还是给人一种 莫上人如玉 公子是无双的感觉 扛着一头袍子回来的云墨文言 冷冷地瞥了一眼苏韵芝 眼里闪过不屑 那湖水冰凉 小姑娘泡了多久 才抓这几条鱼 她一个大男人 拿得倒是心安理得 云二屁颠屁颠走过来 十分狗腿道 主子 林姑娘在后山湖里抓了不少鱼 咱们也去抓几条 回来打打牙计呗 云墨邪腻他一眼 马肉收拾好了 云五和云七 带着其他人在弄着呢 你去把这袍子也收拾了 云墨把袍子扔到云二脚边 转身就往后扇走 我去抓鱼 丝毫不给云二反驳的机会 林一男提着篮子的试衣服回山洞 洞里烧起四五个火堆 他准备把衣服放在火堆边烤干 云家休息的地方在洞口 他路过的时候 看见一板木板上 躺着个面容枯瘦 脸色灰白的年轻男子 一名身怀六甲的妇人 捧着碗水 三郎 喝点水 男子用手撑地挣扎着 想要坐起身 尝试了几次都动不了 三郎 你别动 我来喂你就好 妇人急忙摁住他 双儿 是我拖累你了 男子有些沮丧道 我不许你这样说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妇人拿着木勺子 把水喂到他嘴里 林一男匆匆瞥了一眼 便移开视线 这年轻男子 是那人的三哥 只一眼他便看出 男子失血过多 伤口处理不当 感染了破伤风 引起的身体虚弱 再不治疗 只怕没救了 林家休息的营地 李淑兰在考大家的失衣服 三个孩子在一旁睡着 咦 旁边还有一个柳吉的妹妹 柳玉 娘 阿奶和婶婶 他们去哪了 李淑兰见他回来 连忙在火边的小锅里 咬了碗姜汤递给他 淋了雨 快喝点姜汤暖暖身 你阿奶他们 出去挖野菜了 他说 拿起篮子上的衣服 把搭在一个木棍上 晾完衣服 他在包袱里翻出一块布巾 来到林一男身边 解开他湿漉漉的头发 仔细替他擦着 一碗姜汤下肚 林一男只觉浑身暖洋洋的 昨晚就没怎么睡 今早又消耗不少体力 他眼皮搭拉着 有些犯困 李淑兰见他坐着都打瞌睡 着实是累坏了 他满眼疼惜 这时头发也擦干了 用梳子梳顺 在脑后扎了两根麻花辫 然后把他拉到孩子旁边的空位上 你先睡一会 煮好饭了娘再叫你 林一男躺在温暖的被窝里 头一歪就睡了过去 不知道过了多久 林一男是被一阵阵哭声吵醒的 他茫然地坐起身 循着哭声望去 是云墨的母亲和媳妇在哭 估计是云家二郎不好了 李淑兰端着一碗鱼汤进来 就见他醒来呆呆地坐在那里 坏了吧 把这碗鱼汤喝了 你这叫可足足了两个时辰 林一男接过碗 大口大口喝起来 鱼汤熬得奶白奶白的 鱼肉嫩滑 上面还放了他叫不出名的野菜 阿南 抓回来的鱼 你阿乃做主 给了林铁柱媳妇一条 柳吉兄妹半条 给吧 我们自己也吃完这么多 一条半条的鱼 能换得两家感情更紧密 他觉得值 云家那边的哭声音越来越大 林一男皱眉问道 娘 云家怎么了 李淑兰扔了几根柴镜火堆 叹气道 云家二郎怕事不好了 烧的人事不行 还不停地抽搐 你睡着的时候 云家三郎 还给咱们送了只袍子 林一男喝完鱼汤 把碗一放 站起来道 我去看看 云家营地 林一恒和苏韵之围在外面 一脸焦急之色 哥 怎么样了 林一男问道 林一恒摇摇头 稍退不下来 村里的林丈夫也不在这 没法问诊开药 云家在这里拉起了一张围蔓 透过缝隙 林一男看到云墨 一脸悲痛地抱着云家二郎 云家 二郎稍得满脸通红 整个人还在不断地打冷战 看在他在平成帮了自己的份上 就当是还了他的情吧 林一男悄悄扯了扯了 林一恒衣袖 林一恒回头不解地看他 林一男凑近他耳边 压低声音道 哥 我有法子 致云二郎 真的 林一恒眉头一挑 不自觉地提高了声音 苏云之疑惑地看向兄妹二人 阿南 你可有事 林一男礼貌地笑笑摇头 原本也在看热闹的朱景慧 一回头就见林一男 靠自家儿子这样进 脸色瞬间沉下来 拉着苏云之就走 娘 你这是干嘛 走吧 云二郎这病 也不知会不会传染的 云二听得捏紧拳头 吴知夫人 董个屁 他们云二爷在战场上受的伤 是个顶天立地的英雄 林一恒拨开人群 对着陆雪英道 云伯母 我妹妹说 有法子治云二公子的病 真的 陆雪英文言 书弟一下站起来 起得太猛 他突然两眼发黑 眼看就要一头栽倒 幸好云雁眼眼疾手快一把 将他扶住 陆雪英用力抓住自家女儿的手臂 颤声道 快 快让阿南替二郎看看 他仿佛抓住救命稻草般 甚至都没想 林一男一个规格女子 怎么会看病 林一男上前 扫了眼围着的几十号人 人太多了 云儿立马将围着的护卫遣散 然后眼巴巴地看着林一男 等着他出手医治云野 林一男无奈翻了个白眼 除了我哥 其他人全部出去 这 阿南 我也要出去吗 陆雪英握着怕了的手一顿 林一男 对 我的治疗手法属于独门秘法 不外传的 陆雪英出身高门大户 顿时了然 他对着几个女道 快 我们出去 让阿南赶紧治二郎 娘 我想在这里陪着二郎 身怀六甲的陆雅霜 双眼红肿 陆雪英上前拉起他 好孩子 我们去外面等 不能耽误三郎的治疗 云墨放下云野 站起身 深深看了眼林一男 声音沙哑道 你有多大把握 八成 我信你 林一男侧身让出一条道 云家人全部出去后 他对林一恒说道 哥 把维曼拉起来 你亲自守着 林一恒知道 妹妹的药 放在那个所谓的空间里 阿南你放心 哥哥不会放一只苍蝇进来的 林一恒正中道 林一男蹲下身去 昏迷不醒的云家二郎 拿出电子测温计 已经烧到四十度了 听说云二郎伤在大腿 他一把掀开盖着的被子 云二郎下身只穿了条蟹裤 左大腿缠着纱布 有黄色液体从伤口渗出来 林一男手脚麻利地 解开他腿上的纱布 一条大大的伤痕 呈现在眼前 是刀伤 跟他猜想的没错 是破伤风感染 把伤口上的腐肉清除掉 拿出消毒水 进行仔细地消毒 最后撒上云南白药粉 用干净纱布包扎好 接着 他又在空间找出 破伤风疫苗和抗生素 把人翻转过来 扒下泻裤在他屁股左右 同时各打一针 他没有学过一 简单的伤口处理 和肌肉注射 他是会的 林一恒看得大惊失色 舌头死死抵住上额 瞪大眼睛 不敢声张 林一男打完针 替他盖上被子 拿出一颗退烧药 掰开他的嘴 强行喂下去 然后又找些抗病毒 和消炎的药 这些医会让他家人来味 收拾好用过的针头 和消毒水 他便站起身 准备离开 这 这就好了 林一男替人包扎伤口 和打针的行为 太过惊世害俗 林一恒说话都不理所了 好了 林一男伸手去拉围蔓 却被林一恒一把拉住 他低声道 阿南 伤口是我包扎的 好 林一男柔声道 虽然穿过来就要逃难 但这家人真的好爱原生 他转了 兄妹俩走出去 云墨扶着陆雪英 紧张地围了上来 怎么样 稍半小时后就会退 这里有两片药丸 你想办法给他喂下去 四个师生喂一次 林一男交代道 多谢阿南 陆雪英听到人会醒 早已气不成声 林一男又拿出一个 小瓷瓶装着的云南白药 递到云墨面前 每天换一次药 接过带着他体温的小瓷瓶 云墨眼眸闪过一抹光 郑重道 多谢 互不向前 林一男看着他 淡淡道 云墨一时没反应过来 重复道 什么 平成那次 林一男勾了勾嘴角 转身离开 云墨深深看了他一眼 扶着陆雪英走进围蔓 陆雪英连忙蹲下身去看云二郎 四郎 你看你二哥脸上 是不是没有那么红了 云墨凑上前 是没那么红了 身上也不打冷战了 娘你扶着二哥 我把这要给他喂下去 看着怕紫包着两种 不同颜色的小药片 云墨捏起两片 粗暴地卸下云二郎的下巴 把药片丢进去 然后再合上 药片滑入喉咙 云二郎不自觉地吞了下去 陆雪英顿时喜笑颜开 二郎把药吃下去了 快 拿点水来 云燕扶着截手丸 回来的路亚霜 两人听这话 不由地喜极而泣 云墨长舒一口气 娘 回头你跟二姐 他们说一声 谁也不许透露 是二哥的伤势 林姑娘治好的 陆雪英马上想通 其中关键 放心 娘心里有数 山洞外面燃起几个大火堆 阵阵肉香味飘散开来 林寿夫妻和赵老太太 手忙脚乱地翻动着 用树枝串起来的肉 林一南上前帮忙 赵老太太递过来 一块烤好的肉干 阿南 你尝尝味道怎么样 林一南接过肉干 撕开小块 放进嘴里 细细咀嚼起来 肉干很柴 有股松香味 越嚼越香 感觉跟牛肉的味道差不多 嗯 特别好吃 你是怎么做事的 看看肉都烤焦了 火堆对面 朱景慧正 恨铁不成钢地 用手戳着苏韵如的额头 张氏用眼神按林一南 阿南 你要不要过去 帮帮你未来婆母 林一南还会说话 赵老太太便弯了她一眼 帮什么帮 没有澄清 咱们又不是她家的佣人 林一南认同地点点头 我这是想让阿南 在婆母留个好印象吗 张氏善善 不用 这会喊那么大声 说不定就是故意 想让咱们阿南过去帮忙的 赵老太太一把年纪 岂会看不穿她这点小伎俩 朱景慧快气疯了 她说得这样大声 林一南那小贱人 也没点眼力尽地过来大把手 坐在那里埋头吃个不停 她是饿死鬼投胎吗 苏韵如虽然心有满 但还是配合母亲继续演戏 娘 女儿自幼又没有做过 这些粗重的活 要不 你让我未来大嫂过来帮忙吧 林一南假装没听见 依旧在吃着肉干 这肉干虽好吃 但嚼得腮帮子特别累 见林一南无动于衷 苏韵如干脆直接喊她 阿南姐 你马肉特别难烤 过来帮我们烤吧 果然 人不要脸 则天下无敌 他们是不是忘了 这马还是他拖回来的 我这儿有烤好的 要我嚼烂味到你嘴里吗 林一南声音清冷道 扑吃 旁边的云二和几个云家护卫 忍不住低声笑起来 苏韵瑾和苏韵岩兄弟俩 搔得满脸通红 苏韵岩一把夺过苏韵如手上浇黑的肉 姐 你扶娘去休息吧 剩下的我和二哥来烤 马肉是未来大嫂看在大哥的面子上给的 娘和姐姐 还想让人家过来帮他们烤 这就点得寸进尺了 一条马腿 肉还是挺多的 苏韵如恼羞成怒 把手上的肉往地上一扔 转身回了山洞 朱景辉见状 连忙起身跟了进去 这灶上的事 他打小就没干过 回来 看到火堆边的两个弟弟 皱眉道 娘和如儿呢 苏韵锦一五一十 把刚才发生的事告诉自家哥哥 设计到林一南 苏韵芝朝他方向看了眼 见他脸色平静 并没有生气的样子 便放下心来 看来要找个机会 好好说一下娘 不多时 跟随众人去割草的苏昆良也回来了 四个儿子坐在火堆边忙着烤肉 唯独不见妻女的身影 他的心顿时沉下来 隐隐有爆发的迹象 直脸上不鲜 他放下草 气势汹汹地进了山洞 随后 朱景慧和苏韵如 不情不愿地从山洞出来 朱景慧坐在火堆旁 不时咬牙切齿地盯着林一南 林一南怂怂间 表示无所谓 多看两眼 他又不会少块肉 不多时 就见一个人骑着马 从林子中钻出来 云七 你回来了 云儿激动地站起来 冲上去拉住缰绳 一个机灵的云家护卫 放下手中烤肉 冲进山洞聚叫云墨 云墨大步从山洞出来 云七 咕咚咕咚喝了几口水 他一抹嘴 主子 胡人已经把建成拿下了 属下在关道看到滋中的痕迹 我怀疑那些胡人 就是追着逃跑的官兵而去的 云墨皱着眉沉思 苏昆良有些难以置信 他在建成书院任教多年 好些个官员他也是认识的 建成怎么这么快就破了呢 林朔反而担心 那我们继续待在这里 岂不是不安全 云墨瞥了苏昆良一眼 转而安慰林朔道 林叔放心 胡人擅长在平原活动 山林不熟悉 他们是不会上来的 我们今晚要连夜赶路吗 还有许多没烤完的马肉 林一恒心中不舍 不用 我们今晚大可在此歇息一晚 明早再赶路 建成过去是一城 一城要是破了 那胡人距离上京就不远了 因此 朝廷肯定会派重兵在一城把守的 云武接着道 胡人想要拿下一城 肯定会激起大军再行进攻 林朔听他俩说得头头是道 心下安定不少 苏昆良心下 对云墨的身份产生怀疑 你说你姓云 不知跟燕门关云家有何关联 云墨坦然地朝他拱手道 不瞒先生 云光要是在下祖父 我乃云阵天第三子云墨 苏昆良顿时一惊 公身拱手朝他行礼 原来是云小将军 云墨还礼 云家满门已成阶下囚 先生喊我云墨即可 苏昆良眼睛酸涩 苍天无眼 朝廷错失云家军 大盐国要亡了 云家世代忠良 朝廷百官有负于云家 我此番举家南下 大盐国至此再无云家 云墨淡然道 对于他的身份 林亦南早就猜到 因此没有太惊讶 几人坐在火堆旁 边烤着肉 边聊着外边的情况 直到暮色降临 林家才把肉干全部烤好 林家安排了人和云家 互为一起守夜 第二要早起赶路 众人便早早睡去 林亦南向来较少 以前执行任务的时候 两三天只眯个把小时 也是尝试 加上白天睡了 他睡不着 于是便替林一张手上半夜 他躺在离山洞不远的 一棵大树上 抬头望着满天星辰 不记得有多久 没看到过星星了 丧尸爆发后 空气 土地 水资源等污染严重 白天灰蒙蒙 晚上伸手不见五指 他在想 地球是不是发展到一定程度 就会开启自我清洁模式 然后重新开始 阿南 你睡了吗 树下传来苏运之低声呼唤 他负责指手上半夜 林亦南的思绪被打断 低头看向他 有事 夜空下的苏运之眸光闪亮 他举起手中烤好的白薯 给你吃 我不饿 林亦南拒绝 不想与他有太多牵扯 拿着 一会饿了再吃 苏运之坚持 目光灼灼地看着他 无奈 他只好从树上下来 接过他手中温热的白薯 谢谢 阿南 我对你好是应该的 你不必说谢谢 苏运之的眼神 饱含深情和爱意 握着手中温热的白薯 林亦南觉得十分烫手 心思白转间 他看着他认真的一字一句道 苏运之 我们退清吧 苏运之闻言 眼里的光消失了 甚至有片刻失神 是因为我母亲吗 是 也不是 顾忌着他的感受 林亦南不想一下 把话说死 母亲那里 我会说服他 况且有父亲在 还轮不到他做主 苏运之觉得这不是问题 他现在就不喜欢我 待日后澄清 他要我成日立规矩 时时跳舞毛病 一个不孝的帽子 扣下来 就能把我压死 我不想过这样的日子 也不会过这样的日子 林亦南见他低头不语 继续说道 我喜欢自由自在 无拘束的生活 以前习武就是为了 有朝一日 可以仗见天涯 沉默半晌 苏运之抬头 眼神清澈且坚定 阿南 我不同意退清 我一定会给你想要的生活 随你吧 懒得再多言 林亦南两下重新窜上树 心里想着 是不是他主动提退清 让他没面子了 现在四下无人 应该不会被第三个人 听到才是 另一棵树上 云墨正和云儿大眼瞪小眼 刚才两人的谈话 他们听得清清楚楚 云儿莫名兴奋 双眼放光 主子 你的机会来了 原来小姑娘 一心想要退清 云墨白眼一番 你不要多事 让人不要多事 自己的眼睛 却不老实地 透过树叶缝隙 望向林亦南 而脑子里 不断浮现出 白天的画面 他赶紧闭目调息 把心中那团火压下去 林亦南头枕着双手 继续看着星空 意识朦胧间 听到叔叔灵朔的声音 原来已到下半夜 他从树上下来 把怀中苏韵枝给的白鼠 塞给灵朔 转身回了山洞 树上的云墨 直到他身影消失在洞中 才继续闭上眼睛 一月天未亮 山洞内的人陆续起来 林亦南抱着东西 来到绑着马匹树下 把东西一样样地挂在马背上 谢谢你救了我二哥 云墨的声音 冷不丁在旁边响起 本来昨天就应该 对你说声谢谢的 但我娘说 不要声张 对你名声不好 林亦南手不停地整理着东西 头也没抬 不必谢 咱们两清了 互不相见 把东西绑好 林亦南见他还站在那里 你还有事 没 没了 云墨连忙转身离开 颇有种落荒而逃的感觉 不一会儿 云二郎被护卫抬了出来 此时的他已经清醒过来 朝着头来感激的目光 大家很快收拾好东西 准备上路 路程昨天就已经商量好 管道是不能走的 怕后面再遇到胡人骑兵 他们不是每次都那么幸运的 他们的板都已经丢了 现在只能用牲畜拉东西 人只能跟在后面走 云家走在最前面 皆是林亦南他们家和柳吉兄妹 苏韵芝和林铁庄家走在最后 林铁庄是林铁柱的弟弟 跟林亦恒同在建成书院念书 他听母亲说了哥哥的遭遇后 和嫂子一样 坚定地要跟着林亦南他们 时间已到十月 路水宛如苛刻明亮的珍珠 挂在绿叶和花瓣上 一片白茫茫 昨天刚下过雨 山路泥泞不好走 那就走慢点 总比丢命强 林亦南骑了一匹马 林亦安和鲁长青坚持要跟着 树叶荆棘 茅草不时刮在身上 需要小心谨慎地慢慢走 队伍在森林中蜿蜒穿行 走了快接近正午时候 才停下来休息 林亦南坐在一块石头上 啃着干硬的野菜饼子 为让饼子能长时间保存 赵老太太把饼子烙得干干的 啊 一声惨叫声在林中响起 林亦南忙站起来 朝声音方向望去 声音是在不远处草丛中挖野菜的 林铁柱媳妇刘昭蒂发出的 草太高 看不清发生了什么事 林寿父子和林亦恒 云家那边的云墨 带着几个护卫赶了过去 这是怎么了 赵老太太伸长脖子 李树兰皱眉 是不是踩到了猎户的捕兽家了 阿乃 你在这里 我去看看 林亦南脉步就朝那边走 草丛中赫然躺着一截 被野兽啃咬的面目全非的人体残躯 脑袋还在 四肢止于些许肉碎在上面 内脏也被掏空了 除了云墨和手下护卫们 其他人纷纷跑到一边 疯狂呕吐起来 林亦南把最后一块饼子塞进嘴里 凑近仔细看 又找了根树枝 在残躯上来回扒拉着 云墨侧目 这小姑娘胆子也太大了 不害怕就算了 嘴里还吃着东西 就在扒拉地上的尸体 云二也甘拜下风 对着尸体吃东西 他还真做不到 要是林亦南知道 定会冷笑两声 在高度腐败的丧尸面前 这句残躯不算什么 他伸长脖子咽下干硬的饼子 声音清冷道 死者男性被野兽咬死的 死亡时间应该是昨天午后 你怎么知道他是男的 云二好奇 不仔细看的话 他都看不出来 林亦南瞥他一眼 眼瞼一该道 一看身高 二看骨架 骨架 怎么看 这下轮到云墨疑惑 看他扒拉那几下就分辨出来 林亦南用树枝指着残躯上道 男性骨架相比女性 要大要强壮 男性不需要生育 他的骨盆位置较小 而女性有生育功能 骨盆会略大一些 云墨等人听完嘖嘖称奇 他们第一次知道男女 还能如此区分 呕吐完回来的苏昆良 深深地看了眼林亦南 他那挚友 到底给自家女儿 请了什么样师傅 把他教得如此胆大包天 苏韵芝则看着林亦南陷入沉思 以前的林妹妹 渐渐在他脑海中模糊 那他是被什么咬死的呢 林硕强忍着恶心问道 林亦南闽唇不语 他刚才说的那番话 已经够惊世骇俗了 再说 原生哥哥就要起疑心了 云墨见他不语 只想到 他一个养在规格的小姑娘 没见过正常 他轻轻嗓子开口道 看这具身体的残缺程度 应该是狼群 狼群会共同分享食物 才会把尸体啃咬得那么干净 什么 有狼 林硕和苏昆良几人 皆是大惊失色 云墨道 此地不宜久留 我们还是早点离开 众人纷纷点头同意 谁也不知道 狼群什么时候会出现 回到营地后 林硕跟赵老太太几人 简单地说了 以后路上挖野菜 不要走远 休息时 更不能独自离开营地 一行人匆匆上路 脚步也加快许多 只求快点离开 这片有狼群的森林 天上艳阳高照 林亦南骑着马 在林中穿行 森林中枝叶繁茂 没有一丝凉风 每个人都热得满头大汗 直至夕阳西下 云家护卫才找到一块远离森林 有条浅溪流的平坦地方 大家一致同意 在这里停下来过夜休息 赵老太太让林硕把锅取下来 还有晚上要吃的粮食 附近有水 她打算煮锅野菜糊糊当晚饭 由于中午发生的事 停下来后 妇人孩子不允许 再独自己去挖野菜 只准在营地周围活动 在马背上颠簸了一天 林亦安和鲁长青下马后 直接瘫倒在游布上 不再缠着林亦南 林亦南背着弓箭 正好在整理东西 看见她过来 连忙从包袱内 拿出一块肉干塞进她手里 不远处 朱锦慧眼神英智地盯着两人 陆雪英邪腻了她一眼 也敢说什么 好孩子 拿去吃吧 旁边扶着肚子的陆亚霜 微笑着朝她点点头 林亦南收下肉干到了线 便迈不离开 多好的小姑娘 陆雪英感叹 要是没定亲多好 怪只怪他们三郎没福气 林亦张和林亦松兄弟俩 拉着四匹马和一头牛 在小溪边喝水 林硕和云家几个护卫拿着铁锹在上游 把小溪流挖出一个小水池 溪流太浅 蓄不了多少水 需要挖深点才方便取水 阿南 别走远了 林硕看见她叮嘱道 我就在这附近看看 林亦南走在林中 突然 一颗带着尖刺的果子 从树上砸到她头上 低头一看 这东西有点眼熟 在果子踩了几角 露出一个外皮棕褐色的椭圆形果子 光滑而坚硬的外壳 是板栗 林亦南抬头望去 这一片在森林中 不知长了多长时间的板树树 树枝上挂满了长着尖刺的果实 板栗中淀粉含量高 具有蛋白质 脂肪 糖分等营养成分 可以用它来代替粮食 她弯腰捡了几个板栗拿在手里 准备回去叫大家一起来捡 你在捡什么 林亦南捡得太过专注 冷不防被她吓了一跳 云末带着两名手下从森林走出来 腰上挂着几只野鸡 板树 她美好气道 云末文言抬头朝周围看了下 眼睛顿时一亮 转身对手下吩咐 你快回去拿几个麻袋 把营地的人都叫来这里 林亦南挑了棵最大 板栗最多的树 蹭蹭爬上去宣示主权 这棵树是我的 我上去帮你 云末纵身一跃 停在比林亦南还高的树枝上 不等林亦南拒绝 云末站在树枝上用力摇晃起来 带着刺球的板栗 一个个从树上掉下来 有好几个砸在林亦南头上 背上疼得他比牙咧嘴 摇晃得差不多了 云末便飞身用剑 把树枝上顽固的板栗削下来 很快 整棵树便再无一个果子 怎么样 他落到他身旁笑着问道 他笑容如阳光普照 深邃又明亮 像要把人吸住似的一步开眼 林亦南勾了勾唇 很好 得到他的肯定 云末感觉胸口像是填满了秘斑 他一鼓作气 朝剩余的几棵树飞去 等营地的人赶到时 云末差不多已经把树上的板栗 全摇了下来 林亦南身边也包出来一大堆 板栗容易长冲不耐放 他边包边放了些近空间 回头再跟林亦恒商量商量 吃不完的板栗 放他空间里储存 天哪 这么多板树 赵老太太欣喜若狂 上来就对着满地的板树 一脚一个 刘昭地抹泪哽咽 这下再也不用担心饿肚子了 天知道 孩子他爹死了 他有多担心 养不活这么多孩子 自己每天只敢吃几口饼子 好多板树啊 也有在书院门口卖得可贵了 苏韵妍感叹 然后对着两个哥哥道 大哥 二哥 快点捡 回去让娘做糖炒栗子 七岁的苏韵瑞最是积极 三哥 我来帮 除了受伤不能动的云二郎 及留守的几个护卫 其他人全都加入到 捡板栗的队伍中 最后 每家差不多捡了两麻袋的板栗 要不是拿不了 天色又晚 他们都还想继续捡 赵老太太 把拿出来准备做野菜的糊糊的面粉 又放了回去 晚饭时 营地里四处飘散着板栗的香味 水煮的 放在火堆里口 最奢侈的当属苏家 朱景辉为了满足儿子的口腹之欲 做了糖炒栗子 苏韵芝给林一南送了一大碗过来 林一南吃了两个 便给几个孩子分了 连柳玉也分了五个 饭后 云家护卫过来说了声 他们在离营地不远的地方 搭四个简易的棚子 大家可以排队到里面洗漱 林一南正准备自己搭一个 云家真是会做人 赶了一天的路 身上的衣服湿了干 干了湿 他黑色衣服 都出现一道道的白色痕迹 晚上 几家同样安排了人职守 云家 还特别多安排两个护卫 下半夜的时候 林一南被一声声狼嚎惊醒 他坐起身 侧耳听去 狼嚎声离他们 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 首夜的人拿着刀具在四周警戒着 等了一个时辰 狼嚎声才逐渐远去 这时才过凌晨 林一南倒下继续睡 第二天 林一南起床就看见赵老太太 在大锅里炖着板栗鸡肉 阿奶 奶来的接 赵老太太没开眼笑 云家三郎送来的 足来五六斤重吗 他说 昨晚狼嚎把野物 吓得往咱们这片山林跑 天不亮 他跟手下就打了一堆野物回来 每家给了一只鸡 林一南眼里 闪过一丝疑惑 便没再追问 起床去解决个人生理问题 美味的野鸡炖板栗 林一南足足吃了三大碗 吃饱喝足 继续上路 中午时分 在一处平坦的树林里 遇到了跟他们走散的林家村人 看众人或躺或坐在地上 各个愁眉苦脸的 小孩子也不哭不闹 气氛异常低迷 还是黎神眼间 他紧紧抱着唯一的儿子 一抬眼就看见 从森林走来的林一南一行人 哎呀 林硕他们在哪 他嗓门大 一开口 全村都听见了 纷纷朝林一南 他们的方向望去 林昌盛一下子就看到 坐在高头大马上的 林一安和鲁长青 他使劲挣脱李沈的怀抱 撒腿朝他们跑去 林一安 鲁长青 你们怎么现在才来 我还以为你们死了呢 林一南让马停下 唇角勾起一抹笑 把两个孩子放在地上 他们与林家村人再次重逢了 你才死了呢 林一安板着小脸道 林昌盛一把抱住两人 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们了 林一安拍拍他的背 我们这不是 好好的吗 林昌盛放开二人 眼睛亮晶晶地看着林一南的坐骑 你家怎么多了两匹马 从胡人那里抢来的 我们还吃了马肉 林一安小脸一样 骄傲无比 谁也没有他姐姐厉害 林朔和云墨等人商量 已经五十了 干脆在这里休息一下再走 李沈走过来 听了两个孩子的对话 眼睛粘在鸡皮马身上挂着的麻袋 艳羡不已 沈子 这些都是粮食 赵老太太拍开他伸过来的手 哪来那么多粮食 这两袋都是我们在林子里捡的板栗 李沈眼睛一亮 哟 还有吗 离这儿远不远 我们都走一天了 你说远不远 赵老太太白他眼 那能用野菜给你换点 天天野菜糊糊的 我想给昌盛补补 成 不过你得悄悄的 毕竟我家也十几张口 两人商量好 赵老太太巧声问起他们走散后的情况 李沈用力一拍大腿 懊恼道 别提了 早知道我就跟着你们家 听到胡人杀来 所有人都吓破了胆 跟着别的流民一路往深山跑 带着许多东西都丢了 有些则是被逃跑的流民抢了 林家村大部人都被抢了不少粮食物资 好几家人还跑丢了 至今生死未知 好不容易避开流民抢劫 前两天半夜又遇到狼群偷袭 村里两人被狼群咬死拖走 就在大家以为狼群走了 昨后半夜 狼群又来了 幸好村里汉子团结起来 把狼群打跑 不过有好几个汉子受了伤 就连林昭辉也被狼抓伤了 林一难听着 怎么感觉比对付胡人还要惨 林硕和林一横 去跟村长和组长商量事情 给四匹马和一头牛喂食事由 林一张兄弟俩懒了过去 赵老太太悄悄给李沈换了点板栗 便带着两个媳妇做饭去了 几个年纪小的孩子 已经跟村里的同龄人 玩到一块去了 只有林一难这个闲人无所事事 他去李沈说的 发现狼群的地方转了一圈 也没什么发现 回来 就见柳玉再跟一个妇人拉扯着 放手 这是我家的东西 你不可以拿 柳玉用力把东西护在自己怀里 小贱人 什么你的 这是我家 是你这不要脸的偷去了 于素晴压着声音道 才八岁的柳玉 哪里是于素晴的对手 于素晴猛的一用力 柳玉被狠狠拽倒在地 柳玉哭着说道 呜呜 不要抢我的东西 林一难时看不过眼 上前把于素晴手中的袋子扯回来 于素晴见有人胆敢抢他的东西 扯着嗓子就要喊 待看清眼前的人是林一难 要喊的话 顿时被咽了回去 喊呀 为什么不喊 林一难冷冷道 他又不是我们村子的人 你不要多管闲事 于素晴耿着脖子道 那满满一袋的粮食啊 他们一家省着点 可是能吃好酒的 别人抢了他的 他再抢别人的又有何错 林一难 他们兄妹俩 是我要护着的人 于素晴不想招惹这个很辣的丫头 嘴唇捏如了几下 既然是你的人 那就算了 他脑袋一扭 然后走了 谢谢你 阿南姐 下次录营时离我们家近一点 有事我奶 他们能及时帮你 林一难说道 回来营地 午饭还没做好 他干脆扑了块油布 躺在地上休息 刚密一会 林硕他们便开完 会回来 村长和组长一致赞同 饭后继续出发 同时 他们也意识到 发生动乱 首先要团结起来 而不是各跑各的 就好比这次 他们乱跑丢了许多物资 就连几个流民打劫 也毫无还手之力 同来的 还有好些个村民 当他们得知林一难 他们弄两袋子板素后 纷纷表示 想要换一点 但都被威武的赵老太太 一一骂跑 扯两把野菜野草 就想来换他家的粮食 他们是想辟吃 林一横看了直皱眉 打算等晚上的时候 让妹妹悄悄收点 粮食进空间 放在马背上 实在太打眼了 由于林一难和云家的到来 村长和村民们 心里有了底 大连脚一扫之前 低迷的气氛 收拾好行李 再次上路 然而 就在他们离开不久 一只庞大的狼群 在狼王的带领下 从森林深处走出来 在林一难 他们逗留过的地方 四处秀着 按照既定的路程 在云末的带领下 所有人一鼓作气 直到夜幕降临 才停下步伐休息 晚上照常安排了人员职守 云家和苏家的人 也编入职业队伍 午夜时分 林一难陷入了深深的噩梦里 被丧尸追赶到死胡同中 必无比 于是 他顺着围墙上的下水管道往上爬 脚踝突然被一只 已经进货出意识的丧尸抓住 整个人瞬间从管道上掉了下来 烟没在无尽的丧尸潮之中 林一难猛地惊醒过来 心中狂跳不止 缓了好一会儿 他才平复心跳 睡不着了 他干脆起身坐到火堆边烤火 远处和林一恒一起 职业的云末看见了 想要过来跟他说几句话 就见他拿着剑起来 走到森林边缘 林一恒以为自家妹妹梦游了 小心翼翼地走上前 轻声道 阿南 你怎么了 林一难看着漆黑一片的森林 皱起眉头 强烈的危机感 告诉他 有东西正在里面虎视眈眈的盯着他们 他指着漆黑的森林道 哥 里面有东西 跟在身旁的苏韵之柔声道 阿南 你是不是做噩梦啊 林一恒明显感觉到 妹妹身上越来越浓的杀气 你看到什么了 林一难摇头 看不清 他空间里有夜视镜 但此刻 无法拿出来 多年在生死线上徘徊 林一难 深信他的直觉 不会错 云末闻言 宁神往森林看去 同样什么也没发现 来了 哥 快去叫醒所有人 尽管什么也没发现 林一恒还是对妹妹的话 深信不疑 他妹妹可是有大造化的人 不多时 安静的营地就像被点了激活键盘 人群中有小声议论的声音 有些脾气不太好的 更是对深更半夜被叫醒非常不满 干嘛大半夜叫醒我们 出什么事了吗 走了那么远的路 干什么不让人睡觉 年纪小的孩子 更是开始哭闹起来 想睡就滚回去继续睡 只要你还能看到明天的太阳 村长丢下一句 便没管村民的唠叨 他按照云末安排 将所有人聚到一起 老人孩子在中间 年轻的汉子和富人在外面 美人手上不是拿着菜刀 就是锄头 甚至是扁单木棍 来了 林一男话音刚落 便刷一下拔出剑 几步飞身上前 砍死一招他们扑来的黑影 等那黑影被砍倒在地 众人纷纷倒抽了口冷气 是狼 狼来了 不知谁高喊一声 人群中瞬间炸开了锅 整个营地的氛围顿时紧张起来 紧接着 大家便看到无数双眼 冒着绿光的狼群 从森林走了出来 云儿对林一男 佩服得五体投地 这么强的危机感 比主子还厉害 他家主子还没反应过来 林姑娘已经斩杀了一只狼 一头高大威猛 身体强健 灰色皮毛油光水滑的狼嗷 叫了几声 狼群便快速地朝营地冲来 大家已经跟狼群站到一起 每个人都要对付三四只狼 林一男的目光 很快锁定在森林边缘 驻足的三只狼 他认得 中间那只就是刚才发号施令的 他就是狼王 擒贼先擒王 挥剑接连砍死两条恶狼 狼王感知到危险 机智灵活地换来 其他狼对林一男 进行前后左右夹击 林一横看清他的意图 想过去帮忙 奈何自己也被狼纠缠着 心中焦急地不行 云儿 你快过去帮林姑娘 他要对付狼王 云末对云儿喊道 他轻功好 会使用暗器 且距离林一男最近 云儿剑凤插针 不识朝狼群放冷剑 林一男身边只剩两只狼 他看准时机 拼着了被咬的风险 虚晃一招 狼王果中计 张开血盆大口 就要扑向他 他快速收回剑 使出石成力 砍向狼王 狼王脖子和头 被一分为二 狼身被剑气带着 摔出老远 与此同时 另外两只狼 离他近在咫尺 说时持那十块 苏运之拿剑批中其中一只 运之 小心 人群中的朱颈绘画 还没说完 另一只狼却扑上来 在他左手胳膊上 撕下一块肉 林一男上前 一脚将狼踢开 并挥剑斩杀 看着苏运之血流 如注的胳膊 他撩起一摆 撕下一截礼衣 牢牢绑在苏运之手 臂大动脉上 我没事 阿南你别担心 苏运之眼神温柔地 注视着林一男 被野狼咬伤 极有可能会感染狂肺病 而且手臂上伤口很大 需要尽快轻疮包砸 其他狼见狼王被杀 逐渐心生俱异 且战且退 最后一扭头 纷纷跑入森林中 消失不见 趁着夜色遮掩 林一男手中 悄悄拿着一只狂犬病疫苗 让我看看你伤口 说完不等他反应 就掀开衣袖 快速把狂飞疫苗 注射在手臂的三脚机上 苏运之直赶手臂 像被蚂蚁咬了一下 低头在火光照射下 林一男把扎他手臂的发簪 收进衣袖里 他以为这是在点穴止穴 林一男取下腰间挂着的水囊 里面装的竟然是酒 拧开盖子 毫无感情地浇在伤口上 拿着块布不断揉搓着 似他顿时感到伤口火辣辣地疼 林一男瞥他一眼 有点疼 你切忍一下 苏运之呼出一口气 放缓声音道 我还有好 野狼嘴里有毒 为了不染上狼毒 必须把伤口的毒素清洗干净 林一男试着解释 好 林一横一脸担忧地提着剑过来 韵芝 你怎么样 被狼咬了下 没什么大碍 苏运之面容扭曲 这时 朱景会撞入疯癫地跑过来 一把将林一男推开 韵芝 你疼不疼 林一男一时不妨 差点被推倒 幸好林一横及时扶住他 娘 你别这样 阿南他在 帮我清洗伤口 苏运之心疼地看向林一男 要不是他 你也不会受伤 朱景会眼睛阴沉沉地盯着林一男 仿佛要将他生吞活泼 林一男稳住身形 慢慢把水囊的盖子拧好 挂回腰间 瞥了眼张牙舞爪的朱景会 眼神冷漠而锐利 朱景会没来由地 被他看得心慌 连忙一开眼 伤口已无大碍 回头找林大夫包扎即可 丢下这句话 林一男转头就走 云末将这一切尽收眼底 没来由地心中 生起莫名的怒气 把一只狼踢到云二面前 把我们杀的狼清点好 收拾干净 是 云二领命而去 村长也在带人收拾现场 把所有狼狮聚在一起 然后再来进行分配 村民们刚把所有的狼狼狮 收集起来 于肃勤带着几个 向来爱撒泼打滚的妇人 率先把飙肥体壮的狼 聚为己有 尤其是那头狼王 油光水滑的皮毛 天冷了 可以给花做件挂子穿 几个妇人的行为 引得村里其他的人 纷纷上手去抢狼狮 狼肉不好吃 但好歹也是肉 况且还有皮毛 可以给孩子做件小衣 大家出来的匆忙 本就没带多少的行李 经过几次流民的抢夺 现在人人都在温饱线上挣扎着 赵老太太还没出手 狼王就被于肃勤抢了去 那可是他孙女用命换来的 他岂能甘心 他冲过去抢于肃勤 手中狼王 贱人 放手 这是我孙女打死的狼 谁先拿到就是谁的 在生存面前 于肃勤也是活得出脸面的 不管赵老太太说什么 他就是不肯撒手 赵老太太毕竟上了年纪 于肃勤正值年轻力胜 两人来回拉扯 一时间难分胜负 哪怕累得气喘吁吁 谁也不肯先放手 就是这样大眼瞪小眼地僵持着 张氏连忙上去帮自家婆婆 林秋桃逮着机会 就往他手上狠狠地咬下去 哎呦 你怎么咬人呢 张氏看着手上渗出血的牙印 大声痛呼 眨眼间 整个场面混乱一片 村民们全家出洞 在争抢狼狮打成一团 停下来 不要打了 村长喊了几声 一点用都没有 云家被林家村混乱的局面吓住了 云母甚至生出 让儿子带着他们赶紧离开 林一南直看得怒火中烧 冲上前 一脚把余速勤母女踹翻在地 林昭辉想要上前 他拔出剑 抵在他喉咙处 不想死的就过来 只差一点 喉咙就要被割破了 林昭辉惊出一身冷汗 不敢再动 林一南抢过村长腰间挂着的破铜锣 用力敲了十几下 村民们逐渐安静下来 看着他 林一南目光森冷地扫射了一圈 下巴抬得高高的 现在 把你们守的狼放到这里 由村里统一安排 村民们看看村长 又看看族长 似乎在等他们发话 林一南问村长 村长 你一下如何 村长咽了咽唾沫 敢把八道 把所有狼放这里 由村中统一调配 不遵循者自请出族 很快 众人手上的狼都放了回来 族长看着地上的十几只狼 问村长 阿财 你来说说怎么分吧 村长想一碗水端平 要不就按人数多的人家来分 他话音刚落 林一南道 我不同意 村长扭头看他 对他一介女流之辈 质疑他 感到很是不满 那你觉得怎分妥当 我杀了包括狼王在内 一共六只狼 村长觉得 该分我多少合适 林一南不打反问 随后似是想起什么 又道 我不介意就此和大家分道扬镳 带着一家人出族 虽说逃难十人多力量大 但看林家村众人所做的事 凭他和哥哥两人的力量 带一家子南下完成不是问题 至于宗族不宗族的 他又不是本地土著 根本不在意 村长闻言 脸色顿时难看起来 族长和一众族老道 万万不可 他们可是将林一南兄妹的 彪悍看在眼里 遇上困难 能往上冲的 只有他们俩 我一共杀了四只狼 阿南杀了六只 其中一只是狼王 林一横朗声道 朱景会见林家村 丝毫不记得他们一家 跳出来道 我看得清清楚楚 我家运之可是杀了三只狼 村长脸色瞬间难看起来 同共也只二十只狼 他还想给自家某点丝 看来是不能够了 最后 在林一南强悍的干预下 兄妹二人打的十张狼皮归他们 狼肉他要了四只 其余的 让村长自行分配 林一横说服赵老太太和舒审二人 狼肉交由他来保管 在他的掩护下 林一南悄悄收入了空间 只留了条狼腿出来第二天吃 同时还给了柳吉兄妹一条狼腿 柳吉虽没有亲自杀狼 但他有出力 护着家里牲畜 朱景会等着林一南 把狼王皮孝敬给他 等半天 连块狼肉也没得到 气得泥地都快被剁出坑来 云母对林一南的强大气场表示蛰伏 觉得他跟自家三狼真是绝配 可惜了 分狼闹剧到此拉下帷幕 同时让林一南看清了许多人的品性 想不劳而获 也要看他答不答应 天边已然泛起一丝雨堵白 大家正忙着收拾东西离开 这里血腥味太重 怕会引来大型野兽 所有人家都或多或少地分到了狼肉 林一南帮忙把东西绑在马背上 啊 救命 去打水的柳吉 一路跌跌撞撞地奔跑回来 大家顺着声音望去时发现 在他身后背着一只体型庞大的黑熊 熊瞎子 熊瞎子来了 黑熊也叫熊瞎子 他们的嗅觉 听觉很灵敏 能顺风闻到很远的气味 黑熊速度太快 村民们还未反应过来 被吓得纷纷后退 有那胆大的汉子 拿着柴刀锄头在护着自家人 快入冬了 黑熊要赶在入冬前 囤垢重冬眠的脂肪 林一南取下背上的弓箭 瞄准射出一箭 箭矢直直射入黑熊的眼睛 黑熊疼得不断咆哮 不管不顾地对着林一南就冲了过来 林一南又朝着他脖子射了一箭 黑熊脚步顿了下 但速度丝毫不慢 林一南把弓箭往背后一背 匕首从袖中滑落握在手里 云末速度比他更快 他飞身而起 用尽全力在黑熊脖子上滑去 黑熊皮糙肉厚的 哪怕脖子被割了一刀 他似无所觉 依旧朝着林一南冲过去 林一南手握匕首 脚下往前一滑 整个人钻入黑熊身下 阿南 李淑兰大喊一声 心都快跳到嗓子眼了 村民们都为他捏了一把汗 就见林一南从黑熊的身后钻了出来 而黑熊随即倒在地上 云末带着手下围了上来 就见黑熊内脏肠子什么的 全部流了出来 整只熊已经被林一南开膛剖肚了 云末惊愕 再一次见证了林一南的强悍 村民们见黑熊倒在地上 纷纷举着锄头和菜刀上前 对着倒地的黑熊想要继续补刀 林一南及时制止 住手 别把熊皮弄坏了 泽泽 好大一头熊瞎子 看着这头好几百斤的熊 村长舔着脸上前问林一南 阿南 这头熊怎么分 林一南看向云末 你的意思呢 熊是你杀的 你怎么分 我没意见 云末朝他摆摆手 熊皮和熊胆归我 熊掌归你 熊肉大家分 你认为怎么样 我同意 云末十分欣赏林一南做事 干脆利落 可怜的熊寻着浓重的血腥味过来 原以为可以饱餐一顿 谁知最后却成了林家村民的大餐 沙熊林一南和云末全靠两人出了不少力气 村长特意把最好的肉分给他们两家 分完熊肉 大家便决定继续赶路 不再逗留 林家村虽然损失了许多粮食物资 因为分到不少的狼肉和熊肉 加上沿途采摘的野菜 还是能填饱肚子的 他们所在的位置 距离一城还有十天路程 关道不安全 谁也不知道后面会不会再遇上胡人骑兵 所以大家还是选择走山林 山林不好走 杂草丛生 树木茂密没有路 要不是云末手下的云漆擅长追踪和会辨别方向 他们早就迷失在茫茫大山之中 因此 他们一路上走得更慢 深山老林 蛇虫鼠以最多 粮食不多的林家村人 见到能吃的就拼命采集 林一恒更是将村里的汉子组织起来 停下休息时去打猎 吃不完的猎物就用火烤成肉干 方便储存 反正山里最不缺的就是柴火 渐渐地 除了村长家 林一南和云墨一家的地位 在村民心中直线上升 等出了山林 走到一城时 已经过去半个月有余 时间来到十月中旬 再次走上光秃秃的关道 路上不见半个难民 路边田地如同蝗虫过境般 被踩踏的寸草不生 一城威然耸立的城墙近在眼前 城墙上不时有士兵在巡逻 城门紧闭 外面仅有三三两两难民在逗留 咦 一城外面怎么没有难民 林硕不解道 林一横 建成半个月前就破了 胡人也不知什么时候打过来 百姓不在一城逗留是对的 林一张 爹 你看 地里连根草都没了 君子不利于威强 苏昆良感叹 一行人边走边一轮 林一南看到裂开的田地 却皱起了眉头 城墙上巡逻的士兵很快发现了 他们一行人穿得破破烂烂 士兵立马跑去报告给上风 一行人还未走近 就听城墙上士兵大喊 来者何人 村长走上前 对着士兵行了一礼 说明来意 士兵感到诧异 知道胡人很快打来 逃难的流明早就跑光了 这群人哪来的 平城早在一个月前 就被胡人涂了 士兵头子指着城墙下面的告示栏 一城半月前就出了告示 城内不允许难民进出 你们速速离去 莫要在此地逗留 唯令者杀 听了士兵头子的话 林一横和苏昀之几个 在建成读书的学子 自觉走到告示栏下 泛黄褪色的告示 上面写着 建成破了 官府收到信息 胡人正在集结大军 不日就会对一城发起进攻 朝廷为了保住一城 由南陆将军带领十万将士 接管一城 几人反复看着告示上的内容 一个小厮打扮的人 对着苏昀之来回打量 突然 他眼睛一亮 欣喜道 公子 我终于等到你了 苏昀之被吓了一跳 带看青来人 苏贵 你怎么会在这里 苏贵不打反问 说来话长 老爷夫人呢 他们在哪儿 我带你过去 苏昀之扯着他就要走 苏贵忙道 公子 等一下 苏元和吉祥 如意他们在那边 不一会四人 两男两女拿着包袱 朝苏昀之跑来 四人走到苏昀良 和朱景慧面前 跪下磕头 老太爷他们怎样了 苏昀良急忙问道 苏贵 回老爷 老太爷他们半个月前 已经离开一城 他特意命我们在这里等四老爷您 父亲可有留话给我 老太爷给您留了封信 苏贵说着 从怀中掏出一封 苏昀良展开信 两下看完 眉头拧成死结 爹 祖父信上说什么 苏昀之见父亲神色不对 便问道 苏昀良把手上的信递给他 苏昀之打开一看 苍吾郡 苍吾郡在南方 距离我们这几千里路 苏昀仅看了信说道 苏昀言想到家里所剩不多的粮食 爹 凭我们这几人如何能到得了苍吾郡 苏贵事实道 老太爷在城郊庄子里 给四老爷留了粮食 嘱咐我等 四老爷到了 去庄子上取了粮食再出发 四老爷身上的预扣 就是库房的钥匙 苏昀如 那真是太好了 这段时间天天吃野菜 他实在是一点也不想吃了 苏昀良沉音片刻厚道 我去跟邻家村人和云家人说一声 邻家村人听到告示内容 更是炸开了锅 听到马上要打仗了 他们迫不及待想要离开 云末听到南路将军 带十万将士镇守一城 不由冷笑 大爷要亡了 云二和云武眼里很是担忧 主子 我没事 云末淡然道 一名护卫来报 三公子 苏家老爷请您过去 说有事相伤 片刻后 林朔和林一恒就回来了 苏老爷说了啥 赵老太太问 林朔凑近他低声道 苏家在城郊的庄子藏了粮食 苏老爷想让我们跟着一块过去 晚上也可以在庄子歇息 粮食多吗 张氏眼睛一亮 林朔摇摇头 道 苏家吓人说 前段时间一城外聚集了大量流民 现在还不知那庄子有没有被人翻进去 他们怕与苏老爷错开 不敢离开城门 粮食有很多 赵老太太只关心这个 林一难道 去看看 就知 不过 他对此并不抱希望 流民这么多 谁能挡得住恶风的人 不挖第三尺 都算不错的了 林家村人的队伍 在苏家的带领下 缓缓离开 离开城门 天色渐晚 大家身上或背或挑的 带着不少东西 行走的速度自然不快 路上走了接近一个时辰 才拐进一条小道 小道狭窄不好走 道路两边是一片荒芜的田地 四处不见有村落 这么大片地 据说都是苏家家族的 李书兰此前听林征提过 苏家不少的事 赵老太太一脸惋惜 可惜了 大家庭田地多得跟不完 看这地荒成啥样 今年都没耕种 张氏嘖嘖摇头 沈沈 不是这样的 从建城到驿城这边 年前至今就没下过几滴雨 汉的庄稼根本重不活 林一横在一旁解释道 难怪 我看这地都干裂了 凉风吹来 隐隐可以闻到 空气中一股浓郁的烟味 林一南心中疑惑 这是有人在烧火做饭 还是在放火 这时 队伍走上一个光秃秃的小山坡 便看到前面山蛙 那片房屋 火光冲天 燃烧的地方 正是苏家庄子 走在最前面的苏昆良 目自尽烈 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脸上老泪纵横 完了 完了 那是我们苏家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庄子 全烧没了 朱景辉大受打击 不敢相信自己 眼睛看到的 他嘴唇颤抖着 半上说不出一个句话 苏昀如一路上担惊受怕 看着前面火光冲天 喃喃自语 怎么会这样 他心心念念的白米饭 没有了 还得继续吞那苦涩的野菜 苏昀芝早有心理准备 和苏昀景一左一右 将坐在地上的苏昆良扶起来 爹 地上梁 你起来吧 苏昆良被扶了起来 站在一旁黯然身上 他在这里出生 长大 对庄子的感情 自然要比妻子儿女们深 运之 咱们家的庄子没有了 朱景慧抓着大儿子的衣袖 与其悲凉其晚 苏昀芝安慰道 娘 我们身处乱世 没有人能独善其身 想想那些被胡人杀死的百姓 我们已经够幸运了 苏家人的伤心惆怅 走在队伍最后面的林一南 全然不知 站在小山坡 在一片火光中 他目光如炬 很快发现庄子那边不对劲 他定睛一看 不好 那边有刘明在打斗 快藏起来 林硕和林一横一听 连忙拉着吉比马和牛 率先走下山坡 云墨和云七也发现了 他们急忙让云家人往回走 不用林一南去通知 梁火在斗殴的流民 很快传来惨叫声 走在最前面的村长和苏家人 急忙回头 身后的林家村人 早已推至小山坡下面 村长心里暗哭 这帮王八蛋 有危险也不通知他 听着那一声 接着一声的惨叫 村民们心里甚得慌 从逃难到现在 他们与其他流民的最大的区别就是 几乎每家都还有牲畜 包袱里装满了在森林里屯的肉干 野菜干 算得上是腹的流油 他们实在不敢想 万一落到流民手里 会是什么下场 不知庄子那里具体发生了什么事 一会流民还会不会从路过这里 林一南决定去探探情况 哥 你在这里看着娘和弟弟他们 我去看看 我和你一起去 林一横不放心 他伸手也不错 不会拖累他 不行 你在 我会放心线 叮嘱村长让村民不要生火 安抚好牲畜 不要发出声音 说完 他便背着弓箭 从了小山包侧绕了出去 林一南穿过村民的队伍 就见云墨带着云七在前面 林姑娘 你也去那边 黑暗中 云墨那双黑色的眼睛 犹如两颗闪烁的宝石 令人无法忽视 林一南微下眸子 嗯 一起 一起一起 云七仰起笑脸 林姑娘伸手了得 是个很好的帮手 云墨眼睛斜盯着他看 云七才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三人摸黑靠近 很快看清正在打斗的两伙人 是刘明在打劫一对富户 刘明穿得破破烂烂 富户虽没穿绫罗绸缎 但富人孩子身上料子看起来不错 统一着细棉不一场 应该是下人 刘明人数较多 只不过富户下人 各个身强体壮 咦 云墨在人群中 见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林一南瞥他一眼 熟人 云墨点头 认识 林一南 需要帮忙吗 云墨冷淡道 看情况 林一南心下了然 不急着帮忙 恐怕是有过节的 是谁 你的仇家 他又问 云墨冷哼一声 他们是新城冰草主事 黄桂昌一家子 林一南想起路过的新城 不这儿逃那个 就是他 林一南收起弓箭 安心地看起戏来 有刘明想要将黄音音拖走 黄桂昌手持长剑 拼尽全力 把身边两个刘明杀了 才救下女儿 虽然他做官不行 但他是个好父亲 一路走来 对子女极尽呵护 打斗双方身上都挂了彩 有的刘明更是满头鲜血 依然不管不顾地 去抢夺妇人怀里抱着的包袱 滚开 不要抢我东西 妇人死死将包袱捂在怀里 见刘明不撒手 俯身张口 就朝那沾满泥土脏污的手臂咬下去 啊 啊 刘明惨叫一声松了手 手臂已被妇人咬下一块皮肉 贱人 叫你咬我 叫你咬我 刘明抬脚朝妇人发疯般的猛踹 妇人勾搂着身体 毫无还手之力 砰 刘明被身后之人 敲了一闷棍 这棍虽然敲在她头上 但力道不大 对她并没有造成伤害 刘明缓缓回头 瞧见身后站着一个十四五岁 脸色煞白的小姑娘 手上握着一根手腕簇的木棍 她一手握住木棍 个狠狠道 小娘皮 你敢打老子 滚开 不 不许打我娘 小姑娘颤声道 刘明用力一扯 把木棍连同小姑娘拽了过来 一只手掐住她肚子 用另一只脏污的手摸上 她那光滑的脸上 好鲜嫩的虫 想不到老子也有这等副剑 说着就要去扯小姑娘的衣服 地上的妇人抬起头 爬过去抓住刘明的脚 畜生 你放开她 刘明一脚踹开妇人 吃辣小姑娘外衣瞬间被的撕开 修剑使划破空气的声音响起 一只剑语颤抖着 插在刘明喉咙 对不住了 实在没忍住出手了 林一南收起剑使 对云墨轻描淡写道 语气中半点歉意也无 云墨不禁玩而笑 无需道歉 只是你的剑比我快 我与他父亲有过节 跟他却是无 林一南收回目光 拉起弓箭 对一个拖着孩子走的刘明 脑门就是一剑 他勾起唇角 挑衅地看着他 云墨只得朝他竖起大拇指 林姑娘好剑法 在下自愧不如 接连两个人被杀 刘明瞬间慌乱起来 也顾不上去抢夺 捡起地上的包袱 转身朝山林跑去 不过片刻功夫 刘明便走得一干二净 黄桂昌拿着剑 朝林一南他们藏身的地方走来 刚才他看得清楚 就下二女儿的剑 是从这个方向射出去的 离得数十丈距离 他抬手行了个礼 方才 多谢恩人出手相救 云墨和云七从暗处走出 借着火光 黄桂昌看清来人的脸后 吓得连连后退 是你 云墨坦然地往前走了几步 轻声笑道 黄大人 星辰一别 别来无恙 黄桂昌叹息一声 神情转眼间围你下来 云小将军都看到了 又何必来赐老夫 云墨 刚才就一领爱的不是我 你可别赖上我 黄桂昌瞪大眼睛 不是你 难道这里还有别人 林一南拿着弓箭 从暗处走出来 没错 是我 你要对我说谢谢 出乎黄桂昌的意料 他没想到 这姑娘的剑术 竟然如此了得 正愣片刻 俯身诚挚地倒了血 多谢姑娘出手相助 方才被刘明踢打的妇人 已被小姑娘扶了起来 她从抱着包袱里 摸出一枚金簪 她走到林一南面前 把金簪塞进她怀里 多谢姑娘救了小女与小儿 林一南握着手里的簪子 谢利我收下 咱们两亲 妇人是个知情识趣的 听她这样说 是不想跟他们有过多交集 连忙拉着儿女逼到一边 云哥哥 真的是你 黄音音听到云墨的声音 从远处奔过来 眼看要扑进云墨怀里 却被她巧妙避过 她一下子扑空 跌个狗吃屎 差点把门牙给磕蹦 黄音音艰难地 从地上爬起来 拍拍身上的尘土 不哭也不闹 只是眼神 哀怨地看着云墨 出来逃难这么久 跌倒她 已经学会自己爬起来了 看着被交养大的女儿 如此被对待 黄桂昌顿时老泪纵横 嘴里直呼报应 我藏在山上的粮食被偷了 带出来两百手下 死的死 逃的逃 一路利尽艰辛走到一城 线下身上粮食物资 几乎被刘明抢夺一空 云墨听完她的话 眼里冰冷一片 真是报应 没想到你也有惊天 黄桂昌用袖子擦了把眼泪鼻涕 可我家孩子是无辜的 难道百姓家的孩子就该死 云墨怒不可遏 冷声质问 黄桂昌张了张嘴 半赏才道 不是我不出兵抵抗 实在是无能为力 兵威将法 对上胡人 我们如同堂毕当车 不自量力 去了了也是送死 况且 胡人来之前 我已让人通知百姓撤离 他只不过 比百姓早走一步罢了 火光下 云墨的脸被映得明明灭灭 若是平日里情家训练 又岂会如此 云墨仍旧不甘心 这是他云家祖辈 用命守护的江山 失位素参的 又岂止我一个 若朝廷上下一条 你祖父和父亲 又怎会战死 黄桂昌仍不认为自己有错 住口 你不配提我祖父和父亲 云墨不想再与 再祖无意义的争辩 甩袖转身离开 林一南深深地看了眼 被打得鼻青脸肿的黄夫人 你们好自为之 看着被黑暗吞没的三人 黄夫人推了推 还在发呆的黄桂昌 老爷 我们怎么办 黄桂昌回过神来 扫了眼四周 隐藏在黑暗的流明 今晚再留在这儿 他们一家 怕连明天的太阳也见不到 他果断道 拿上剩下的东西 我们跟着云小将军 可是 夫人 想要活着 脸皮就要厚 说完 转身和下人一起 减食散落在地上东西 林一南很快追上 云墨二人的步伐 他们故意放慢脚步等他 云公子 打个赌 你说黄桂昌一家 会不会跟上来 他没那个脸 对于黄桂昌 云墨还是有些了解的 你错了 他们会跟上来的 林一南摇头 他对人性还是不够了解 尤其是在乱世 他方才观察到 山庄周围 还藏着不少的难民 流明打劫黄桂昌一家 他们早就习以为常 历经艰辛的逃难生活 他们比谁都懂 怎样才能苟且偷生 三人还未回到营地 就听身后传来奔跑的脚步声 云七紧一眼便看出 是黄桂昌一家 主子 是黄桂昌代家人追来了 不管 他们爱跟就跟 你去跟林家村村长说一声 黄桂昌跟我们没关系 若是他们惹了麻烦 不必手软 林一南轻扯唇角 这逃难的路上 可真是热闹 村长在山堡外面 看见黄桂昌一家 大大小小二十几口人 顿时头疼不已 云七来表明云家的态度 当村长得知黄桂昌的身份时 心下抖了抖 悄悄拉着组长一通嘀咕 组长摸出 把额头的冷汗 赶紧去告诉所有人 山中那批粮食的苦主来了 千万不能透露半分 对 对 我这就让林傅挨家挨户说 幸好当时 把有标记的袋子烧了 两个老家伙各自缓了好一会 才假装淡定地离开 村长让林傅 除了传达山中粮食的事 还告诉众人 今晚就在此处过夜 明早起来 直接翻山南下 自古以来 明不予官斗 穷不予妇斗 眼下黄桂昌一家虽然落魄了 毕竟受死的骆驼 比马大 保不准就像云家一样 他们这些生斗小民是惹不起的 林傅挨家挨户说了 当黄桂昌他们路过时 村民纷纷转过身去 黄桂昌领着家人和云家人打招呼 云墨带着云二三人 冷眼旁观 并未主动上前 大姐夫裸手性为伤多年 早已练就一双火眼金睛 见云墨态度冷淡 圆滑地与黄桂昌套近乎 想探探对方的底 黄夫人葛氏 亲热地拉着陆雪英的手 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诉说着一路的艰辛 云夫人 你不知道那些流民多可恶 不但抢我们的粮 还想要我们的命 那些护卫下人 更是养不熟的白眼狼 过了建城 晚上趁人熟睡 悄悄偷了粮食 盼主逃走 陆雪英与他交情甚浅 且这位葛氏 不是个好相遇的 出现这样的事 再正常不过 他只淡淡安慰道 以后路上可要注意这些 看着云家营地有不少马匹 以及身强体壮的护卫 黄英英站在葛氏身边 有些迫不及待开口道 云伯母 我们一家老的老 幼的幼 能不能跟着一块上路 也好有个照应 陆雪英和大女儿交换了个眼神 随后叹息一声 二郎受伤至今未遇 前段日子遇上追来的胡人 护卫更是死伤几人 我们又在山上遇到了狼群和熊瞎子 他哽咽着说不下去 拿着手帕擦拭眼角 娘 时候不早了 赶了一天的路 您早点歇息吧 云雁见陆雪英这样 连忙过来扶他 临走前 只淡淡瞥了眼可视 黄桂昌眼神英质地 看着淡漠的云家人 还有眼前这个敷衍自己的伤骨之子 心中怒意翻滚 却是发泄不得 风水轮流转 现如今为了家人能够活命 他要自降身份 来巴结凤城云家 真是落难凤凰不如计 自家三弟不待见这位黄大人 云雁自视看在眼里 那么自家夫君也没必要陪笑脸 夫君 仨儿吵着要你抱 你快去轰轰 邪逆黄桂昌一眼 罗手信道 黄大人 您自便吧 云家人营地周围都是 邻家村的人 已没有多余的位置 黄桂昌只得带着家人往后走 回到临时之起的棚子 云母见自家人女全聚在一起 待他坐下 云末便将黄桂昌 图谋云家暗卫之势 跟大家说了 云野往地上捶了一拳 气愤填膺道 这等贪生怕死的卑鄙小人 早该千刀万剐 他的伤已基本痊愈 每天可以下地行走一回 可惜了 以前我还想与他家做殷亲呢 云母道 云末 娘 日后可千万别说这样的话 以前我是听人说 黄家大女儿性情好 才起了心思 放心 娘心中有数 定不会对他家再有想法 云母解释 罗手信将从黄桂昌口中探知的事 跟众人提了下 要是他死皮赖脸 要跟着我们怎么办 云末闻言吃笑 路途艰难 我们各走各的 那就各凭本事活下去 云也 自云家出世以来 所有亲朋好友 个个避之不及 别说施以援手 就连说句好话的都没有 他们的良心都被狗吃了 这点云也是感触最深 他沉声道 我们云家自此不欠谁的 黄桂昌一家 在仆人的带领下 静止往后走 林一南靠坐在行李上啃着饼子 黄承文看着他的眼睛 顿时一亮 好个长相出挑的小娘子 虽然穿着简单的黑衣 但身形修长苗条 宛如一条优美的直线 透出一种淡雅清新的气质 林一南感觉到 一道轻越性的目光 就朝黄桂昌队伍中望去 一个长得像马杆似的男子 正边走边猥琐地盯着他 男子满身脏污 四目相对 男人更是轻挑地 对他上下打量起来 神经病 林一南被他看得胃口全无 两口把饼子塞进嘴里 放在剑饼上的手紧了紧 可是以为自家大而泪得走不动 忙回头安慰道 承文 你且坚持一下 很快就能停下休息了 黄承文两步追上队伍 竟还不时回头张望 娘 我没事 还能坚持得住 皇家一行人 在离林一南他们家不远的地方休息 怕再有流民抢劫 他们不敢远离林家村队伍 半夜时分 万籁俱寂 熟睡的林一南 仿佛梦到自己被毒蛇盯上 那种冰凉的感觉传遍全身 让他睡得很不安稳 没来由地打了个冷战 恐惧感从心底窜起 林一南猛地惊醒 一个黑影在翻他身旁的包裹 瞧见他醒来 便放下手中东西 嘴里嚼着肉干 手向他伸来 林一南迅速拔剑 砍向朝他伸来的爪子 啊 黑影惨叫一声 捂着鲜血直流的手 连连后退 林家上下全被吵醒 林朔和林一横 一眼便看到林一南身前的黑衣 还有他手上低血的剑 叔侄两人二话不说 抄起木棍 就往黑影身上打 营地所有人被惨叫声惊醒 云墨带着职业的人 举着火把飞奔过来 发生何事 林朔疏直停下手 看向林一南 林一南道 这贼人想偷我们家东西 被我砍伤 你放屁 我没有偷 男子口齿不清地狡辩 伤了手又被打得鼻青脸肿 他嘴里依旧还含着块肉干 苏运之拨开人群 来到林一南身边 看着燃血的剑 心中一紧 阿南 你有没有事 林一南摇摇头 他想偷我家东西 被我划伤了手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并没有说黄承文那禽兽 企图摸他 赵老太太捡起地上散开的包袱 恨声骂道 你这挨牵刀 把我家包袱里的东西 糟蹋成什么样子了 云墨举着火把 往男子面前照 认出那张被打变形的脸 是你 男子正是黄桂昌长子 黄承文 黄桂昌和葛氏 相互搀扶着走过来 葛氏见儿子被人打成那样 哭嚎着说道 艾优承文 是谁把你打成这样的 父母在 黄承文心中有了底气 他伸手指向林一南 就是这个小贱人 伤了我的手 娘 把他买下来 我要让他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黄桂昌带看清林一南的脸 心里倒抽了一口凉气 对着黄承文 呵斥道 大晚上你不睡觉 跑来这里发什么疯 爹 怎么连你也不帮我 黄承文自小被葛氏宠坏了 听他这样说 很是不满 瞎了你的狗眼 这位姑娘救了你妹妹和弟弟的命 你是吃了雄心豹子胆 何要再次胡闹 黄桂昌说着 转头对林一南功声道歉 全子无状 真是对不住 看他态度不错 林一南也不想揪着不放 阿乃 看看咱们损失了多少东西 对 对 损失的我们赔 黄桂昌十分上道 云末在这里 这位姑娘又伸手了得 要想跟他们一起走 黄桂昌不想得罪两人 可可是不明白他的良苦用心 听他这样说 立马就不干了 什么 还要赔 吃他们东西 是给他们面子 况且 他还划伤了承文的手 都什么时候了 这婆娘还如此拎不清 黄桂昌气的脑门 轻惊直跳 转身扇了他一记耳光 你看娘 给老子闭嘴 可是被扇得猝不及防 亮呛两步差点摔倒 幸好黄承文及时扶住他 这时 被林一南救下的妇人 在女孩搀扶下 提着一小袋粮食过来 姑娘 我们能拿出的 就只有这些了 你莫要嫌弃 林一南接过妇人手中袋子 转手便给了赵老太太 不嫌弃 黄桂昌姿态放得足够低 林家也得到了赔偿 云墨便出来打圆场 大家聚在一起 理应相互照应 如若再生事 就逐出队伍 时辰不早了 都散了吧 人们纷纷散去 林一南身旁的苏韵芝 还舍不得离开 朱锦慧气得心中暗骂 穿着不伦不类 男不男 女不女的 一副狐狸精样 想要勾引谁 呸 这就是个祸害 儿子被迷得 已经不听他这个娘的话了 苏家庄子整整烧了一夜 天亮石火已经熄灭 只与几处仍在冒烟 在庄子附近藏起来过夜的难民 也陆续启程离开 方圆百里内 光秃秃一片 草木都枯萎了 根本找不到吃的 难民们从苏家庄子后面上山 那里早已被踩踏出来一条路 进不了城 只能翻越山脉绕过去 苏昆良站在山坡上痛心疾首 人看起来苍老不少 扶着他的苏贵 见状低声道 老爷 庄子上有几处隐蔽的地窖 或许还没被发现损毁 苏昆良文言顿时眼睛一亮 此话当真 老爷 您自幼在庄子长大 您仔细想想看是不是 苏贵提醒道 苏昆良回过神 想了下 庄子上还真有好几个地窖 走 我们去看看 不把他们叫上 苏贵提醒 光他们家那几人去不行 于是 苏昆良让儿子苏运之 去跟林家村村长和云家说 苏运之跟村长说完 就直接跑来找林一南 你觉得会有多少粮食 林一南对古代地窖不了解 苏运之沉思片刻道 不多 几千斤应该是有的 行 那就一起去 一行人浩浩荡荡 前往被烧毁的苏家庄子 黄桂昌一家 也紧跟在后面 可是眼神怨毒地盯着 坐在马背上林一南 陈文昨晚不过是吃了他一块肉干 这个小贱人 竟狠心地差点将他整个手掌削下 等他找到机会 定要小贱人好看 林一南不知无形中 自己又多了个敌人 哪怕知道 他也无所谓 大家在废墟中寻找了半天 在苏昆良的指引下 最终找到三处地窖 其中一处已被流民打开 里面被掠夺一空 其余两个地窖较为隐蔽 没有被毁坏 林家村人多 村长分成两对 很快把地窖周围的杂物清理干净 苏昆良打开地窖 满满当当的粮食 就呈现在大家面前 好多粮食 村民感叹 一旁的苏元笑着道 我们苏家家大 祖里田地多 每年新粮下来 都会卖掉旧粮 新粮存入地窖 这两年年景不好 地窖里的粮食 还是从外面 买回来填补进去的 他语气里尽是得意 苏家财大气粗 哪是他们这些泥腿子 比得上的 大家把粮食搬出来 苏家人带不走全部粮食 除了留下自己吃的 其余和村民们 用肉干野菜干换 林一男家和他们是殷亲 苏昆良做主送了一百斤粮 朱景惠因此恨得 后曹牙都快咬碎了 黄桂昌大半家才被抢 一咬牙也得自家买了上百斤 如果不买 接下来的路程 他们怕是连树皮也吃不上 买到粮食 村长便让大家在这里买锅造饭 他们大早起来 早饭也没吃 这回也快中午了 干脆早午饭一块解决了 再继续赶路 白得上百斤粮食 赵老太太也不再抠嗽 豪横地让张氏 蒸上一大锅干饭 亲自去包袱拿熏肉出来炖菜干 柳吉也用菜干换了些粮 兄妹已有不少家底 可他不敢跟林一南家一样吃干饭 赵就煮了锅野菜糊糊 切了几块小肉干下去 兄妹俩吃得喷香 村里许多人家也都是野菜糊糊 或者是混着细糠 做那种吃起来拉嗓子的野菜饼子 林一南正端着一大碗糊糊 使劲扒拉 忽然眼前一道影子挡住了光线 他顺势抬眸 苏运之一脸温和地看着他 原来坐在旁边的林一安和鲁长青 被李淑兰拾去地拉走 努力咽下嘴里的食物 林一南问道 有诗 苏运之把手中帕子包着的肉饼递过去 阿南 给你吃 不用 我吃饱了 你留着自己吃吧 林一南不想欠下感情债 还不起 苏运之没想到他拒绝得如此干脆 眼中失落一闪而过 自从见面后 阿南带他就像换了个人似的 既没以前的热情 脸上更是经常冷冰冰的 他明白是林伯父的离世 对他打击太大了 他硬是把饼子塞进他怀里 野菜糊糊不顶饱 这个你饿了吃 不等他开口 苏运之又接着说道 我来是想问问你 庄子里地窖的粮食卖了些 还余不少 路上我想雇几个邻家村的人帮忙护送 你看怎么样 这事不应该是 他与父母商量吗 林一南纳闷 两口把碗里的野菜糊糊吃完 肚子还没有饱 苏运之给的饼子 是用猪油烙的 香得他拼命咽口水 咬了一口饼子 就是想象中的味道 苏运之也不焦急 就这样静静地等着他 连吃几口 林一南才停下 眸光清冷地看着他说道 是你的意思 还是你家人的意思 是我和父亲的意思 苏运之明白他的意思 说曹操 曹操道 林一南回头 就见苏昆良正 大步朝他们家营地走来 与赵老太太 林朔和李淑兰打招呼 老太太 贤弟 弟妹 苏老爷 你来试 林朔起身恭敬问道 苏昆良直接表明来意 贤弟 你看这是可行 行 那可太行了 我和你一起去和村长说 林朔不傻 明白他的用意 和林一恒带着父子二人 就去找村长 须语 林朔和林一恒 满脸笑意地回来了 哥 村长怎么说 林一南问 林一恒道 苏伯父要五个力气大的 帮忙挑粮食 每人每天给二斤粮做报酬 这么好的事 村长怎么会不答应 学谁 林朔笑眯眯道 咱们一张力气大 就是其中一个 林一南看着比自己大一岁 却壮如小牛犊的林一张 目入担忧 这个年纪在他那个年代 还在上高一 书 挑几百斤粮食走上一天 堂哥身体吃得消 林朔还未说话 林一松就窜出来 手握成全 做了个大力士状 姐 还有我呢 我力气也大 可以跟哥哥轮流挑 赵老太太却很淡定从容 爷们的事 且让他们自己操心去 就是 你书既能接下这事 就能办好 每天可是多两斤粮食呢 张氏喜笑颜开 虽然家里不缺粮 但谁会嫌粮多 这一家子胸有成竹的样子 林一南和李淑兰对视一眼 也不再多言 什么 每人每天两斤粮食 朱景慧不自觉地拔高音量 苏昆良连忙去捂他的嘴 噓 夫人 你小声线 朱景慧使劲拍开他的手 低吼道 你做事可有问过我意见 咱家又不是没人手 干嘛每天还要分十斤粮出去 你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 咱家多了四张嘴 难道以后喝西北风吗 苏贵带着苏元 如意和吉祥守着外面 苏昆良扫了眼围着夫妻俩的五个儿女 最后目光落在苏昆芝身上 昆芝和你娘说说 为父这样做的理由 苏昆芝见母亲气红了双眼 轻声道 娘 单凭我们兄弟几人 根本守不住这些粮食 不是还有苏贵和苏元吗 朱景慧想到 每天要给出去十斤粮 气得心肝肺都疼 看着曾经温婉大方的妻子 现如今为了十斤粮 连脸面情分也不顾了 苏昆良没有埋怨妻子 只恨着吃人的乱世 苏昆芝耐着性子给母亲解释道 我们跟林家村人不熟识 一路跟着他们走 也是因为我与阿南有殷亲 雇佣村里人 也是为了让他们在路上 对咱们照服一二 可这也给太多了 尤其是殷亲家 帮忙不是应该的吗 朱景慧态度软和下来咕弄道 苏昆良看妻子被儿子说动 想想皇家的事 做人留一线 日后好相见 越是男的时候 越要懂得伸把手 父子俩说这么多 苏昆如都看不过眼了 帮忙劝道 娘 跟着林家一路走来 我们可曾吃过大亏 那倒没有 朱景慧回答得干脆 不但没有 得知夫君 还是村里几个孩子的夫子 对他很是敬重 想到这里 朱景慧觉得 既然夫君与孩子们 都认为是对的事 他就没再出言反对 饭后又休息了一刻钟 村长便催促大家 收拾东西 继续赶路 林家村每户换了不少粮食 牲畜身上都挂满了 大大小小的包裹 跟在后面的黄桂昌一家 眼红得不行 想想从前他 身为一城冰槽 不知有多少人 想来巴结他 今时不同往日 黄桂昌回忆了会往西 又不得不走快两步 去追赶前面的队伍 生怕被落下 他们是逗留在这里的 最后一支队伍 后面也没有人跟着 沿着山路一直向上走 两边树林 被难民糟蹋得不成样子 许多树都被扒了皮 原本茂密的叶子 变得暗淡无光 草枯叶落 逐渐枯萎 失去了生机 越往森林深处走 偶尔还会遇到一两个 躲藏在林中出来 搜得一下没了踪影 村长更是让村民提高警惕 以防躲起来的山匪流民打劫 临近傍晚 在云七的帮助下 村长才找到一块 有水源的平地 让大家晚上在这里过夜 水源是一个 从山顶留下来形成的小水潭 不大 水清澈见底 村长先让大家打水做饭 最后才让各家千生处来喝 牲畜喝完 就轮到村中半大小子 光着膀子在清洗 林一南在水潭四周寻查 他拨开茂密的草丛 发现有一行深深的脚印 林姑娘 云二的声音 从附近一棵树上传来 林一南头也没回 继续盯着地上的脚印 这里有脚印 我看是从林中一路踩过来的 不是村里人踩的 不是 林一南很肯定 一阵风拂过 云二便飞升而下 落在他身旁 蹲下身仔细查看 云二站起身 我去叫人 片刻后 云二便带着云末 及村中指手的汉子过来了 经过他们反复查看 脚印是来这里取水流下的 不知对方人数 云末迅速安排人 在森林边缘埋伏 准备来个守株带兔 在水潭细水 想要留下围观的半大小子 全被自家父母 拧着耳朵揪了回去 林一南爬上最大的一棵树 半躺在树叉 闭目养神 旁边树上的云末 不时朝他这边张望 怕他真的睡着掉下树 天边还透着 最后一丝光亮的时候 耳聪目明的林一南 书弟睁开眼 他朝云末打了个手势 示意他森林里有动静 不多时 就有五个尖挑木桶的人 从森林中走出来 云儿带人很快将人围住 那五人背晃晃的剑 吓得脸色煞白 扑通一声跪地求饶 好汉饶命 好汉饶命 你们来这里做什么 前面有个水潭 我们只是来打水 你们是什么人 我们是附近村子的人 听说湖人要打过来了 所以逃上山避难 你们有多少人 那五人一听 这火贼人想要将他们一网打尽 又连忙磕头求饶 好汉饶命 我们都是普通的平民百姓 今年天汉 地里是一分收成也没有 云儿带着性子问道 我是问你 逃上山的有多少人 汉子们相互看了眼 最后牙一咬 道 就我们这五家 共六十几口人 当真 我们说的句句属实 汉子没有说谎 他们五家是村里最穷的 家里老幼妇孺一堆 无粮无盈 走出去也是死路一条 五家人一合计 干脆脱家带口上山避难 山上还能挖到点吃的野菜 总不至于饿死 他们相信 南路将军的十万大军 定可以把胡人打跑 只要把胡人打跑 他们就可以回村耕种 云儿他们盘查完 云末便让他们打完水 赶紧离开 五人吓得谁也不敢打 提着空桶就跑 怕晚一点会小命不保 云七敲咪咪跟了上去 不多时回来证实 这五人确实没说谎 晚上休息的时候 云末不敢大意 让负责值守的 打起十二分精神 以防万一 这座山林不大 林一南他们在山里又走了一天 在夜幕降临时 终于下了山 大家伙远远就看见 山脚下有一座村子 村长派人和云家护卫去打探 得知这村子竟是人去楼空 云末提议在村子里休整一夜 明早在启程 村长和组长都没意见 来这么久 林一南第一次见这世界村子 村子不大 屋子全是低矮鼻子的茅草屋 小说里的青砖大瓦房 在这里是不存在的 放眼望去 最气派的 也不过是 一间用石头垒的房子 屋顶依旧扑的是茅草 许多房屋都倒塌了 也不知是当时就塌了 还是被路过的流民推倒的 鼻子的茅草屋生活 站在一间茅草屋前 他不到一米七的身高 在里面连腰都伸不直 林一南还在对着茅草屋发呆 云末以为他发现了什么 凑近低声道 我们被流民盯上了 今晚怕是不太平 林一南没注意有人靠近 被他吓了一跳 云末不好意思摸摸鼻尖 吓到你了 林一南轻轻抬起眼帘 眸中闪过一丝灵动 目色在恰好划过脸庞 让他散发出睿智的光芒 没有 声音依旧清冷 云末的心跳末地停了一秒 很快又恢复如常 重复一遍刚才的话 林一南 能探出是什么人吗 云末 云七说 看样子像是刘斐 林一南的手下意识摸上腰间佩剑 眉头微醋 今晚得让村长他们加强巡逻 你这边可有要帮忙的 没有 林一南回答得干脆果断 云末听完神情一愣 行 有什么事可以直接和我或者云儿说 我先去安排 村民陆续开始进村 林秋桃拉着于肃秦 指向交谈的二人 娘 你快看那边 于肃秦一脸比移 一个订婚女子 还和外男勾勾搭搭 呸 真是没脸没皮的小贱人 简直不像话 不行 回头我要跟朱伯母说说 林秋桃很是为苏韵芝打抱不平 林一南他根本配不上这么好的苏公子 走在他们身后的黄音音 远远见到这一幕 低下头 满腔怒意 使他面目猙獰 手死死凝着旁边 搀扶他的小丫鬟手臂 这个该死的贱人 肮脏的你腿子 休想染指他的云哥哥 小丫鬟不敢喊痛 只得拼命咬牙忍着 云墨离开后 林一南快步跟上自家队伍 一进村 大家便挨家挨户 去找能落脚的房子 云墨跟村长说了有刘斐的事情 两人叫来村中几个带队职守的汉子 商量好晚上的巡逻安排 村长看四处找房子的村民 皱起的眉头 能夹死苍蝇 这帮龟孙子住这么开 是怕刘斐一锅端不了吗 他骂骂咧咧的牛背上 取下铜锣 从村头走到村尾 通知所有村民 在空地上集合 当村民得知 晚上不能在屋子里过夜时 顿时炸开了锅 好不容易找到屋遮头 为什么不让人住 晚上外面多了 住屋子里不好吗 这么多屋子 肯定能住得下咱们 村长堂堂地敲起铜锣 村民们才渐渐安静下来 三百多人眼巴巴地望着他 他嗨嗨两声 在路上的时候 云家发现有刘斐跟在咱们后面 今晚怕是不太平 大家不宜住得过于分散 免得贼人来了 连个帮撑的都没有 村民们全是怕死听劝的 村长 那你说我们住哪里 我们听村里安排 对 对 村里怎么说 我们就怎么做 村长又铜锣上敲了下刀 我们跟云家人一起在 村委有处空地 咱们去那边扎营 晚上大家伙警醒些 村民闻言 连忙拿起放在地上的行李 托家带口来到村委 住村委是云莫提议的 静可攻 退可守 不容易被人问中捉鳖 黄桂昌领着家人 跟在后面静静地听着 一张脸 迎勤未定 云莫发现这么重要的事 也不来跟自己说 现在是人人都可以 骑在他黄桂昌头上了 可是不满的迪过 放着好好的房子不住 要去睡露天 真是笑死人了 黄桂昌瞥了他一眼 把火气撒到他头上 闭嘴 想死你就自己住 没人拉着你 说完不忘提醒下人 赶紧跟上邻家村人的步伐 这个村子有两口水井 分别在村头和靠近村委 村委的水井 足够他们生火做饭用 直到刘斐会来 大家早早吃过晚饭 哄睡幼小的孩童 妇人和汉子们 哪怕再困 也不敢合眼 手边放着各种工具 姐姐 我想跟你一起去打坏人 林一安睁着圆溜溜的眼睛 看着林一南 鲁长青心中不安 紧紧攥着他的衣摆 昂起脑袋看他 二还小 等你再长大点 就能打跑坏人了 林一恒手中握剑 从远处走来 妹妹 我去前面看看 今天没轮到林一恒指手 林一南拉住他 哥 你留在这里照看阿奶和母亲他们 我去 林一恒的话被林一南打断 刘斐丧心病狂 杀人不眨眼 我功夫好身手灵活 去前面守着 发现情况不对 也能及时脱身 最后 林一南抱了抱两个小豆丁 乖乖听话 等姐姐回来 李淑兰收拾好回来 看到林一南离开的背影 天都黑了 阿南去哪 林一恒 他去前面守着 村里不是已经有人指手吗 他还跑去干嘛 那些可是刘斐 娘 要相信妹妹的能力 林一恒安慰道 李淑兰叹了口气 我怎会不相信 这一路全靠他护着咱们 只是阿南一个女孩子 整天打打杀杀的 你爹出事后 他性子越发清冷了 有时宁愿坐着发呆 也不跟人说话 他以前都不是这样的 林一恒怎会没留意到妹妹的变化 路途艰辛 他一时也没法子 娘 你知道爹最疼妹妹了 以前什么事都会顺着他 以后时间久了 会慢慢变好的 他最是听你的话 平时你多劝劝他 林一恒拉起两个小的 娘 你带他们去休息吧 村中所有制高点 都被云墨安排了人手 他在这方面 已做好充分准备 林一男暗叹 看来这个云墨 在行军布阵方面 确实是个人才 他逛了一圈 麻溜地爬上一棵 离自家营地最近的大树 吉祥扶着朱景慧来找李淑兰 正好看见林一男身子矫健的爬树 你 朱景慧伸出手指着林一男 气得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林一男听到声音 停下低头 冷冷地盯着他看 两人四目相对 彼此在各自眼中看到了嫌弃 好一会 见朱景慧没说话 林一男又开始手脚并用 很快爬上粗壮的树枝 真是粗俗至极 朱景慧一甩袖子 也顾不上去找李淑兰 他扭头就走 心里暗暗打定注意 这门婚事他退定了 他实在无法容忍林一男 这样的儿媳妇进门 林一男靠在树干上 看着朱景慧走远 在心里翻着原生的记忆 当年两家定下轻视 有什么证明 脑海里记起李淑兰跟他提过 两家是交换了龙凤帖的 去年吉吉时 原生还收了苏韵芝的贴身玉佩 朱景慧被桀骜不逊的林一男气到了 胸口不断地上下起伏着 以往这小丫头见到他 安前马后的 嘴还挺甜 此次见面这么长时间 却从未用正眼瞧过他 真是越大越不知理 吉祥是从士族大家出来的 惯会察言观色 跟在朱景慧身边没几天 便得到重用 夫人 咱们公子钟灵玉秀 林姑娘有些配不上 吉祥这话 恰好说到朱景慧心里 可不是 那林家小丫头 行事越发粗俗张狂 婚事是老爷定下的 现在林征不在了 她是不会同意退亲的 我看那林姑娘 似乎也不在意这门亲事 夫人何不找他聊了 朱景慧瞬间被点醒 对 哪怕将来被老爷发现 我也只推到他身上 还是夫人聪明 朱景慧瞥了一眼吉祥 吉祥姿态放得极低 低眉顺眼的样子 取悦了他 还得是士族大家 调教出来的人 懂规矩 紫夜时分 天空中挂着几颗稀疏的繁星 营地里巡逻的人来回走动 几声咕咕咕的鸟叫声 从林子中传出 林一南舒地睁开眼睛 背着火光 从怀中摸出夜视镜 朝发出鸟叫的林子望去 借着夜色遮掩 林中匍匐着几十个人 他们在不时的焦头接耳 传递着什么 刘斐来了 林一南收好夜视镜 营地里巡逻的人 还毫无所觉 他掏出一枚照明弹 朝刘斐藏身的林中主方向射去 碰 的一声响 一颗白色信号弹飞上天空 巨大亮光 在把林中一切照得清清楚楚 糟糕 我们被发现了 林中有刘斐 刘斐来了 喊声顿时从两个地方响起 营地的人纷纷被吓起 云末飞身略向树林 他朝林一南藏身的大树看了眼 又是林姑娘第一个发现刘斐 他似乎对危险的感知很敏锐 只是 刚才林姑娘发射的照明发剑 他似乎没见过 那光亮如白昼 让藏身林中的刘斐 无所遁形 突如其来的变故 打乱了刘斐们的计划 村民们在云家护卫的带领下 拿着柴刀锄头 朝刘斐冲杀过去 杀人放火抢劫的勾当 对刘斐来说 只是家常便饭 一时间 村民们与刘斐打成一团 村民胜在人多 刘斐不过三四十人 但杀人越火经验丰富 村民们很快呈现败相 村长领着村里的老幼妇儒 用柴火烧出一条隔离带 短时间内 刘斐还冲不过来 借着火光冲天 林一南取下弓箭 朝着就要砍杀村民的刘斐射去 接连射杀三人 刘斐顿时慌的一批 不好 树上有神射手 老大 这里的人不简单 云末和云二几人 混在村民中 如同切瓜砍菜 收割着刘斐们的头颅 刘斐头子眼看着照这样下去 他们全都得折在这里 阿达尔 你俩带人跟我一起冲过去 先把东西弄到手再说 刘斐头子冲在前面 一马当先将那条火隔离带的柴火 踢向营地的村民 许多行李都燃烧了起来 营地的村民顿时乱成一团 既要避开飞来的柴火 又要去扑灭行李上的火 啊 啊 我的包裹 你们这些遭温的土匪 不得好死的烂东西 赵老太太边扑打着包裹上的火苗边咒骂 刘斐头子已经带人撕开一道口子 冲了进来 他们见人就砍 林一横和几个身手一般的年轻后生 立马提刀上去挡 两头绑得不远的牛 也被穷凶极恶的刘斐 在脖子上捅了一刀 村长想要冲上前去 却被一脚踹中胸口 连连后退 被及时赶到的林一南扶住 见是林一南来了 指着倒在地上抽搐的牛哽咽道 阿南 他们杀了咱们家的牛 村长大伯 你先到一边去 村长听话的 拔腿跑向身后的村民 林一南向来人狠话不多 他的功夫全是杀人的招数 刘斐头子 看朝他冲过来的 是个俊俏小姑娘 根本不放在心上 想着回头绑走 要玩个够本 林一南速度极快 刘斐头子 只觉眼前有什么东西一闪而过 随后映入眼帘的是 一个没了头颅的人 鲜血正从那被削断的脖子处喷射出 刘斐头子纳闷 这身体怎么有点眼熟 最后眼睛定格在稀疏的夜空 意识陷入一片黑暗中 这一幕 如同在所有人面前现场直播般 许多人捂着嘴 转身大吐特吐起来 苏韵芝砍倒一个刘斐 回头便看到那傲然于世的身影 眼眸骤然紧缩 苏昆良双腿颤颤 一脸骇然 显然是被这样的林一南吓到了 朱景慧被吉祥扶着 吐得昏天暗地 李书兰既经且聚 这乱世 中士逼得夫君捧在手心里的宝 变成了他们所有人的依靠 云墨很快带人 把营地这边的刘斐清除干净 一些富于顽抗的刘斐 见自家头子被人斩首 吓得连滚带爬的逃离 村长许久才缓过神来 带着村民清点损失 死了两头牛 其中是村长家的 行李被划烂的不少 粮食只有少部分被抢走 最严重的是 村里十几个汉子受伤 受伤的人太多 肯定是不能继续赶路 必须停下来养上两三天 村子不安全 刘斐已经知道我们在这里 万一再被惦记上怎么办 村长召开村民大会 大家为此事忧心不已 这还不简单 把刘斐的头颅割下来 挂在村头村尾的树林里 没死的就直接掉上去 一个清冷声音在人群中炸响 大家立马安静下来 无人再敢吱声 村长左右为难 这个办法好是好 就是有些太过凶狠毒辣 好办法 云墨第一个站出来表示赞同 他不知道战场上的那一套 他是怎么懂的 两军对垒 攻心未尚 这的确不是为一个好办法 其他人也连忙点头同意 对 就是要吓得那些刘斐 不敢再来 组长拍着大腿说道 看着英姿飒爽的林一南 林征当年喝醉酒与他说 他闺女有王侯将相之才 他是不幸的 现在 苏昆良目光 一到自家从善如流的儿子身上 心情沉重起来 此女杀伐果断 如同战场老将 非一般人能比 只怕运之配不上 商量好对策 村长便安排人跟云家护卫 一起去办这件事 大家默默整理着 被刘斐破坏的行李 林大夫再给重伤员治疗 林一恒和柳吉身上都受了伤 柳吉伤得不得重 被刘斐摔倒在地时 手掌和身上有些擦伤 只需磨点药就行 林一恒这次伤得有点重 又肩膀被砍一刀 口子很长 且深可见骨 林硕撕了布条绑住伤口 但依然有血从里面渗出来 血没止住 怎么办 也不知会不会影响以后血字 李淑岚六神无主 大儿三岁启蒙 这伤口可不能耽误他以后读书考学 赵老太太抱着个破袋子 同样一脸焦急 去叫林大夫了吗 林一章 阿乃 林大夫先给重伤的看 他说先用干净布条绑住直血 不行就用手摁住 要摁哪里 李淑岚双手抖个不停 林硕不在 被村长指派去帮忙处理刘斐的尸体了 看着殷尸学过脸色惨白的林一恒 以及无从下手的婆媳三人 林一男上前 娘 让我来吧 李淑岚如蒙大赦 也没追究他为什么会包扎 立刻退开 把位置让给他 林一男解开布条 伤口还在鼓鼓流着血 啊 还在流血 赵老太太惊呼出声 张氏扶着老太太 同样手足无措童 杀猪都没让他这么害怕过 林一男眉头微拧 看周围不只有他们婆媳三人 林一安和林一春几个年幼小的 也围一旁 阿乃 婶婶 你们先去烧点热水 一会儿要用 然后 转头对李淑兰道 娘 你把阿儿他们带走 接着 又对林一章吩咐道 二哥 你去点两根火把过来 只剩兄妹俩 林一横扭头 看着自己血肉模糊的肩膀 有些虚弱道 阿南 你怕不怕 他记得 妹妹连只鸡都不敢杀 不怕的 趁现在没人 林一男从空间拿出消毒水 和皮肤缝合器 放在包袱里 林一章很快打着两根火把过 在火光照射下 伤口皮肉外翻更显猙獰 林一男找了块干净的纱布 把消毒药水倒在伤口上 一点点地仔细清洗着 阿南 你的伤口包扎 跟谁学的 看他动作熟练 疼得林一横直抽气 跟师父学的 林一男轻描淡写道 这血淋淋的一幕 饶视林一章再大胆 此时也把头扭向一边 不忍直视 林一章 阿南姐真厉害 好一会儿 林一男才把伤口清洗完 林一横终于松了口气 伤口太大 不好愈合 需要缝合一下 林一男提醒道 他话音刚落 林一横就感到 肩膀似有蚂蚁在咬 他扭头去看 就见林一男手上 拿着个奇怪的东西 正在伤口上来回盯着 这是什么 林一男瞥他一眼 皮肤缝合气 缝合伤口的 看他操作熟练 似乎不是第一次用 林一横 也是你师父教你的吗 嗯 片刻之后 张氏端着一盆热水过来的时候 林一男已经把伤口处理好了 看着伤口上包扎好的纱布 不再渗血 张氏惊喜到 咦 没再流血了 林一男接过水盆 您这不惊就要帮他擦 林一横用完好的左手抢过不惊 眉头微皱 有些无奈道 一张帮我擦就好 你去休息吧 出了自家营地 林一男便看到李淑兰在帮柳吉抹药 几次冲突 柳吉都勇敢地冲在前面 比村里部分汉子强多了 整个村子上空 弥漫着浓重的血腥味 怕血腥味把山上的野兽引来 每家营地都烧起两个火堆 营地走过 黄桂昌站起身 刚要与他打招呼 就见林一男迎向蹄肉走来的林硕 阿南 村长家给去帮忙的 每家分了块肉 咱们让你奶炖肉吃 林硕一脸喜色 林一男观他脸色如常 并没有被吓到 放下心来 说 村长把牛杀好了吗 杀好了 我去看看 林硕想说 别看了怪血腥的 但想起 他连刘斐头颅都敢消 盗嘴的话又咽了下去 转而叮嘱 村民在那换肉 你看看就赶紧回来 知道了 林一男往村民聚集的方向走去 路上遇到不少来往村民 胆小地见到他 一脸惊恐地绕道走 胆大的则热情上前打招呼 有些还往他手里塞把菜干 野菜饼子什么的 村长杀牛的地方就在水井边 此时只剩下大半边牛肉 一些牛骨和内脏没处理 林一男走上前 弯腰仔细看 他想要牛杂回去炖 哟 阿南 你过来了 想要什么跟大伯说 村长热情朝他打招呼 面对别人的热情 林一男不好意思笑笑 大伯 怎么没有牛赌 嗨 牛赌林大夫拿去做药了 那东西不好吃 大伯给你割点肉 说着操起刀 就要把后腿最好的肉割给他 林一男连忙拒绝 不 不 我就想要些杂回去炖 肉我叔已经拿了 林副挠挠挠后脑勺 我去找林大夫 给你要点牛赌回来 哎 傅叔 这人实在太热情了 林一男有点招架不住 没事 就让他去 村长不以为意地挥挥手 利落地割下一大块肉 用草绳绑起来 他是老了 可也没瞎 他每次遇到危险 都是男丫头冲在最前面 说实话 哪怕是村里的汉子 没有一个比得上他的 要不是他和云家的人 村里 能还能像现在这样 齐齐整整的 边上是一堆不要的内脏 牛的心肝皮肺肾 早被村里人换走 林一男蹲下身 从一堆牛大肠中 扯出牛小肠 村长大伯 这牛小肠 能给我吗 村长两步奔过来 一把夺过他手里的牛小肠 把绑好的肉 塞到他手里 拿这个 牛肠有啥好吃的 林一男看着手里的肉哭笑不得 我就喜欢吃这个 财长叹了口气 把牛小肠全部扯出来 用刀裁断 用绳子捆好给他 去找林大夫 要牛肚的林妇也回来了 手上提着 清洗干净的半个牛肚 最后 林一男放下一瓶云南白药 才提着牛肉回家 途中 遇到云墨和云二 挑着筒来打水 林姑娘 你手上提着的牛肠怎能吃 云二见多识广 但从没见有人吃过牛肠 林一男瞥了眼 抿唇不语的云墨 点点头 能吃 而且很香 那做好 我能跟你换点 云二对吃得很执着 林一男抬头看天 今天晚了 得明天 成 我等着 俗话说 好饭不怕晚 就一个晚上 云二还是能等的 错身而过时 云墨终是忍不住开口 可有受伤 林一男没听清 脚一顿 回头看他 你问我 身上有没有受伤 云墨重复 没有 多谢关心 林一男说完 便抬脚离开 云墨望着他离去的背影 有些怅然若失 回到营地 张氏已经把林硕 提回来的牛肉 下锅顿了 赵老太太见林一男 又提一块肉回来 拿手里颠了颠 嘴里称怪道 你书提回来 还不够吃 咋又跑去换 林一男咬水洗手 没换 是村长大伯给的 赵老太太万万没想到 铁公鸡村长 终于肯拔毛了 他咋舍得给这么大块肉 旁边坐着休息的 林一横问言道 阿奶 妹妹能拿回来 肯定没问题的 成 赵老太太刚准备 把肉收起来 看到另外串着的 牛肚和牛肠 一脸为难 阿奶 这两样东西咋煮 林一男把手 放到后腰擦了擦 阿奶 你先放着 明天我来煮 这玩意一股牛屎味 能吃 不臭 明天我做出来 你就知道了 赵老太太 把牛肚和牛肠 放进盆里 那我给你洗干净 你明儿煮给我尝尝 晚饭做好 大家都没吃过牛肉 吃得格外香 累了一天 林一男吃了 满满三大碗菜饱 饭后 打了水 他在清出来 做镜房的茅草屋里 简单洗漱过后 倒在李淑兰 铺好的油布上 进入梦乡 林一安和鲁长青 依偎在他旁边 李淑兰拿着块 布京边帮他擦拭头发 边和林一恒说话 今天阿南斩杀 那刘斐头子的时候 你朱伯母的脸色可差了 林一恒宽慰他 任谁第一次 见这种事 也会吓到 不是 李淑兰手上一顿 又继续说道 我看他的样子 好像并不喜欢 你妹妹舞刀弄枪的 娘 若活得好好的 没人喜欢杀人 今天的事你也看到了 妹妹不出手 死的便是村长大伯 还有林家村的村民 我是怕他未来婆母不喜欢 林一恒给火堆 加了根柴 拍拍手 放心 运之不是腐朽的人 李淑兰放下布京 打起梳子 细心帮林一男 把头发一点点疏顺 这一路真是辛苦阿南了 幸好当年他坚持练武 林一恒目光 直直望向跳动的火苗 沉默半上 道 很晚了 娘你身体刚好 早点休息吧 一日 天刚蒙蒙亮 薄雾还未散去 林一男已在林中 练完一套剑法 和一套拳法 这拳法新学的 林一恒从林中走了出来 哥 你怎么起那么早 林一男不打反问 他刚打完的是军体拳 林一恒眼神明亮 语气温和道 以前在家时 我也会常常跟爹早起练剑 爹总是偏心 说女儿家娇弱 读书练剑 从来不让你太过辛苦 妹妹总是背着爹偷偷练习 顺着她的话 林一男脑海里 浮现出一个小姑娘 倔强地背着人练剑 身上总是轻一块子一块 娘不想你练舞 要教你做饭 妹妹五谷不分 却是连鸡都不敢杀 林一恒说完 双目成澈地看着她 林一男心下一紧 她终于还是发现了 你怎么知道 林一恒隐藏在袖子下面的指尖 微微颤抖着 喉咙里像是堵了什么东西一样 让她难受又刺痛 她看着眼前的妹妹 眼睛突然变得通红 停顿了许久 才缓缓开口 我妹妹虽然喜爱练舞 但她运血 而你杀人如切瓜砍菜 面不改色 还会疗伤 我妹妹挑食不善厨艺 你却能轻松找到果腹的食物 且厨艺绝佳 我妹妹虽会几个招式只能自保 你却杀法果断 红桃伟略 有将相之才 她虽喜练舞 却总爱缠着母亲撒娇 你性格坚韧 受苦受伤 却一声不吭 最后 林一恒问出心中疑惑 你是谁 她三岁由父亲亲自教导启蒙 一直以来都心细如发 母亲尚未发现 是因为父亲匆匆过世 没太多精力去关注儿女的变化 又或者 她以为是妹妹受了打击 才变成这样的 我叫林一南 等等 我是问你 以前叫什么 林一恒连忙打断她 我以前就叫林一南 林一恒意识正主了 这要巧吗 想起以前书院的私臣夫子 他是个学道之人 跟父亲关系十分要好 常常来家里烹茶煮酒 三年前 私臣夫子在家中与父亲煮酒论师 与妹妹有过一面之缘 他便对父亲提起妹妹少了一魂 妹妹虽习武 但天气一变就生病 看起来娇憨可爱 实则是头脑混沌 懵懂无知 正是缺少一魂的原因 私臣夫子说 妹妹缺失的魂 需得等到她年满十五岁后 机缘到了 那一魂历练归来 才会神魂合一 私臣夫子还说 将来若是神魂合一 他观妹妹面相 是有将相之才的人 父亲问 要是那一魂没归来 会怎样 私臣夫子说 会影响兽数 早邀 他那时已过十五 刚好在旁 将父亲和私臣夫子两人的对话 听得清清楚楚 并一直牢牢记在心里 父亲怕母亲担忧 则一直没有告诉他 现在看来 妹妹是神魂归位没错了 至于私臣夫子说的将相之才 林一恒想起 今夜妹妹对付刘斐的杀法果断 所谓将相之才 是武能安邦定国 文能治国安民 他不禁 禁出一身冷汗 这是只能烂在自己肚子里 谁也不能说 以前父亲曾开玩笑 跟苏伯父提过 苏伯父当时并不信 妹妹今日的表现 苏伯父只怕早已看在眼里 林一男看他目光呆滞 不断地皱眉 你还好吗 林一恒宠溺地看着他 要叫歌 林一男有些猛 刚才不是看穿他 不是原生 怎么片刻功夫就反转了呢 随后 林一恒把之前私臣夫子说过的话 跟林一男复述了一遍 你就是我妹妹 所以他只是原生丢失的一魂 还是林一恒为了接受他 自圆其说边的谎言 不管哪一个 对他来说没害处 林一恒试着问道 可以跟我说说 你在另一个世界的是吗 没想到他会问这个 回过神 林一男简单跟他说了下自己 在末世的几十年 林一恒听完 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心疼 在心底翻涌 原来妹妹的另一魂 在意识过得这么苦 所以才练就一身过人的本事 阿南 以后由哥哥来保护你 我会把这个秘密烂在心里 你也绝不能对第二个人说 林一恒对他一字一顿认真道 林一男心里滑过一道暖流 从今往后他 也是有哥哥护着的人了 哥哥 他叫得真心实意 林一恒目光澄彻 阿南 多谢你这一路 护着母亲和弟弟 还有阿乃他们 一家人不说这些 回去我给你煮牛杂吃 林一男心情愉悦地 拎着剑大步往营地走 林一恒跟在身后剑撞 勾起嘴角 一恒兄 苏运之提着剑刚走进林子 就见到兄妹俩离去的背影 他还想跟他们切磋切磋呢 这么快就回去了 一回到营地 林一恒就被叫走 村长来叫他和林硕 一起去商量事情 林一男回去洗净手 便开始切昨晚赵老太太 洗好放在盆里的牛肚和牛肠 切好牛肠和牛肚 他将一整块牛肉 也切了 放在桃锅里 拿过自己的包袱 里面有不少他昨晚 从空间放出来的调料 每样都捡了些放进锅里 姐姐 你放了草碎进去肉里做什么 林一安看见漂浮在水面上的香料 昂着小脑袋 不解问道 那是香料 用他们煮出来的肉可香了 林一男刮了刮他的小鼻子 不多时 锅里就飘出浓郁的肉香味 在林子里砍树的云家一行人 云儿拎着斧头直起身 鼻子不断耸动着 云武 你闻到了吗 众护卫接摇头 云武使劲闻了两下 不解地问 什么东西 我没闻到 牛肉的味道 云儿对这味道很是陶醉 他书弟睁开眼 我竟忘了 是林姑娘在顿牛肉 他把斧头一扔 拔腿就跑 云武 你们先忙 我去去就回 片刻之后 云墨在林中放飞信鸽回来 没见云儿身影 云儿又跑去偷懒了 云武 他 主子 我在这 云儿端着一个大碗 从营地方向走来 众人都闻到了肉香味 什么肉 好香 云墨皱眉 你拿着什么 云儿朝他黑黑一笑 跟林姑娘换的牛杂 我跟你说 这色香味真是绝了 他话音刚落 大家一窝蜂涌了上去 碗里的肉 瞬间只剩下一半不到 云墨上前 拨开围着的人 在云儿尚未反应过来时 一把夺过他手中的碗 云儿连最后半碗肉 也没保住 主子 你好歹再丢两块 该 谁让你跑来显摆的 云武在旁幸灾乐祸 我这不是想让兄弟们都尝尝 云儿冤枉死了 捡起地上的斧子 狠狠地把气撒在树上 村子周围寸草不生 连草根都没得挖 林一南吃饱喝足躺在简易棚子里 睡回龙觉 伯母 阿南姐在吗 棚子外面传来柳极的声音 透过棚子缝隙 柳极提着一小袋粮食 站在外面 柳极 你怎么过来了 李淑兰很是心疼年幼师傅的兄妹俩 我找阿南有事 林一南聊起帘子 从帐篷走出来 何事 我 柳极深吸一口气 鼓足勇气道 我想跟您学功夫 说完跪在地上 把粮食袋子递到他面前 我不收徒弟 指点两招没问题 粮食你拿回去 林一南很是欣赏 这个韧劲十足的男孩 柳极呆愣住 这么快就同意了 他还准备了好多说辞呢 走啊 还跪在地上傻愣着干什么 林一南越过他朝外走去 哦 这就来 柳极大喜过望 将粮食袋子 往李淑兰怀中一放 大步跟上去 林一南让柳极 把学过的功夫练一遍给他看 柳极的剑法很有章法 可见是有师父教导过的 只是强身剑拳还可以 拿来对胡人刘斐杀伤力就差了点 看来他是对自身有了清楚的认识 才去求自己教他功夫的 时间有限 林一南直接教他 怎样快速让敌人一刀致命 柳极悟性不错 很快熟练掌握动作 你这样不行 伤敌一千自损八百 得不偿失 云墨嘴里叼着根草 靠在一棵树上 嘖嘖道 林一南瞥了他一眼 他居然连他什么时候出现的都不知道 你醒你来 云墨把嘴里的草一扔 我来 你在边上看着 看着看着 林一南脸色就凝重起来 这人把他的某些动作稍微一改 杀伤更大 还能让对方不轻易伤到自己 跟着练习了几个回合 林一南满头大汗的 是不是更好了 云墨看着他红扑扑的脸蛋 神情愉悦道 确实不错 柳极还在不停地练习 林一南收起剑准备回去 我们准备明天午后就出发 你们要一起吗 祈祷云一给他的飞鸽传说 云墨鬼使神差地问道 林一南脚步顿住 不是说 在这里休整三日吗 现在已经十月下旬 天气渐渐变冷 我想尽快赶到古道县 与其他族人会合 中原即将大乱 云墨没透露 云一信中说的 大批百姓南下逃亡之事 有云家带领 林家村人路上会少许多波折 和他们一起 肯定比自己走要好 你跟我们村长说了吗 还没 我正准备去说 要是他不同意 我们云家就先走一步 云墨眼中划过一丝不舍 但他身后是整个云家 我和你一起 去与村长说 云墨点头同意 村长听了云墨的话 想都不用想 果断拍板 要和云家人一块走 由于村里昨夜 有许多人受了伤 云墨最后退一步 答应明天中午再启程 午饭后 村长敲着他祖传的铜锣 召集所有村民开会 当知道要提前上路 村民们都有很大意见 只是村长和族长很坚决 不走的 你们就继续留下慢慢养伤 绝对不勉强 村民们一听更慌了 村长想要撇下他们跑路 那是绝对不行的 纷纷表示明天要跟着一起走 这个时候 谁还敢单独留下 留下就是死路一条 上次被胡人冲散的几家 至今不知是死是活 跟着大部队 虽然也会受伤 骑马一家子齐齐整整的 走 我们走 村长 我们说笑的 你去哪 我们跟着去哪 村长对此十分满意 安排村里所有汉子 去寥寥无几的林子里 砍树坐板车 接下来的路程 不需要翻山越岭 直接走官岛 李淑兰用猎到的兔子皮 给林一南做了挂子 借着帮忙的功夫 林一南成功在 李淑兰的大包袱里 找到了跟户籍 放在一起的龙凤铁 至于苏韵芝的贴身玉佩 她也在自己的包袱里翻找到 将两样东西 收进自己空间 待时机合适 直接跟朱景辉退亲 她肯定会乐见其成的 所有人都忙碌着 林一南既不会女工 也不会坐板车 林一横兄弟几个 更不会让她去帮忙 连柳吉兄妹 都忙着跟村民去砍树坐板车 林一南是最闲的 带着林一安和鲁长青 林一春 躺在帐篷里呼呼大睡 林家村的人 当天晚上忙碌到深夜 直到第二天中午时分 才陆续把板车坐好 林一南家有四匹马和一头牛 只坐了三辆板车 林铁柱媳妇家孩子多 家里又没有牲畜 赵老太太便让她家 三岁的林大头 和七岁的林莉莉坐 以及少部分行李 其余的由林铁庄 和林铁柱媳妇挑着 吃过午饭 众人便在云家带领下 离开了小村庄 出村时 家中大人连忙捂住孩子的眼睛 不让他们看挂在村口的 刘斐人头 怕下掉魂 林一南坐在板车上 眉头微皱 闻着风中飘来的味道 不自觉地掩了眼口鼻 除了深山老林 沿途寸草不生 光秃秃一片 田野四处 到处被挖得坑坑洼洼 路过的流民 连老鼠洞也不放过 渐渐地 关道上陆续有 其他城池逃纳而来的人汇聚 跟他们走同一条路线 大家都背井离乡 躲避战火 为了能够活下去 寻个安身之所 他们不知走了多久 也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 每个人脸上都是疲惫和悲苦 眼神透露着麻木和迷茫 路上流民增多 云末派云二 维持整个队伍的治安 云二让年轻力壮的男人和富人 走到队伍两边 老人孩子和牲畜车子在中间 同时步允和非队伍外的 许任何人交流搭讪 都拿着锄头或者削尖的木棍 看到田地间冒出的一点绿意 便冲过去争抢 挖出来也不管能不能吃 会不会中毒 直接塞进嘴里 脚巴两下就咽下去 林一南的心 被这一幕狠狠地刺痛着 他们现在也是鸡一顿饱一顿 板车上的林一安 剑状扯了扯他衣袖 姐姐 我怕 李书兰文言将他和鲁长青搂进怀里 别怕 哥哥姐姐都在 谁敢过来 姐姐就打他 林一南朝他仰了仰手中的剑 林一横跟在后面 他摸了摸弟弟的头发 二要勇敢 长大是要保护娘和姐姐的 我长大会勇敢的 林一安把头埋进李书兰怀中闷声道 也许是看他们个个都凶神恶煞的 始终没人敢靠近队伍 没梁的来抢怕丢命 有梁的离得远远的 怕被抢 他们有牲出拉车 身上只带些轻便的行李 走得要比一般流民快 每天吃饭的时候 总有眼貌绿光的流民盯着 大家从忐忑不安到从容面对 终于在第五天 他们来到了州府阳城 州府就是州府 是普通县城没法比的 他们的到来 也让城门口的流民十分好奇 暗地里议论 这是从哪来的流民队伍 城门口附近聚集了大量流民 看样子已经形成了帮派 出来乍道 云莫选择在远离城门口的地方停下来 横尔 许多人围在那边搭的草棚子 干什么呢 李书兰指着那边五六个简易的草棚子 许多流民在棚子外面排起长队 林义恒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 应该是城内的富贵人家在诗州 诗州 赵老太太一听坐不住了 边挣扎着从板车上爬起来 边对张氏吩咐 一张他娘 快快 把碗拿出来 我们也去排队领州 去碗就没有了 林说一把扶住自家老娘 娘 云公子和村长都没通知咱们去排队 咱们先安置下来 摸清情况再说 赵老太太扫了眼队伍里的其他人 大家都朝诗州那边张望 但是村长没发话 谁也不敢擅自离开队伍 很快 村长大儿林傅 就来把林义恒叫走了 村里挑了五个读书人 跟随云家人 一块进城去打探消息 其余人原地休息 你干什么 放开我妹妹 柳吉着急的声音传来 林义难寻声望去 就见两个长相猥琐的刘明 一人抱着柳玉 一人抱着柳吉 林义安抱着林义春 和鲁长青三人 被吓得赶紧往他这里跑 姐姐 有人要抢走阿玉 一路走来 几个小家伙 与柳吉兄妹俩关系极好 林硕和赵老太太 忙把三个孩子护在身后 柳吉已经正拖出来 林义难跑过去 飞起一脚 把缠着柳吉的柳明踹飞 刷拔出剑架 在抱着柳玉的 那个柳明脖子上 别 别冲动 我马上放人 柳明吓得一把推开柳玉 举起双手 姑奶奶 现在可以把你的剑拿开吗 林义难手腕一翻 只见往上一挑 柳明带血的耳朵 顿时飞了出去 啊 柳明痛呼出声 连忙伸手捂住 被削得鲜血淋漓的耳朵 滚 林义难冷喝一声 他这一招杀鸡敬猴 成功吓住了周围 起了歪心思 蠢蠢欲动的柳明 村长带着几个村民过来 阿南 发生了什么事 林义难把刚才发生的事 跟他们复述了一遍 村长大伯 这里人多眼杂 你让大家看好自家孩子 不要到处乱走 村长惊出一身冷汗 他们以为停在城门口附近 休息就安全了 看来钱藏在暗处的危险更大 他连忙去挨家挨户警告一番 同时让林义父带着几个村民 在队伍中来回巡逻 林义难擦干净剑 靠坐在板车旁闭目养神 刚消停没一会 又响起赵老太太 中气十足的怒骂声 滚 瞎了你的狗眼 老婆子宁愿吃康燕土 也不会卖孙女的 这叫真是睡不了一点 林义难无奈睁开眼 就见自家营地 不知什么时候 来了个肥头大耳的男人 后面还跟着两个小丝 男人身材矮胖 身穿绫罗绸缎 见他站起来 只剩一条缝的眼睛 顿时金光四射 这女子与一般流明不同 皮肤白皙细腻 身材高挑匀称 简直可以堪称角色 他要是能把这女子带回去 肯定会惊艳所有人 让周府无数公子哥 屈之若鹜 林义见他目光 肆无忌惮打量自家侄女 上前一步挡住他的视线 林义和林一张也靠了过来 盯着眼前的死胖子 死心对着林硕身后的林义男喊 姑娘 你可愿意跟我回去 享受荣华富贵 林义男身形一闪 冒着嘶嘶寒气的剑架在他脖子上 眸光微凉 朝他轻蔑一笑 你可愿去见阎王 男人看见他眼中的杀意 意识到自己踢到铁板了 浑身肥肉一抖 举起双手 颤声道 姑娘说笑了 在下也是为了生计 多有得罪 还望姑娘高抬跪手 你是城里人 小的是城里最红楼管事 看这胖子模样 林义男眸光微转 劲儿向他打听起城内情况 城里可准刘明进城够粮 自是不能 为何 把你知道的说出来 我可以考虑放过你这只耳朵 管事刚才从手下出听闻 经常卖货给他们的三麻子 被人削了只耳朵 看来是这位小姑娘干的 可真是个活颜王 越想越惊 管事更是不敢有半分隐瞒 夜门关一破 第一批刘明到达的时候 州府大人就下令关了城门 无州府申领的录影 统统不能进城 林义男 怎样才能办到录影 得有州府户籍的人做宝 有了录影 进城还得交三两银子 进去也不能在城内留宿 有了录影进城 可能买到粮 今年天旱 地理粮食绝收 粮价居高不下 城中百姓 更是需要平户籍够粮 且每日只能够买五斤粮 前段时间 刘明越聚越多 州府大人怕生乱子 便联合城内附户 建了五个市州的棚子 每日给刘明提供一顿粥水 得到自己想要知道的信息 林义男便将那人放了 看来林义恒他们 注定是要无功而返了 村民已经打探到哪里有水 林硕带着林义张兄弟 挑着桶去打水 城门口除了湿州的棚子 另一边同样细细嚷嚷的 好不热闹 爹 要不我们去表明身份 州府大人肯定会放 我们进城的 黄英英拍了拍身上的尘土 又看了看灰头土脸的一家人 有些不耐烦道 小妾摇视惊恶地抬头瞥他一眼 又迅速低下头 不懈地撇撇嘴 大小妾这是失心疯了吗 说的什么虎狼之词 葛氏低声呵斥 你说什么傻话 咱们进了城 就等于自投罗网 可爹和州府大人 不是有交情吗 皇贵猖气地额头青筋突起 你爹带着一家老小弃城而逃 现在进州府是直接送上门 好叫州府大人把你爹交出去 让皇上砍头吗 说把他扭过头 免得把自己气死 葛氏却突然想起什么 老爷 阳城过去就是古道县 我堂兄弟就驻守在古道县不远的青道县 不如我们过去投靠 皇贵猖闻眼眼睛一亮 转头看着葛氏 你怎么不早说 葛氏 我也是前段时间才收到的消息 还来不及跟你说 胡人就打来了 好 好 好 皇贵猖连到三声后 皇音音趁机卖乖 爹 多亏娘那边的舅舅多 皇清清悄悄把姚氏拉走 等林硕他们回来 林一南交代一声 便朝城门口热闹的那边走去 赵老太太不放心 便让林一章跟着他 走了一会 林一章章跟林一南说他探听到的消息 阿南 刚才打手有打听过了 那地是买卖奴隶的 你去那干嘛 林一南心下恍然 就去看看 在这个人痴人的封建社会 奴隶是最低等的人群 说是买卖奴隶 实则是像财的男人一样 在这里物色长相可以 家里活不去的人来这里卖卖女 好几个人贩子 他们身后用绳子 已经绑了一串被收来的人 男女分开 各个相貌清秀 也有城里的富户出来这里挑人 他们衣衫破烂 有些甚至衣不蔽体 他们像挑牲口一样 被人近距离地观察 然后掰开他们的嘴巴看牙齿 掀起眼皮看眼睛 头发 把他们的身体每一处看看 女的甚至还会被人在身上摸来摸去 以此来估算她的价值 一旦为奴 个人自由和尊严 都将受到严重的侵犯 特别是女子 还有长相较好的男孩 见许多女子 就这样被人撩起衣服摸来摸去的 林一章修男的扭过头 有个身穿宝蓝色绸衣的男人 正围着一对长相清秀的双生姐妹 转来转去 时不时还上手去触碰 却被其中一个女孩挡开 男人对人贩子道 太瘦了 身无二两肉 我们老爷喜欢身子骨丰满点的 这位爷 你也不看看 现在是什么时候 父母养不活才把他卖了的 不然以他们的年纪 过两年找个婆家 礼经也不少呢 人贩子陪笑道 男人一边平头论足 一边还想试图去撩女孩的衣服 那女孩是个力气大 男人的伸手一把抓住男人的手一凝 用力将其推倒在地 男人熬 得一声 捂着手破口大骂 好你个小贱人 敢推你爷爷 真是活腻了 人贩子卸下腰间挂着的鞭子 就要朝女孩身上抽去 鞭子高高举起 却半天落不下来 人贩子回头却见鞭子 被一个手上拿着剑 身穿黑衣 气质不凡的姑娘抓住 姑娘 要买人吗 人贩子收起脸上的怒意 立马笑脸相迎 林一男松开握住鞭子的手 指着那对姐妹道 他俩怎么卖 蓝一男人见有人敢跟自己的针 顾不得手疼 一咕噜从地上爬起来 那是爷先看上的人 人贩子眼睛咕噜转着 发财的机会来了 他陪笑道 姑娘 那姐妹俩用银子交易的话 只要十两 粮食要五十斤 你刚不是说 只要八两吗 男人盯着这该死的人贩子 他竟敢坐地起架 也你知道 这行情可是随时波动的 人贩子丝毫不拒 他们能做这行 又岂会怕人找茬 此前 这位爷挑三拣四的 无非是看流明多 兜里有银子 家里有粮 不愁买不到人 林一男可不管两人的官司 从怀中摸出一枚十两的银钉抛过去 人贩子眼疾手快的结果 定情一看 顿时喜上眉梢 他就喜欢这么爽快的买家 他欢喜地掏出姐妹俩的卖身器 双手递给林一男 这是两人的卖身器 请姑娘收好 随后示意手下解开姐妹俩脚上的绳子 男人一脸惋惜 他没想到林一男出手大方 这么爽快 就把人买下 一得到自由 姐妹俩琪琪给林一男跪下磕头 多谢姑娘 起来吧 人贩子又指着一边绑着的十几个半大少年 对林一男道 姑娘 还要不要买男仆 这些都是我精挑细选 身强体壮 能干活的 林一男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 几十双眼睛齐刷刷地看着他 期盼能被他选中 他被看得胸口闷闷的 很不舒服 没办法 他现在还在逃难 根本没这个能力养活那么多人 两个够了 我们还要赶路 林一男带着人走到半路 就见林浮气喘吁吁地朝他们跑来 姑娘 公子到处找您 让您快些回去 阿佛 大哥这么快就回来了 林一章问道 林浮点头 刚回来 这会儿正准备启程了 随后看见林一男身后 跟着两名衣着破烂的小姑娘 问道 姑娘 那两位姑娘是 林一男 我买回来的人 买的人 林浮诧异 不明白 姑娘怎么会在这个结果眼上买人 回到营地 所有人已经整理好行李 李树兰坐在板车上四处张望 见她回来 不断朝她挥手 得知她买了两个丫头 赵老太太脸色不悦道 姑奶奶 我们这是去逃难 咋又给家里添两张口哟 姐妹俩文言忙跪下 老太太 我们吃的不多 求您留下我们吧 赵老太太上下打量着他们 两人都受脱象了 更是心下不忍 罢了 你们既是南亚买回来的 一切形式就听她的吧 张实欲言又止 老太太都发话了 她也不好再说什么 多谢老太太 姐妹俩齐齐道谢 林一南拿了两个野菜饼子 递给二人 吃吧 你们叫什么 我叫千夏 是姐姐 今年十三岁了 千夏轻声细语道 我叫千五 是妹妹 听声音就知道 千五性格开朗 语气也要明快些 千五就是刚才一直护着姐姐的 那个大胆小姑娘 林一南看到她的勇敢 以及眼里不屈服 才决定买下他们的 十三岁正是独初一的年纪 队伍缓动了 大家跟着前面的人慢慢走着 林一恒走到林一南身边 怎么想到要买人 林一南 看他们可怜 前两年 母亲给妹妹买了的丫鬟 可惜她 没能躲过胡人的剑雨 死在平城 林一南又问起他们 去打探消息的是 林一恒他们打听到的 和那青楼管事所说的一样 林一恒叹息道 我们回来和村长他们商议后 一致决定 既然进不了城 那就尽快离开 阳城只开周棚诗周 闻风而来的流民越来越多 长此以往怕是不好 阿福在周棚那边打听道 这两日湿的周水 更是清北可以数的清米里 城内的粮食 只怕是不多了 林一南猜测 林一恒 其他县的流民 听到阳城湿周 还在不断地来往这边赶来 只湿周 不安置 阳城离乱不远了 云家二郎提议尽快离开 林一恒看了眼跟在旁边 默默不语地牵下姐妹 阿乃说什么 你别放在心上 她是担心粮食不够吃 云家在古道县存了粮 云二郎允诺到时 会卖些给村里 我去跟阿乃说 空间存的粮还没动过 林一南倒是不担心 牵下姐妹文言感激地 看向林一恒 路上 果真如林一恒所说的那样 有许多流民 正往阳城而去 他们都是在外面找不到活路 阳城失周 哪怕一天一晚 也能活下去的 等到晚上找到落脚地休息的时候 全村人都知道 林一南买了两个丫头 牵下和牵五看着瘦弱 俩力气大得很 停下来 两人自觉地挑着桶 去水源处打水 有那多嘴的妇人 不时对他指指点点 泽泽 我们连饭都吃不饱 人家居然还能买两个使唤丫头 人家可是小姐命 哪像我们 许久没出来蹦搭的余素琴 添油加醋说道 极度使他面目扭曲 你看他们家有四匹马 一头牛 说不定还藏了不少粮食 听他这样一说 有那心细活络的妇人 立马接话 回头 我去找赵婆子换些粮 千五和千夏对视一眼 桶里装满水 挑着就走 吉祥提着篮子 换下来的贴身衣物 和朱景慧两与千夏姐妹俩 错身而过 夫人 你看他俩一不必体的样子 简直就是有辱斯文 吉祥对千夏姐妹俩 很是看不上 一脸嫌弃 朱景慧的心情 瞬间跌入谷底 真是没点教养 水潭边的夫人 见他俩来了 连忙低下头 有眼力尽地 让出一个绝佳位置 他们知道 家中现在吃的粮食 还是从苏夫子家里买的 苏夫人是他们得罪不起的人 感谢观看